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要躲寒风 紧缩着脖子 很快地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 不过动作不够迅速 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 门厅里有一股熬白菜和就地席的气味 门厅的一头 有一张彩色的招贴画钉在墙上 在室内悬挂略为咸大了一些 画的是一张很大的面孔 有一米多宽 这是一个大约45岁的男人的脸 留着浓密的黑胡子 面部线条粗犷英俊 温斯顿朝楼梯走去 用不着试电梯 即使最顺利的时候 电梯也是很少开的 现在又是白天停电 这是为了筹备举行仇恨周而实行节约 温斯顿的住所在七层楼上 他39岁 右脚脖子上换静脉曲张 因此爬得很慢 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 每上一层楼 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 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 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 你不论走到哪里 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 下面的文字说明是 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他住所里面 有个圆润的嗓子 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 声音来自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 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墙面 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 声音就轻了一些 不过说的话仍听得清楚 这个装置叫做电幕 可以放低声音 可是没有办法完全关上 她走到窗边 她的身材瘦小鲜弱 蓝色的工作服 那是党内的制服 更加突出了她身子的单薄 她的头发很淡 脸色天生红润 她的皮肤由于用粗肥皂和钝刀片 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 显得有点粗糙 外面 即使透过关上的玻璃窗 看上去也是寒冷的 在下面接心里 阵阵的小卷风 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 虽然阳光灿烂 天空蔚蓝 可是除了到处贴着的招贴画以外 似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 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 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 在对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 文字说明是 老大哥在看着你 那双黑色的眼睛 目不转睛地看着温斯顿的眼睛 在下面接上有另外一张招贴画 一脚给撕破了 在风中不时地吹拍着 一会儿盖上 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 鹰射 在远处 一架直升机在屋顶上面掠过 像一只绿头苍蝇似的徘徊了一会儿 又绕个弯飞走 这是警察巡逻队 在刺察人们的窗户 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 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温斯顿的身后 店幕上的声音 仍在喋喋不休地报告升铁产量 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 店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 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 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 他就可以接收到 此外 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 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 也能看到他的行动 当然 没有办法知道 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 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 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 或者根据什么 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 那你就只能猜测了 甚至可以想象 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 一直在监视着 反正不论什么时候 只要他们高兴 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 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 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 你早已经这样生活了 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 都是有人听到的 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 除非在黑暗中 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店幕 这样比较安全些 不过他也很明白 甚至背部有时也能暴露问题的 一公里以外 他工作的单位 真理部 高耸在阴沉的市井之上 楼房高大 一片白色 这 他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想 这就是伦敦 一号空降厂的主要城市 一号空降厂 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 他竭力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 能够告诉他 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一直有这样的景象 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 墙头用木材撑着 窗户盯上了硬纸板 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 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 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 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 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 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像基隆式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 可是没有用 他记不起来了 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 模糊难辨的灯光灿烂的画面以外 他的童年已经不留下什么记忆了 真理部 用新话来说叫真部 同视野里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 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 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 一层接着一层上升 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 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 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 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房子 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 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所其他的建筑 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 他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屋建了大屋 因此你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 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 他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部的所在地 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 和平部负责战争 有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 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 用新话来说 他们分别称为真部 和部 爱部 富部 真正叫人害怕的部是有爱部 他连一扇窗户也没有 温斯顿从来没有到有爱部去过 也从来没有走进 距他半公里之内的地带 这个地方除非阴公 是无法进入的 而且进去也要通过重重铁丝网 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 甚至在环绕他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 也有穿着黑色制服 携带连家棍的凶神恶煞般的警卫在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 这时他已经使自己的脸部 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 在面对店幕的时候 最好是用这种表情 他走过房间 到了小厨房里 在一天的这个时间里 离开真理部 他牺牲了在食堂的中饭 他知道厨房里没有别的吃的 只有一块深色的面包 那是得省下来当明天的早饭的 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 上面贴着一张简单白色的标签 胜利度松子酒 他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 像中国的黄酒一样 温斯顿到了快意茶室 硬着头皮 像吃药似的咕噜浴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飞红起来 眼角里流出了泪水 趁玩意儿像消酸 而且喝下去的时候 你有一种感觉 好像后脑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 不过接着他肚子里火烧的感觉减退了 世界看起来开始比较轻松愉快了 他从一辖极别来的胜利盘香烟盒中 拿出一支烟来 不小心地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 他拿出了第二支 这次比较成功 他回到了起居室 坐在店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 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 一瓶墨水 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布子 红色的书籍 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什么缘故 起居室里的店幕 安的位置与众不同 按正常的办法 他应该安在一头的端墙上 可以看到整个房间 可是如今 却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 在店幕的一边 有一个浅浅的壁龛 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 在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 这个壁龛大概是打算放书架的 温斯顿坐在壁龛里 尽量躲得远远的 可以处在店幕的控制范围之外 不过 这仅仅就视野而言 当然 他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到的 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位置 店幕就看不到他 一半是由于这间屋子的 与众不同的布局 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这件事 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 拿出来的那个本子 使他想到要做的 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 光滑洁白的纸张 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 这种纸张至少过去四十年来 已久未生产了 不过他可以猜想 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 他是在本市一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 一家发霉的小旧货铺中 看到他躺在橱窗中的 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 他当时一眼就看中 一心想要得到他 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 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 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 因为有许多东西 例如鞋带刀片 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 他回头很快地看了一眼 接到两头 就溜进了小铺子 花两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 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 他把它放在皮包里 不安地回到了家 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 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 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 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 但是如被发现 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 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利干苦役25年 温斯顿把笔尖插在笔杆上 用嘴舔了一下 把上面的油去掉 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 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 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只 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 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 不能用墨水铅笔图画 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 除了极简短的字条以外 一般都用听写器口售一切 他目前要做的事 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 他把笔尖沾了墨水 又停了一下 不过只有一刹那 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震颤 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 他用鲜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1984年4月4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 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了他 首先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 今年是不是1984年 大概是这个日期 因为他相当有把握的知道 自己的年龄是39岁 而且他相信 他是在1944年或1945年出生的 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确定下来 误差不出一两年 在当今的时事里是永远办不到的 他突然想到 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呢 为将来 为后代 他的思想 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 犹豫了一会儿 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 双重思想 他头一次领悟到了 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 你怎么能够同未来联系呢 从其性质来说 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 只有两种情况 要是未来同现在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未来就不会听他的 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 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 看着本子 垫幕上现在播放刺耳的军乐了 奇怪的是 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 而且甚至忘掉了他原来要想说什么话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 他一直在准备应付这一时刻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除了勇气以外 还需要什么 实际写作会是很容易的 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来头脑里一直在想的 无休止的 无穷尽的独白付诸笔墨就行了 但是在目前 甚至独白也枯竭了 此外 他的静脉曲张也开始痒了起来 使人难熬 他不敢抓他 因为一抓就要发炎 时间滴答地过去 他只感到面前一页空白的纸张 脚脖子上的皮肤发痒 音乐的刮糟 杜松的酒引起了一阵醉意 突然他开始慌里慌张地写了起来 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写的是什么 他的鲜小而有些孩子气的笔记 在本子上弯弯曲曲地描画着 写着写着 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 最后连句号也省略了 1984年4月4日 昨晚去看电影 全是战争片 一部很好 是关于一艘装满难民的船 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 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 要想游开去 逃脱追他的直升机的镜头 感到很好玩 你起初看到他像一头海豚一样 在水里浮沉 后来通过直升机的瞄准器看到他 最后他全身是枪眼 四周的海水都染红了 他突然下沉 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 下沉的时候 观众笑着叫好 接着 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 上空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 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首 大概是个犹太女人 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 把脑袋躲在他的怀里 好像要钻进他的胸口中去 那个妇女用胳膊搂着他 安慰着他 尽管他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 他一直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 仿佛他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 不伤他的身体似的 接着 直升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20公斤的炸弹 引起可怕的爆炸 救生艇四分五裂成为碎片 接着出现一个很精彩的镜头 一个孩子的胳膊举了起来 越举越高越举越高 一直到了天空中 一定有架机头装着摄影机的直升机 跟着他的胳膊 在党员座中间发出了很多的掌声 但是在无产座部分 有个妇女突然吵了起来 大声说 他们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放映这部电影 他们在孩子面前放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 最后警察把他赶了出去 我想他不至于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结果 无产者说些什么 没有人会放在心上 典型的无产者反应 他们绝不会 温斯顿停下了笔 一半是因为他感到手指惊弯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使他一泻千里的写出 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来 但奇怪的事情是 在他写的时候 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 在他的思想中明确起来 使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它写下来 他现在认识到这是因为有另一件事情 才使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 如果说这样一件模模糊糊的事儿 也可以说是发生的话 这件事儿今天早上发生在部里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快到11点的时候 在温斯顿工作的纪录司 他们把椅子从小办公室拖出来 放在大厅的中央 放在大店幕的前面 准备举行两分钟仇恨 温斯顿刚刚在中间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有两个 他只认识脸孔 却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人 意外地走了进来 其中有一个是他常常在走廊中遇到的一个姑娘 他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是他知道他在小说司工作 由于他有时看到他双手沾油 拿着板钱 他大概是做机械工的 识多那些小说写作机器 他是个年约27岁 表情大胆的姑娘 浓浓的黑发 长满雀斑的脸 动作迅速敏捷 像个运动员 他的工作服的腰上 重重地围了一条星红色的霞段带 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 围得不松不紧 正好露出他的腰部的苗条 温斯顿头一眼看到他就不喜欢他 他知道为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他竭力在自己身上 带上一种取棍球场 冷水浴 集体远足 总的来说是思想纯洁的味道 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 特别是年轻漂亮的 总是女人 尤其是年轻的女人 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 生吞活泼口号的人 义务的密探 非正统思想的检察员 但是这个女人 使他感到比别的更加危险 有一次 他们在走廊里遇到时 他很快地挟视了他一眼 似乎看透了他的心 刹那间 他充满了黑色的恐惧 他甚至想到 这样的念头 他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 不错 这是很不可能的 但是只要他在近处 他仍有一种特别的不安之感 这种感觉中 掺杂着敌意 也掺杂着恐惧 另外一个人 是个叫奥伯良的男人 他是核心党员 担任的职务很重要 高高在上 因此 温斯顿对他职务的性质 只有一种很模糊的概念 椅子周围的人 一看到核心党员的 黑色工作服走近时 都不由地肃静下来 奥伯良是个体格魁梧的人 脖子短粗 有着一张粗犷残忍 兴高采烈的脸 尽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 他的态度却有一定的迷人之处 他有一个小动作 奇怪的使人感到可亲 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镜 也很难说清楚 这奇怪的使人感到很文明 如果有人仍旧有那样想法的话 这个姿态可能使人想到 一个18世纪的绅士 端出鼻炎侠来代客 温斯顿大概在十多年来 看到过奥伯良十多次 他感到对他特别有兴趣 这并不完全是因为 他对奥伯良彬彬有礼的态度 和拳击师的体格的截然对比 感到有兴趣 更多的是因为 他心中暗自认为 也许甚至还不是认为 而仅仅是希望 奥伯良的政治信仰 不完全是正统的 他脸上的某种表情 使人无法抗拒地得出这一结论 而且表现在他脸上的 甚至不是不正统 而干脆就是智慧 不过无论如何 他的外表使人感到 如果你能躲过店幕 而单独与他在一起的话 他是个可以谈谈的人 温斯顿从来没有做过 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 来证实这种猜想 说真的 根本没有这样做的可能 现在 奥伯良瞥了一眼手表 看到已经快到十一点了 显然决定留在纪录司 等两分钟仇恨结束 他在温斯顿那一排坐了下来 相隔两把椅子 中间坐的是一个 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 他在温斯顿隔壁的 小办公室工作 那个黑头发的姑娘 坐在他们背后一排 接着 屋子那头的大垫幕上 突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 仿佛是台大机器 没了油一样 这种噪声 使你牙关咬紧 毛发直竖 仇恨开始了 像平常一样 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 爱卖约尔·国尔德·史坦因的脸 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 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 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 国尔德·史坦因是个叛徒 便捷分子 他一度 那是很久以前了 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 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 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 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 被判死刑 却神秘地逃走了 不知下落 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不同 但无不以国尔德·史坦因为其重要人物 他是头号叛徒 最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人 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 一切叛国行为 破坏颠覆 异端邪说 离经叛道 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 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 他还活着 策划着阴谋诡计 也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 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 也许甚至在大洋国 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匿着 有时就有这样的谣传 温斯顿的横格膜一阵紧缩 他看到国尔德·史坦因的脸时 不由得感到说不出的滋味 各种感情都有 使他感到痛苦 这是一张瘦小的犹太人的脸 一头蓬松的白发 小小的一撮山羊胡须 一张聪明人的脸庞 但是有些天生的可比 长长的尖尖的鼻子 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 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 这张脸像一头绵羊的脸 他的声音也有一种绵羊的味道 国尔德·史坦因在对党 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 这种攻击夸张其事 不讲道理 即使一个儿童也能一眼看穿 但是听起来却又似乎有些道理 使你觉得要提高警惕 别人要是没有你那么清醒的头脑 可能上当受骗 他在谩骂老大哥 攻击党的专政 要求立即同欧亚国购合 主张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集会自由 思想自由 歇斯底里的叫嚷说革命被出卖 所有这一切的话 都是用大字眼飞快地说的 可以说是对党的演说家 一贯讲话作风的一种模仿 甚至还有一些新话的词汇 说真的 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 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 在他说话的当儿 唯恐有人会对 古尔德斯坦因的花言巧语 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 垫墓上 他的脑袋后面 有无穷无尽的 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 一队又一队的结实的士兵 蜂拥而过垫墓的表面 他们的亚西亚式的脸上没有表情 跟上来的是完全一样的一队士兵 这些士兵们的军靴 有节奏的踩踏声 衬托着古尔德斯坦因的嘶叫声 仇恨刚进行了三十秒钟 屋子里一半的人中 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 垫墓上洋洋自得的洋脸 洋脸后面欧亚国可怕的威力 这一切都使人无法忍受 此外 就凭古尔德斯坦因的脸 或者哪怕只想到他这个人 就自动的产生恐惧和愤怒 不论同欧亚国 还是东亚国相比 他更经常的是仇恨的对象 因为大洋国 如果同这两国中的一国打仗 同另外一国一般总是保持和平的 但是奇怪的是 虽然人人仇恨和蔑视 古尔德斯坦因 虽然每天甚至一天有上千次 他的理论在讲台上 电幕上 报纸上 书本上 遭到驳斥 抨击嘲笑 让大家都看到这些理论 是多么可怜的胡说八道 尽管这样 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 总是有傻瓜上当受骗 思想警察 没有一天不揭露出 有间谍和破坏分子 奉他的指示进行活动 他成了一支庞大的隐蔽的军队的司令 这是一帮阴谋家组成的地下活动网 一心要推翻国家政权 他的名字据说叫兄弟团 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 即一端邪说之大城 到处秘密散发 作者就是古尔德·施坦因 这本书没有书名 大家提到它时只说那本书 不过 这种事情都是从谣传中听到的 任何一个普通党员 只要办得到 都是尽量不提兄弟团 或那本书的 仇恨到了第二分钟 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大家都跳了起来 大声高喊 要想压倒垫幕上传出来的 令人难以忍受的 阳教一般的声音 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 脸孔通红 嘴巴一张一臂 好像离了水的鱼一样 甚至奥伯良的粗犷的脸 也涨红了 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 宽阔的胸膛 站了起来 不断地站立着 好像受到电流的袭击 温斯顿背后的黑头发姑娘 开始大叫 猪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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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 向电幕扔去 他击中了 古尔德·施坦因的鼻子 又弹了开去 他说话的声音 仍旧不为所动地继续着 温斯顿的头脑 曾经有过片刻的清醒 他发现 自己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 用斜后跟 使劲地踢着椅子腿 两分钟仇恨 所以可怕 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 而是要 必不参加是不可能的 不出三十秒钟 一切矜持都没有必要了 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 一种要杀人 虐待 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 似乎像一股电流一般 穿过了这一群人 甚至使你违反本意的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 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 无目的的感情 好像喷灯的火焰一般 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 因此 有一阵子 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 古尔德斯坦因的 而是反过来转向了老大哥 党 思想警察 在这样的时候 他打从心眼里 同情垫幕上那个孤独的 受到嘲弄的异端分子 谎话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卫护者 可是一会儿他又同周围的人站在一起 觉得攻击古尔德斯坦因的一切的话都是正确的 在这样的时刻 他心中对老大哥的憎恨变成了崇拜 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 似乎是一个所向无敌 毫无畏惧的保护者 像块巨石一般 耸立于从亚洲蜂拥而来的乌合之众之前 而古尔德斯坦因 尽管孤立无援 尽管对于是否有他这个人的存在也有怀疑 却似乎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妖物 光凭他的谈话声音 也能够把文明的结构破坏无遗 有时候 你甚至可以自觉转变自己仇恨的对象 温斯顿突然把仇恨从垫幕上的脸孔 转到了坐在他背后那个黑发女郎的身上 其变化之迅速 就像做噩梦醒来时猛地坐起来一样 一些栩栩如生的美丽动人的幻觉 在他的心中闪过 他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他揍死 又把他赤身裸体的绑在一根木桩上 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乱剑船身 在最后高潮中 他侮辱了他 割断了他的喉管 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明白 他为什么恨他 他恨他是因为他年轻漂亮 却没有性感 是因为他要同他睡觉 但永远不会达到目的 是因为他窈窕的仙妖 似乎在招引你伸出胳膊去搂住他 但是却围着那条令人厌恶的新红色绸带 那是咄咄逼人的真洁的象征 仇恨达到了最高潮 国尔德·施坦因的声音真的变成了羊叫 而且有一度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 接着那张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军人 高大吓人 似乎在大踏步前进 他的轻机枪撕叫 似乎有夺目而出之势 吓得第一排上 真的有些人忍不住在座位上向后退缩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 垫幕上这个敌人已化为老大哥的脸 黑头发 黑胡子 充满力量 镇定沉着 脸庞这么大 几乎站满了整个垫幕 他的出现使大家放心的深深松了一口气 没有人听见老大哥在说什么 他说的只是几句鼓励的话 那种话一般都是在战斗的喧闹声中说的 无法逐字足句听清楚 但是说了却能恢复信心 接着老大哥的脸又隐去了 垫幕上出现了用黑体大写字母写的党的三句口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似乎还留在垫幕上有好几秒钟 好像他在大家的视网膜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不能马上消失似的 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 扑在他前面一排的椅子背上 他哆哆嗦嗦的轻轻喊一声 好像我的救星那样的话 向垫幕伸出双臂 接着又双手捧面 很明显他是在做祷告 这时全部在场的人 缓慢的 有节奏的 深沉的再三高叫 他们叫得很慢 在第一个臂和第二个臂之间停顿很久 这种深沉的声音 令人奇怪的有一种野蛮的味道 你仿佛听到了赤脚的踩踏和铜骨的敲打 他们这样大约喊了三十秒钟 这种有节奏的叫喊 在感情冲动压倒一切的时候 是常常会听到的 这一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伟大的赞美 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 有意识地用有节奏的闹声 来麻痹自己的意识 温斯顿心里感到一阵凉 在两分钟的仇恨中 他无法不同大家一起梦一乱语 但是这种野兽般的避避避避的叫喊 总使他充满了恐惧 当然他也和大家一起高喊 不那么做是办不到的 掩饰你真实的感情 控制你脸部的表情 大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里 他的眼睛里的神色 很可能暴露了他自己 正好是在这一刹那 那件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说那件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 原来在瞬息间 他同奥伯良忽然目光相遇 奥伯良这时已经站了起来 他摘下了眼镜 正要用他一贯的姿态 把眼镜放到鼻梁上去 就在这一刹那之间 他们两人的眼光相遇了 在这相遇时刻 温斯顿知道 是啊他知道 奥伯良心里想得 奥伯良心里想得同他自己一样 他们两人之间交换了一个 无可置疑的信息 好像他们两人的心打了开来 个人的思想通过目光 而流到了对方的心里 我同你一致 奥伯良似乎这样对他说 我完全知道你的想法 你的蔑视 仇恨 厌恶 我全都知道 不过别害怕 我站在你的一边 但是领悟的神情一闪即逝 奥伯良的脸 又像别人的脸一样 莫测高深了 情况就是这样 他已经在开始怀疑 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这种事情是从来不会有后继的 唯一结果 不过是在他的心中 保持这样的信念 或者说希望 除了他自己以外 也有别人是党的敌人 也许说什么 普遍存在着地下阴谋的谣言 是确实的也说不定 也许真的有兄弟团的存在 尽管有不断的逮捕 招供和处决 仍不可能有把握的说 兄弟团不只是个谣言 他有时相信 有时不相信 没有任何证据 只是一些过眼及时的现象 可能有意义 也可能没有意义 一临半爪 偶然听来的谈话 厕所墙上的隐隐约约的涂抹 甚至有一次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相遇时手中一个小动作 使人觉得 好像他们是在打暗号 这都是瞎猜 很可能这一切都是他瞎想出来的 他对奥布良不再看一眼 就回到他的小办公室去了 他一点也没有想到 要追踪他们刚才这短暂的接触 即使他知道应该怎么办 这样做的危险也是无法想象的 他们不过是在一秒钟 两秒钟里交换了明白的眼光 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即使这样 在这样自我隔绝的 孤独的生活环境中 这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温斯顿挺直腰板 坐了起来 他打了一个阁 杜松子九的尽头 从他肚子里升了起来 他的眼光又回到本子上 他发现在无可奈何的 坐着胡思乱想的时候 他也一直在写东西 好像是自发的动作一样 而且笔记也不是原来的那样 歪歪斜斜的笨桌笔记了 他的笔在光滑的纸面上 龙飞凤舞 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 打倒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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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又一遍的写满了半叶纸 他禁不住感到一阵恐慌 其实并无必要 因为写这些具体的字 并不比开始写日记这一行为 更加危险 但是有一阵子 他真想把这些涂抹了的纸叶 撕下来就此作罢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这没有用 不论他是写了 打倒老大哥 还是他没有写 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论他是继续写日记 还是他没有继续写 也没有什么不同 思想警察还是会逮到他的 他已经犯了 即使他没有用笔写在纸上 也还是犯了的包含一切其他罪行的根本大罪 这叫思想罪 思想罪可不是能长期隐匿的 你可能暂时能躲避一阵 甚至躲避几年 但他们迟早一定会逮到你 总是在夜里 逮捕总是在夜里进行的 突然在睡梦中惊醒 一直粗手捏着你的肩膀 灯光直视你的眼睛 床边围着一圈凶狠的脸口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不举行审讯 不报道逮捕消息 人就是这么销声匿迹了 而且总是在夜里 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了 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 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 接着被遗忘了 你被取消消灭了 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 他忽然像神经病发作一样 开始匆忙的乱涂乱化起来 他们会枪毙我 我不在乎 他们会在我后脑勺打一枪 我不在乎 打倒老大哥 他们总是在后脑勺给你一枪 我不在乎 打倒老大哥 他在椅子上 往后一靠 有点为自己感到难为情 放下了笔 接着他又胡乱地写起来 这时外面传来一下敲门声 已经来了 他像只耗子似的坐着不动 满心希望不论是谁敲门 敲了一下就会走开 但是没有 门又敲了一下 迟迟不去开门是最糟糕的事情 他的心 砰砰的几乎要跳出来 但是他的脸 大概是出于长期的习惯 却毫无表情 他站了起来 脚步沉重的 向门口走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温斯顿的手刚摸到门半 就看到他的日记放在桌上 没有盒上 上面竟是写着打倒老大哥 字体之大 从房间另一头还看得很清楚 想不到怎么会这样蠢 但是即使在慌里慌张之中 他也意识到 他不愿在墨迹未干之前 就合上本子 弄乌乳白的纸张 他咬紧了牙关 打开了门 顿时全身感到一股暖流 心中一块大石头 落了地 站在门外的是一个 面容苍白憔悴的女人 头发稀疏 满脸皱纹 哦 同志 他开始用一种疲倦的 带点声音的嗓音说 我想我听到了你进门的声音 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看一看 我家厨房里的水池子 它好像堵了 她是Paisons太太 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 太太这个称呼 党内是有点不赞成用的 随便谁 你都得叫同志 但是对于有些妇女 你会不自觉地叫他们太太 她年约三十 但外表却要老得多 你有这样的印象 好像她脸上的皱纹里 欠及着尘埃 温斯顿跟着他 向过道另一头走去 这种业余修理工作 几乎每天都有 使人讨厌 胜利大厦是所老房子 大约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 现在快要倒塌了 天花板上和墙上的灰泥 不断地掉下来 每次霜冻 水管总是冻裂 一下雪 屋顶就漏 暖气如果不是由于节约 而完全关闭 一般也只烧得半死不活 修理工作除非你自己能动手 否则必须得到 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 而这种委员会 很可能拖上一两年不来理你 哪怕是要修一扇玻璃床 正好托姆不在家 Paisons太太含含糊糊地说 Paisons家比温斯顿的大一些 另有一种阴暗的气氛 什么东西都有一种级别打烂的样子 好像这地方刚才来过了一头乱跳乱蹦的巨兽一样 地板上到处都是体育用品 驱棍球棍 拳击手套 破足球 一条有旱季的短裤向外翻着 桌子上是一堆脏碗碟和折了脚的练习本 墙上是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 和一幅巨大的老大哥画像 房间里同整所房子一样 有一股必不可少的熬白菜味 但又夹着一股更刺鼻的汗臭味 你一闻就知道是这里目前不在的一个人的汗臭 虽然你说不出为什么一闻就知道 在另一间屋子里 有人用一只蜂窝和一张擦屁股纸当作喇叭在吹 配合着垫幕上还在发出的君悦的调子 那是孩子们 Passions太太有点担心地向那闪房门看了一眼 他们今天没有出去 当然了 她有一种话说半句又顿住的习惯 厨房里的水池几乎满的溢了出来 尽是发绿的脏水 比烂白菜味还难闻 温斯顿弯下身去检查水管拐弯的街头处 她不愿用手 也不愿弯下身去 因为那样总很容易引起她的咳嗽 Passions太太帮不上忙 只在一旁看着 当然了 要是托姆在家 她一下子就能修好的 她说 她喜欢干这种事 她的手十分灵巧 托姆就是这样 Passions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 她是个身体发胖 头脑愚蠢 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 充满低能的热情 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 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 甚至超过依靠思想警察 她35岁 刚刚恋恋不舍地脱离了青年团 在升到青年团以前 她曾不管超龄多 留在少年侦察队一年 她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 不需什么智力 但在另一方面 她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 和其他一切组织 集体远足 自发示威 节约运动 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 她会一边抽着烟斗 一边安详 得意地告诉你 过去四年来 她每天晚上都出席邻里活动中心站的活动 她走到哪里 一股扑鼻的汗臭就跟到那里 甚至在她走了以后 这股汗臭还留在那里 这成了她生活紧张的无言正名 你有钳子吗 温斯顿说 摸着街头处的罗帽 钳子 Paisons太太说 马上拿不定主意起来 我 我不知道 也许孩子们 孩子们冲进起居室的时候 有一阵脚步声和用蜂窝吹出的喇叭声 Paisons太太把钳子送来了 温斯顿放掉了脏水 厌恶地把堵住水管的一团头发取掉 她在自来水龙头下 把手洗干净 回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举起手来 一个凶恶的声音叫道 有个面目英俊 外表凶狠的九岁男孩 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 用一支玩具自动手枪对准她 旁边一个比她 大约小两岁的妹妹 也用一根木棍对着她 他们两人都穿着蓝短裤 灰衬衫 戴着红领巾 这是少年侦察队的制服 温斯顿把手举过脑袋 心神不安 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凶狠 好像不完全是一场游戏 你是叛徒 那男孩叫嚷道 你是思想犯 你是欧亚国的特务 我要枪毙你 我要灭绝你 我要送你去开盐矿 他们两人突然在他身边 跳着叫着 叛徒 思想犯 那个小女孩的每一个动作 都跟着他哥哥学 有点令人害怕的是 他们好像两只小虎毒 很快就会长成吃人的猛兽 那个男孩目露凶光 显然有着要打倒和踢倒 温斯顿的欲望 而且他也意识到 自己的体格几乎已经长得够大 可以这么做了 温斯顿想 幸亏他手中的手枪 不是真的 拍逊斯太太的眼光 不安地从温斯顿转到了孩子们那里 又转了过来 起居是光线较好 他很高兴地发现 他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尘埃 他们真胡闹 他说 他们不能去看脚型很失望 所以才这么闹 我太忙 没空带他们去 托姆下班又来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脚型 那个男孩声若红中地问 要看脚型 要看脚型 那个小女孩叫道 一边仍在蹦跳着 温斯顿记得起来 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 这天晚上要在公园里处绞刑 这种事情一个月发生一次 是大家都爱看的 孩子们总是吵着要带他们去看 他向拍讯士太太告别 朝门口走去 但是他在外面过道上 还没有走上六步 就有人用什么东西 在他脖子后面痛痛地揍了一下 好像有条烧红的铁丝 刺进了他的肉里 他跳起来转过身去 之间拍讯士太太 再把他的儿子拖到屋里去 那个男孩正在把弹弓放进兜里 关门的时候 那个男孩还在叫 国尔德斯探因 但是最使温斯顿惊奇的 还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的 无可奈何的恐惧 他回到自己屋子里以后 很快地走过店幕 在桌边重新坐下来 一边还摸着脖子 店幕上的音乐停止了 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的嗓子 在津津有味地朗读一篇 关于刚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 停泊的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的描述 他心里想 有这样的孩子 那个可怜的女人的日子一定过得够呛 再过一两年 他们就要日日夜夜地监视着他 看他有没有思想不纯的迹象 如今的时事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够呛 最糟糕的是 通过像少年侦察队这样的组织 把他们有计划的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小野人 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 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 相反 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 唱歌 游行 旗帜 远足 木枪操练 高呼口号 崇拜老大哥 所有这一切 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 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 用在国家公敌 用在外国人 叛徒 破坏分子 思想犯身上了 30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 几乎是很普遍的事 这也不无理由 因为每星期 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 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 一般都称为小英雄 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 向思想警察做了揭发 弹弓的痛楚已经消退了 他并不太热心地拿起了笔 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写在日记里 突然 他又想起了奥伯良 几年以前 多少年了 大概有七年了 他曾经做过一个梦 梦见自己在一间漆黑的屋子中走过 他走过的时候 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 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这话是静静地说的 几乎是随便说的 是说明 不是命令 他继续往前走 没有停步 奇怪的是 在当时在梦中 这话对他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 只有到了后来 这话才逐渐有了意义 他现在已经记不得 他第一次见到奥伯良 是在做梦之前 还是做梦之后 他也记不得 他什么时候忽然认出 这说话的声音 是奥伯良的声音 不过 反正他认出来了 在黑暗中 同他说话的是奥伯良 温斯顿一直没有办法确定 即使今天上午 两人目光一闪之后 也仍没有办法确定 奥伯良 究竟是友是敌 其实这也无关紧要 他们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比友情或战意更加重要 反正他说过 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温斯顿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他只知道不管怎么样 这一定会实现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下来 沉着的空气中 响了一声清脆动听的喇叭 那声音又继续刺耳的说 注意注意 请注意 现在我们收到马拉巴前线的极电 我军在南印度赢得了光辉的胜利 我授权宣布 由于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胜利 战争结束可能为期不远 极电如下 温斯顿响坏消息来了 果然 在雪淋淋的描述了一番消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 报告了大量杀伤俘虏的数字之后 宣布从下个星期开始 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从30克减少到20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格 杜松子酒的效果已经消失了 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 电幕也许是为了要庆祝胜利 也许是为了要冲淡巧克力供应减少的记忆 播放了 大洋国啊 这是为了你 赵里应该立正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别人是瞧不见他的 大洋国啊 这是为了你 这首歌放完以后是清音乐 温斯顿走到窗口 背对着电幕 天气仍旧寒冷清了 远处什么地方 爆炸了一枚火箭弹 炸声沉闷震耳 目前这种火箭弹在伦敦一星期掉下大约二三十枚 在下面街道上 寒风吹刮着那张撕破的招贴画 英射两字时隐时现 英射 英射的神圣原则 新画 双重思想 变化无常的过去 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中流浪一样 迷失在一个恶魔的世界中 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 他孤身一人 过去已经死亡 未来无法想象 他有什么把握 能够知道有一个活人是站在他的一边呢 他有什么办法 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呢 真理部白色墙面上的三句口号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仿佛是给他的答复一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两脚五分的硬币来 在这枚硬币上也有清楚的小字 住着这三句口号 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 甚至在这枚硬币上 眼光也盯着你不放 不论在钱币上 邮票上 书籍的封面上 旗帜上 招贴画上 香烟盒上 到处都有 眼光总是盯着你 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 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 在工作还是在吃饭 在室内还是在户外 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 没有躲避的地方 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 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太阳已经偏斜 真理部的无数窗口 由于没有阳光照射 看上去像一个堡垒的枪眼一样 阴森可怕 在这庞大的金字塔般的形状面前 他的心感到一阵畏缩 太强固了 无法攻打 一千枚火箭弹也毁不了他 他又开始想 究竟是在为谁写日记 为未来 为过去 为一个可能出于想象幻觉的时代 而在他的面前 等待着的不是死 而是消灭 日记会化为灰烬 他自己会化为乌有 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写的东西 然后把它从存在中和记忆中除掉 你自己甚至在一张纸上 写的一句匿名的话 尚且没有痕迹存留 你怎么能够向未来呼吁呢 电幕上中敲十四下 他在十分钟内必须离开 他得在十四点三十分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 终生似乎给他打了气 他是个孤独的鬼魂 说了一句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 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 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 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 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 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 他回到桌边 占了一下笔 又写道 千篇一律的时代 孤独的时代 老大哥的时代 双重思想的时代 像未来 像过去 像一个思想自由 人们各不相同 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 像一个真理存在 做过的事 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他想 他已经死了 他觉得只有到现在 当他开始 能够把他的思想 理出头绪的时候 他才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 一切行动的后果 都包括在行动本身里 他写道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 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 他既然认识到 自己是已死的人 那么尽量长久的活着 就是一件重要的事 他右手的两只手指 沾了墨水计 就是这样的小事情 可能暴露你 不离某一个 爱管闲事的热心人 可能是个女人 像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 或者小说部里 那个黑头发姑娘那样的人 可能开始怀疑 他为什么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写东西 为什么他用老式钢笔 他在写些什么 然后在有关方面 露个暗示 他到浴室里 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 小心地洗去了墨迹 这种肥皂擦在皮肤上 像砂纸一样 因此 用在这个目的上 很合适 他把日记 收在抽屉里 要想把它藏起来 是没有用的 但是他至少要明确知道 它的存在 是否被发现了 夹一根头发 太明显 于是 他用手指尖 站起一粒 看不出的白色尘土来 放在日记本的封面上 如果有人挪动这个本子 这里尘土一定会掉下来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温斯顿梦见了他的母亲 他想 他母亲失踪的时候 他大概是10岁 或者11岁 她是个体格高大健美 但是沉默寡言的妇女 动作缓慢 一头浓密的金发 至于他的父亲 他的记忆更淡薄了 只模糊地记得 是个瘦瘦黑黑的人 总是穿着一身 整齐深色的衣服 温斯顿格外记得 他父亲鞋跟特别薄 戴一副眼镜 他们两人 显然一定是在50年代 第一批大清洗的时候 给吞噬掉的 现在 他母亲 坐在他下面 很深的一个地方 怀里抱着他的妹妹 他一点也记不得 他的妹妹了 只记得 他是个 鲜弱的小婴孩 有一双 留心注意的大眼睛 总是一声不响 他们两人 都抬头看着他 他们是在下面 地下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 在一个井底里 或者在一个 很深很深的坟墓里 但是这个地方 虽然在他下面 很深的地方 却还在下沉 他们是在一艘 沉船的客厅里 通过越来越 发黑的海水 抬头看着他 客厅里 仍有些空气 他们仍旧能看见他 他也仍旧能看见他们 但是他们 一直在往下沉 下沉到绿色的海水中 再过一会儿 就会把他们 永远淹没不见了 他在光亮和空气中 他们却被吸下去死掉 他们所以在下面 是因为他在上面 他知道这个原因 他们也知道这个原因 他可以从他们的脸上 看出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的脸上和心里 都没有责备的意思 只是知道 为了使他能够活下去 他们必须死去 而这就是 事情的不可避免的规律 他记不得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在梦中知道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他的母亲和妹妹 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这是这样的一种梦 他保持了梦境的特点 但也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继续 在这样的梦中 你碰到的一些事实和念头 醒来时仍觉得新鲜有价值 现在温斯顿突然想起 快三十年以前 他母亲的死是那么悲惨可爱 这样的死法如今已不再可能了 他认为悲剧是属于古代的事 是属于仍旧有私生活 爱情和友谊的时代的事 在那个时代里 一家人都相互支援 不用问个为什么 他对母亲的记忆 使他感到心痛难受 因为他为爱她而死去 而他当时却年幼 自私 不知怎样用爱来暴打 因为不知她怎么样 他不记得具体情况了 为了一种内心的 不可改变的忠贞观念 而牺牲了自己 他明白 这样的事情 今天不会发生了 今天有的是恐惧 仇恨 痛苦 却没有感情的尊严 没有深切的或复杂的悲痛 所有这一切 他似乎从他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中看到了 他们从绿色的深水中抬头向他看望 已经有几百英雄深了 却还在往下沉 突然 他站在一段短短的松软的草地上 那是个夏天的黄昏 西斜的阳光把地上染成一片金黄色 他这时看到的景色 时常在他的梦境中出现 因此 一直没有充分把握 在实际世界中 有没有见过 他醒来的时候 想到这个地方时 就叫他黄金香 这是一片古老的 被兔子啃掉的草地 中间有一条足迹踩踏出来的小径 到处有田鼠打的洞 在草地那边的灌木丛中 榆树汁在微风中轻轻摇晃 簇簇树叶微微颤动 好像女人的头发一样 手边近处 虽然没有看见 却有一条清澈的缓慢的溪流 有小鲤鱼在柳树下的水潭中游溢 那个黑发姑娘 从田野那头向他走来 他好像一下子就脱掉了衣服 不懈地把它们扔在一边 他的身体白皙光滑 但引不起他的性欲 说真的 他看也不看他 这个时候 他压倒的感情 是钦佩他扔掉衣服的姿态 他用这种优雅的 毫不在乎的姿态 似乎把整个文化 整个思想制度都消灭掉了 好像老大哥党思想警察 可以这么胳膊一挥 就一扫而空似的 这个姿态也是属于古代的 温斯顿嘴唇上挂着 莎士比亚这个名字 醒了过来 原来 这是电幕上 发出一阵刺耳的笛子声 单调地持续了 约30秒钟 时间是7点15分 是办公室工作人员 起床的时候 温斯顿勉强起了床 全身赤裸 因为外围党员 一年只有3000张布票 而一套睡衣裤 却要600张 从椅子上拎过一件 发黄的汗背心 和一条短裤衩 体操在三分钟内就要开始 这时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每次醒来 几乎总是要咳嗽大发作的 咳得他身不直腰 一直咳得把肺腔都咳清了 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深深地喘几口气以后 才能恢复呼吸 这时他咳得青筋毕露 静脉曲张的地方又痒了起来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 一个刺耳的女人声音叫道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 请你们站好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 温斯顿连忙跳到店幕前站好 店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的形象 虽然骨瘦如柴 可是肌肉发达 他穿着一身运动衣裤和球鞋 屈伸胳膊 他叫道 跟着我一起坐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同志们拿出精神来 一二三四 咳嗽发作所引起的肺部剧痛 还没有驱散温斯顿的梦境 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 有节奏的体操动作 却反而有点恢复了这种印象 他一边机械地把胳膊一曲一伸 脸上挂着做体操时 所必须挂着的高兴笑容 一边拼命回想他幼年时代的模糊记忆 这很困难 五十年代初期以前的事 一切都淡薄了 没有具体的记录可以参考 甚至你自己生平的轮廓 也模糊不清了 你记得重大的事件 但这种事件很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 你记得有些事件的详细细节 却不能重新体会到当时的气氛 还有一些很长的空白时期 你记不起发生了什么 当时什么情况都与现在不同 甚至国家的名字 地图上的形状都与现在不同 例如一号空降场 当时并不叫这个名字 当时它叫英格兰 或者不列颠 不过伦敦则一直叫伦敦 这一点它是相当有把握的 温斯顿不能肯定的记得 有什么时候他们国家不是在打仗的 不过很明显 在他的童年时代 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 因为他有一个早期的记忆室 有一次发生空袭 似乎叫大家都吃了一惊 也许那就是原子弹扔在科尔赤斯特那一次 空袭本身他已记不得了 可是他确实记得他的父亲抓住他自己的手 一起急急忙忙往下走 往下走 绕着他脚底下的那条螺旋形扶梯到地底下去 一直走到他双腿酸软 开始哭闹 他们才停下来休息 他的母亲像梦游一般行动迟缓 远远地跟在后面 他抱着他的小妹妹 也很可能抱的是几条毯子 因为他记不清那时他的妹妹生下来了没有 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生喧哗 拥挤不堪的地方 原来是个地铁车站 在石板铺的地上到处都坐满了人 双层铁铺上也坐满了人 一个高过一个 温斯顿和他的父母亲 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地方 在他们近旁 有一个老头和老太太 并肩坐在一张铁铺上 那个老头穿着一身很不错的深色衣服 后脑勺戴着一顶黑布帽 露出一头白发 他的脸胀得通红 蓝色的眼睛里饮满泪水 他发出一阵酒气 好像代替汗水从皮肤中排泄出来一般 使人感到他眼睛里涌出来的也是纯酒 不过他虽然有点醉了 却的确有着不能忍受的悲痛 温斯顿幼稚的心灵里感到 一定有件什么可怕的事情 有件不能原谅 也永远无可挽回的事情 在他身上发生的 他也似乎觉得 他知道这是件什么事情 那个老头心爱的人 也许是个小孙女 给炸死了 那个老头每隔几分钟 就唠叨地说 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的 我是这么说的 孩子他妈 是不是 这就是相信他们的结果 我一直是这么说的 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窝囊费的 可是 他们究竟不应该相信哪些窝囊费 温斯顿却记不起来了 从那一次以后 战争几乎连绵不断 不过严格的来说 并不是同一场战争 在他童年的时候 曾经有几个月之久 伦敦发生了混乱的巷战 有些巷战他还清晰的记得 但是要记清楚整个时期的历史 要说清楚在某一次谁同谁打仗 却是完全办不到的 因为除了现在那个同盟以外 没有书面的记录 也没有明白的言语 曾经提到过有另外的同盟 例如在目前即1984年 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 而与东亚国结盟 但是不论在公开的或私下的谈话中 都没有承认过这三大国 曾经有过不同的结盟关系 事实上 温斯顿也很清楚 就在四年之前 大洋国就同东亚国打过仗 而同欧亚国结果盟 但是这不过是他由于记忆控制不严 而偶然保留下来的一临半爪的知识而已 从官方来说 盟友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转变 既然大洋国在同欧亚国打仗 他就是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 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着绝对邪恶的势力 因此不论是过去或者未来 都不会同他有什么一致的可能 他一边把肩膀尽量的往后挺 把手拖在屁股上 从腰部以上回旋着上身 据说这种体操对背部肌肉有好处 一边想这样想几乎已有上千次上万次了 可怕的是这可能确实如此 如果党能够插手到过去之中 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么这肯定比仅仅拷打或者死亡更加可怕 党说大洋国从来没有同欧亚国结果盟 他温斯顿史密斯知道大洋国近在四年之前 还曾经同欧亚国结果盟 但是这种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意识之中 而他的意识反正很快就要被消灭的 如果别人都相信党说的谎话 如果所有记录都这么说 那么这个谎言就载入历史而成为真理 党的一句口号说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 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虽然从其性质来说 过去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凡是现在是正确的东西 永远也是正确的 这很简单 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 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 他们把这叫做现实控制 用新话来说是双重思想 稍息 女教练喊道 口气稍微温和了一些 温斯顿放下胳膊 慢慢地吸了一口气 他的思想滑到了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去了 知于不知 知道全部真实情况 而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 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 明知他们互相矛盾 而仍都相信 用逻辑来反逻辑 一边表示拥护道德 一边又否定道德 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 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 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 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 然后又马上忘掉它 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 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 这可谓绝妙透顶了 有意识的进入无意识 而后又并不意识到 你刚才完成的催眠 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 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叫她们立正冷 现在看谁能碰到脚趾 她热情地说 从腰部向下弯 同志们请开始 一 二 一 二 温斯顿最恨这一节体操 因为这使他从脚肿到屁股 都感到一阵剧痛 最后常常又引起咳嗽的发作 他原来在陈词中 感到的一点点乐趣 也化为乌有 他觉得过去不但被改变了 而且实际上被毁掉了 因为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以外 不存在任何记录 那你怎么能够确定 哪怕是最明显的事实呢 他想回想一下 从哪一年开始 他第一次听到老大哥的名字的 他想这大概是在六十年代 但是无法确定 当然 在党史里 老大哥是从建党开始时 就一直是革命的领导人和捍卫者的 他的业绩在时间上已逐步往回推速 一直推到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 那个传奇般的时候 那时资本家们仍旧带着他们 骑行怪状的高礼帽 坐在正量的大汽车里边 或者两边镶着玻璃窗的马车里 驶过伦敦的街道 无法知道 这种传说有几分是真 几分是假 温斯顿甚至记不起党的具体生日 他觉得在1960年以前 没有听到过英社一词 但也很可能 这一词在老话中 即英国社会主义 可能在此以前就流行了 一切都融化在迷雾之中 说真的 有的时候你可以明确指出什么话是谎话 比如党史中说 飞机是党发明的 这并不确实 他从小起就记得飞机 但是你无法证明 什么证据都从来没有过 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无可置疑的证据 可以证实有一个历史事实是伪造的 而那一次 电幕上尖声叫道 6079号的温史密斯 是的 就是你 再弯的低一些 你完全做得到 你没有尽你的力量 低一些 这样好多了 同志 现在全对消息 看我的 温史顿全身汗珠直冒 他的脸部表情仍令人莫测究竟 可千万不能露出不快的神色 千万不能露出不满的神色 眼光一闪就会暴露你自己 他站着 看到女教练把胳膊举起来 谈不上姿态优美 可是相当干净利落 弯下身来 手指尖碰到了脚趾 这样同志们 我要看到你们都这样做 再看我来一遍 我已经39岁了 有四个孩子 可是瞧 他又弯下身去 你们看到 我的膝盖没有弯 你们只要有决心 都能做到 他一边说 一边直起腰来 45岁以下的人 都能碰到脚趾 咱们并不是 人人都有机会 到前线去作战 可是至少可以做到 保持身体健康 请记住 咱们在马拉巴前线的兄弟们 水上堡垒上的水兵们 想一想 他们得经受什么艰苦的考验 现在再来一次 好多了 同志 好多了 他看到 温斯顿猛地向前弯下腰来 膝盖挺直不驱 终于碰到了脚趾 就鼓励地说 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温斯顿不自觉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把听写器拉了过来 吹掉话筒上的尘土 戴上了眼镜 即使店幕近在旁边 也阻止不了他在每天开始工作的时候 叹着口气 接着 他把已经从办公桌右边气力输送馆中 送出来的四小卷纸打了开来 夹在一起 在他的小办公室的墙上 有三个口子 听写器右边的一个小口 是送书面纸式的气力输送馆 左边大一些的口子 是送报纸的 旁边墙上 温斯顿伸手可及的地方 有一个椭圆形的大口子 上面蒙着铁丝网 这是供处理废纸用的 整个大楼里 到处都有这样的口子 为数成千上万 不仅每间屋子里都有 而且每条过道上相隔不远就有一个 这种口子 外号叫忘怀洞 这样叫不无理由 凡是你想起 有什么文件应该销毁 甚至你看到什么地方 有一张废纸的时候 你就会顺手掀起 近旁忘怀洞的盖子 把那文件或废纸丢进去 让一股暖和的气流 把它吹卷到大楼下面 不知什么地方的大锅炉中去烧掉 温斯顿看了一下 他打开的四张纸条 每张纸条上都写着 一两行字的指示 用的是部里内部使用的缩写 不完全是新话 不过大部分是新话的词汇构构成的 他们写的是 泰晤士报 17.3.84 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核证 泰晤士报 19.12.83 预测三年计划 83年四季度排挫核证近期 泰晤士报 14.2.84 腹部 雾饮巧克力核证 泰晤士报 3.12.83 报道老大命令 双家不好 提到非人 全部重写 存档前上交 温斯顿把第四项指示 放在一旁 心中有一种隐隐的得意感觉 这是一件很复杂 责任重大的工作 最好放到最后处理 其他三件都是例行公式 尽管第二件 可能需要查阅一系列数字 有些枯燥单调 温斯顿在电幕上 播了过期报刊号码 要了有关各天的泰晤士报 过几分钟 契利输送馆就送了出来 他接到的指示 提到一些 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 必须修改 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 必须合正的文章或新闻 例如 3月17号的泰晤士报报道 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 预言 南印度前线将平静无视 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动攻势 结果却是 欧亚国最高统帅部 在南印度发动了攻势 没有去碰北非 因此 有必要改写老大哥讲话中的一段话 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情况 又如 12月19号的泰晤士报 发表了1983年第四季度 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六季度 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估计数字 今天的泰晤士报刊载了实际产量 对比之下 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 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证原先的数字 使他们与后来的数字相符 至于第三项指示 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 几分钟就可以改正 近在二月间 附一部许下诺言 官方的话是明确保证 在1984年内不再降低巧克力的定量供应 而事实上 温斯顿也知道 在本星期末开始 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要从30克降到20克 温斯顿需要做的 只是把一句提醒大家 可能需要在四月间降低定量供应的话 来代替原来的诺言就行了 温斯顿每处理一项指示后 就把听写器写好的更正 夹在有关的那天泰晤士报上 送进了气力输送馆 然后他把原来的指示 和他做的笔记都捏成一团 丢在忘怀洞里去让火焰吞噬 这个动作做得尽可能的自然 这些气力输送馆最后通到哪里 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 里面究竟情况如何 他并不具体了解 不过一般情况他是了解的 不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 凡是需要更正的材料 收齐核对以后 那一天的报纸就要重印 原来的报纸就要销毁 把改正后的报纸存档 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 不仅适用于报纸 也适用于书籍 期刊 小册子 招贴画 传单 电影 录音带 漫画 照片 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 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 都通通适用 每天 每时 每刻 都在不断地修改过去 使之符合当前情况 这样 党的每一个预言 都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 凡是于当前需要不服的 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 都不许保留在记录上 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 这一工作完成以后 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 记录司里最大的一个处理 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 要大得多的工作人员的工作 就是把凡是内容过时 而需销毁的一切书籍 报纸和其他文件 统统收回来 由于政治组合的变化 或者老大哥预言的错误 有些天的泰晤士报 可能已经改写过十几次 而仍然以原来日期存档 不留原来的报纸 也不留其他版本 可证明它不对 书籍也一而再 再而三地收回来重写 重新发行时 也从来不承认做过什么修改 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 他处理之后 无不立即销毁的 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 要他干伪造的构党 说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 必须纠正一些疏忽 错误 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 不过 他一边改正复一步的数字 一边想 事实上 这连伪造都谈不上 这不过是用一个谎话 来代替另一个谎话 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 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 都没有关系 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 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 原来的统计数字 固然荒诞不惊 改正以后 也同样荒诞不惊 很多时候 都是你凭空瞎编出来的 比如 富裕部预测 本季度鞋子的产量 是1亿4500万双 至于实际产量 提出来的数字 是6200万双 但是温斯顿 在重新改写预测时 把数字减到 5700万双 以便可以像通常那样 声称 超额完成的计划 反正 6200万双 并不比 5700万双 更接近实际情况 也不比 1亿4500万双 更接近实际情况 很可能 一双鞋子也没有生产 更可能的是 没有人知道 究竟生产了多少双 更没有人 关心这件事 你所知道的 只是 每个季度 在纸面上 都生产了 天文数字的鞋子 但是 大洋国里 却有近一半的人口 打赤脚 每种事实的记录 都是这样 不论大小 一切都消影在 一个影子世界里 最后 甚至连今年是哪一年 都弄不清了 温斯顿 朝大厅那一边望去 在那一边 对称的一间 小办公室里 一个名叫 铁洛逊的 外表精明 下辖 离黑的小个子 在忙个不停地工作着 漆上放着一卷报纸 嘴巴凑近 听写器的话筒 他的神情 仿佛是要 除了电幕以外 不让旁人 听到他的话 他抬起头来 眼镜朝温斯顿方向 闪了一下 敌意的反光 温斯顿 一点也不了解 铁洛逊 不知道他究竟 在做什么工作 记录私里的人 不大愿意 谈论他们自己的工作 在这个 没有窗户的 长长的大厅里 两旁 都是一间间 小办公室 纸张的 稀碎声 和对着听写器 说话的嗡嗡声 连绵不断 有十多个人 温斯顿连姓名 也不知道 尽管他每天 看到他们忙碌的 在走廊里 来来往往 或者在两分钟 仇恨的时间里 挥手跺脚 他知道 在他隔壁的 那个小办公室中 那个淡茶色 头发的小女人 一天到晚 忙个不停 做的只是 在报纸上 查找已经 化为乌有 因而被认为 从来没有存在过的 人的姓名 然后把这些人的 姓名删去 这事儿 让他来做 可说相当合适 因为他自己的丈夫 就在两年以前 化为乌有了 在过去几间 小办公室 有一个名叫 安普尔福斯的 态度温和 窝窝囊囊 神情恍惚的人 耳朵上 长着很多的毛 玩弄诗词韵律 却令人意想不到的 颇具天才 他所从事的工作 就是删改一些 在思想上有害 但为了某种原因 仍需保留在 诗集上的诗歌 他们称之为 定稿本 这个大厅 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 还只不过是一个科 可说是整个纪录斯 这个庞大复杂的 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 上下左右 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 在从事各种各样 为数之多 无法想象的工作 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 里面有边教排印人员 和设备讲究的 伪造照片的暗房 还有电视节目处 里面有工程师 制片人 各式各样的演员 他们的特长 就是模拟别人的声音 还有大批大批的资料员 他们的工作是 开列英语收回的书籍 和期刊的清单 还有庞大的存档室 存放改正后的文件 隐蔽的锅炉 销毁原件 还有不知 为什么匿名的 指导的智囊人员 领导全部工作 决定方针政策 过去的这件事 应于保留 那件事应于篡改 另外一件又应抹去痕迹 不过说到底 纪录司本身 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 而真理部的主要任务 不是改写过去的历史 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 提供报纸 电影 教科书 电视节目 戏剧 小说 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一切情报 教育或娱乐 从一个塑像 到一句口号 从一首抒情诗 到一篇生物学论文 从一本学童拼字书 到一本新话词典 真理部不仅要满足 党的五花八门的需要 而且也要全部另搞一套 低级的东西 供无产阶级享用 因此 另设一系列不同的部门 负责无产阶级文学 戏剧 音乐 和一般的娱乐 出版除了体育运动 雄杀犯罪 天文星象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 无聊报纸 廉价的刺激小说 色情电影 《谜谜之音》 后者 这种歌曲 完全是用一种叫做 谱取器的特殊机器 用机械的方法 补写出来的 甚至有一个科 新话叫色科 专门负责生产 最低级的色情文学 密封发出 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 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 在温斯顿工作的时候 又有三条指示 从契利输送馆的口子里 送了出来 不过 他们都是一些简单的事 他在两分钟 仇恨打断他的工作之前 就把他们处理掉了 仇恨结束后 他又回到他的小办公室里 从书架上 取下新话词典 把听写器推开一边 擦了擦眼镜 着手做他这天上午主要的工作 工作是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他的大部分工作 都是单调枯燥的例行公事 但是其中 也有一些十分困难复杂的工作 你钻进去 就会忘掉自己 就好像钻进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一样 这是一些细腻微妙的伪造工作 除了你自己对应设原则的理解 和你自己对党要你说些什么话的估计以外 没有什么东西可做你的指导 温斯顿擅长于这样一类的工作 有一次甚至要他改正 泰晤士报完全用新话写的社论 他现在打开他原先放在一边的那份指示 上面是 泰晤士3.12.83 报道 老大命令双家不好 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用老话 也就是标准英语 可以译为 1983年12月3日 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命令的消息极为不妥 因为他提到不存在的人 全部重写 在存档前将你草稿送上级审查 温斯顿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报道 原来老大哥的命令主要是表扬一个叫做FFCC的组织的工作的 该组织的任务是为水上堡垒的水兵供应香烟和其他物品 有个名叫维瑟斯同志的核心党高级党员受到了特别表扬 并授予他一枚二级特殊寻章 三个月以后FFCC突然解散 原因未加说明 可以断定 维瑟斯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失宠了 但是在报上或电幕上对此都没有报道 这是意料中的事 因为对政治犯一般并不经常进行公开审判 或者甚至公开谴责的 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大清洗 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 让他们摇尾起连地认罪 然后加以处决 这样专门摆不出来给大家看 是过一两年才有一遭的事 比较经常的是 干脆让招党不满的人就此失踪 不知下落 谁也一点不知道 他们究竟遭到什么下场 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死 温斯顿相识的人中 先后失踪的就有大约三十来个人 还不算他们的父母 温斯顿用一个纸匣子 轻轻地擦着他的鼻子 在对面那个小办公室中 铁洛逊同志仍在诡诀地对着听血气说话 他抬了一下头 眼镜上又闪出一下敌意的反光 温斯顿心里在寻死 铁洛逊在干的工作 是不是同他自己的工作一样 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困难的工作 是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负责的 但另一方面 把这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 又等于是公开承认要进行伪造 很可能现在有多到十几个人 在分别修改老大哥说过的话 将来由核心党内一个大智囊 选用其中一个版本 重新加以编辑 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 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 最后那个当选的谎言 就载入永久记录 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维瑟斯为什么失宠 也许是由于贪污 也许是由于失职 也许老大哥只是为了要除掉一个 泰德民心的夏季 也许维瑟斯或者他亲近的某个人 有倾向异端之嫌 也许这是可能性最大的 只是因为清洗和化为乌有 已成了政府运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 唯一真正的线索在于提到非人几个字 这表明维瑟斯已经死了 并不是凡是有人被捕 你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假定 有时他们获释出来 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 然后再被处决 也有很偶然的情况 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 忽然像鬼魂一样 出现了一次公开审判会上 他的供词又株连好几百个人 然后再销声匿迹 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了 但是维瑟斯已是一个非人 他并不存在 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因此温斯顿决定 精心改变老大哥发言的倾向是不够的 最好是把发言内容 改为同原来话题完全不相干的事 他可以把发言内容 改为一般常见的 对叛国犯和思想犯的谴责 但这有些太明显了 而捏造前线的一场胜利 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生产的胜利 又会带来太复杂的修改记录工作 最好是来个纯粹虚构幻想 突然 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叫做奥吉尔维同志的人的形象 好像是现成的一样 这个人最近在作战中英勇牺牲 有的时候 老大哥的命令 是表扬某个低微的普通党员的 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的生与死 是值得别人仿效的榜样 今天他应该表扬奥吉尔维同志 不错 根本没有奥吉尔维同志这样一个人 但是只要印上几行字 伪造几张照片 就可以马上使他存在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 然后把听写器拉了过来 开始用大家听惯了的老大哥腔调口售起来 这个腔调既有军人味道又有血酒口气 而且由于使用先提问题 又马上加以回答的手法 同志们 我们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什么教训呢 教训 这也是应设的一个基本原则 是等等等等 很容易模仿 奥吉尔维同志在三岁的时候 除了一面鼓 一挺轻机枪 一架直升机模型以外 其他什么玩具都不要 六岁的时候 他参加了少年侦察队 这比一般要提早一年 对他特殊照顾 放宽规定 九岁担任队长 十一岁时 他在偷听到他的叔叔讲了他 觉得有罪的话以后 向思想警察做了揭发 十七岁时 他担任了少年反性同盟的区队长 十九岁时 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 被和平部采用 首次试验时 扔了一枚 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战俘 二十三岁时 他作战牺牲 当时他携带重要文件 在印度洋上空飞行 遭到敌人喷气及追击 他就身上系了机枪 跳出直升机 带着文件沉入海底 这一结局 老大哥说 不能不使人感到羡慕 老大哥还对奥吉尔维同志 一生的纯洁和忠诚 又说了几句话 他不沾烟酒 除了每天在健身房 做操的一小时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文娱活动 立事过独身生活 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 于一天二十四小时 全部奉工是不相容的 他除了应设原则以外 没有别的谈话题目 除了击败欧亚国敌人的搜捕 间谍 破坏分子 思想犯 叛国犯以外 没有别的生活目的 温斯顿考虑了很久 要不要授予奥吉尔维同志特殊勋章 最后决定还是不给他 因为这会需要进行 不必要的反复核查 他又看一眼 对面小办公室里的那个对手 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 铁洛逊一定也在干他同样的工作 没有办法知道 究竟谁的版本最后得到采用 但是他深信 一定是自己的那个版本 一个小时以前 还没有想到过的奥吉尔维同志 如今已成了事实 他觉得很奇怪 你能够创造死人 却不能创造活人 在现实中 从来没有存在过的 奥吉尔维同志 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之中 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后 他就会像查理曼大王 或者凯撒大帝一样 真实的存在 所根据的是同样的证据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在地下深处 天花板滴滴的食堂里 午饭的队伍挪动得很慢 屋子里已经很满了 人声喧哗 柜台上铁窗里面 炖菜的蒸汽往外直冒 带有一种铁星的酸味 却盖不过胜利盘 杜松子酒的酒气 在屋子的那头 有一个小酒吧 其实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小洞 花一较钱 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 温斯顿背后有人说 他转过身去 原来是他的朋友赛麦 是在研究室工作的 也许确切地说 谈不上是朋友 如今时事 没有朋友 只有同志 不过 同某一些同志来往 比别的同志愉快一些 赛麦是个语言学家 新画专家 说实在的 他是目前一大批 正在编辑新画词典 十一版的专家之一 他个子很小 比温斯顿还小 一头黑发 眼睛突出 带有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 在他同你说话的时候 他的大眼睛 似乎在仔细地探索着你的脸 我想问你一下 你有没有刀片 他说 一片也没有 温斯顿有些心虚似的急忙说 我到处都问过了 他们不再存在了 人人都问你要刀片 事实上 他攒了两片没有用过的刀片 几个月来 刀片一直缺货 不论什么时候 总有一些必需品 党营商店里无法供应 有时是扣子 有时是线 有时是鞋带 现在是刀片 你只有偷偷摸摸地 到自由市场上去逃 才能搞到一些 我这一片 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 他不真实地补充一句 队伍又往前进了一步 他们停下来时 他又回过头来对着赛麦 他们两人都从柜台边上 一堆铁盘中 取了一只油腻腻的盘子 你昨天没有去看 吊死战俘吗 赛麦问 我有工作 温斯顿冷冷地说 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 这可太差劲了 赛麦说 他的嘲笑的眼光 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 我知道你 他的眼睛似乎在说 我看穿了你 我很明白 你为什么不去看吊死战俘 以一个知识分子来说 赛麦思想正统 到了恶毒的程度 他常常会幸灾乐祸 令人厌恶地谈论直升机 对敌人村庄的袭击 思想犯的审讯和招供 有外部地下势里的处决 同他谈话 主要是要设法 把他从这种话题引开去 尽可能用有关新化的技术问题 来套住他 因为他对此有兴趣 也是个权威 温斯顿把脑袋转开去一些 避免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索 掉得很干净利落 赛麦回忆说 不过我觉得他们把他们的脚绑了起来 这是美中不足 我喜欢看他们双脚乱蹦乱跳 尤其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 颜色发青 很轻很轻 我喜欢看这种小地方 下一个 穿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手中 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赛麦 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 那个工人 马上给他们的盘子里 成了一份中饭 一盒暗红色的炖菜 一块面包 一小块干烙 一杯无奶的胜利咖啡 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 在店幕下面 赛麦说 我们顺道带杯酒过去 成酒的缸子没有瓣 他们穿过人头寂寂的屋子 到了空桌边 在铁皮桌面上放下盘子 桌子一角 有人撒了一摊炖菜 黏乎乎的像呕吐出来的一样 温斯顿拿起酒杯 炖了一下 硬起头皮 咕噜一口 吞下了带油味的酒 他眨着眼睛 等泪水流出来以后 发现肚子已经饿了 就开始一勺一勺的吃起炖菜来 炖菜中除了稀乎乎以外 还有一块块软绵绵发红的东西 大概是肉做的 他们把小菜盒中的炖菜吃完以前 都没有再说话 温斯顿左边桌上 在他背后不远 有个人在喋喋不休的说话 声音粗雅 仿佛鸭子叫 在屋子里的一片喧哗声中 特别刺耳 此点进行的怎么样了 温斯顿大声说 要想盖过室内的喧哗 很慢 塞麦说 我现在在搞形容词 很有意思 一提到新话 他的精神马上就来了 他把菜盒推开 一只细长的手 拿起那块面包 另一只手拿起干烙 身子向前抚在桌上 为了不用大声说话 第十一版是最后定稿本 他说 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 也就是大家都只用 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 我们的工作完成后 像你这样的人 就得从头学习 我敢说 你一定以为 我们主要的工作 是创造新词 一点也不对 我们是在消灭老词 几十个 几百个的消灭 每天在消灭 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 十一版中 没有一个词 在2050年以前会陈旧过时的 他狼吞虎咽的啃着他的面包 咽下了几大口 然后又继续说 带着学究式的热情 他的有黑瘦削的脸庞 开始活跃起来 眼光失去了嘲笑的神情 几乎有些梦意了 消灭词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 动词和形容词 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 也可以不要 不仅是同一词 也包括反义词 说真的 如果一个词 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 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 以好为例 如果你有一个好字 为什么还需要坏字 不好就行了吗 而且还更好 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 而另外一字却不是 再比如 如果你要一个比好更强一些的词 为什么要一连串向精彩出色 等等含混不清 毫无用处的词呢 加好就包含这一切意义了 如果还要强一些 就用双加好 倍加好 当然 这些形式 我们现在已经在采用了 但是在新画的最后版本中 就没有别的了 最后 整个好和坏的概念 就只用六个词来概括 实际上 只用一个词 温斯顿 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妙 当然 这原来是老大哥的主意 他事后补充说 一听到老大哥 温斯顿的脸上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色 一闪而过 但是赛脉还是马上察觉到缺乏一定的热情 温斯顿 你并没有真正领略到新画的妙处 他几乎悲哀的说 哪怕你用新画写作 你仍在用老画思索 我读过几篇 你有时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 这些文章写得不错 但他们是翻译 你的心里仍喜欢用老画 尽管它含糊不清 词意变化细微 但没有任何用处 你不理解消灭词汇的妙处 你难道不知道 新画是世界上唯一的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 当然 温斯顿不知道 他不敢说话 但愿自己脸上露出赞同的笑容 赛麦又咬一口深色的面包 嚼了几下 又继续说 你难道不明白 新画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 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 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 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 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 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 意义受到严格限制 一切附带含义都被消除忘掉 在十一版中 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 但这一过程 在你我死后还需要长期持续下去 词汇逐年减少 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 当然 即使在现在 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犯思想罪 这仅仅是个自觉问题 现实控制问题 但最终 甚至这样的需要也没有了 语言完善之时 即革命完成之日 新化即应设 应设即新化 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意神情补充说 温斯顿 你有没有想到过 最迟到2050年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能听懂我们现在这样的谈话 除了 温斯顿迟疑的说 但又闭上了嘴 到了他嘴边的话是 除了无产者 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 不完全有把握这句话 是不是有些不正统 但是赛麦已经猜到了 他要说的话 无产者不是人 他轻率的说 到2050年 也许还要早些 所有关于老化的实际知识 都要被消灭 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销毁 乔走 莎士比亚 米尔顿 拜伦 他们只存在于新化的版本中 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 而且改成了 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 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 甚至口号也要改变 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 你怎么还能叫 自由即奴役的口号 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 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 正统的意思是不想 不需要想 正统即没有意识 温斯顿突然相信 总有一天 塞麦要化为乌有 他太聪明了 他看得太清楚了 说得太直率了 党不喜欢这样的人 有一天他会失踪 这个结果清清楚楚的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烙 他坐在椅中 略为侧过身子去喝他的那杯咖啡 坐在他左边桌子上的那个嗓子刺耳的人 仍在喋喋不休的说着话 一个青年女人 大概是他的秘书 背对着温斯顿 坐在那里听他说话 对他说的一切话 似乎都表示很赞成 温斯顿不时地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 你说的真对 我完全同意你 这是个年轻 但有些愚蠢的女人嗓子 但是另外那个人的声音 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即使那姑娘插话的时候 也仍在喋喋不休 温斯顿认识那个人的脸 但是他只知道 他在小说司 具有一个重要的职位 他年约三十 猴头发达 嘴皮灵活 他的脑袋向后痒一些 由于他坐着的角度 他的眼镜有些反光 使温斯顿只看见两片玻璃 而看不见眼睛 使人感到有些受不了的事 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 发出来的声音中 几乎连一个字也听不清楚 温斯顿只听到过一句话 完全彻底消灭 国尔德斯坦因主义 这话说得很快 好像筑成一行的签字一样 完整一块 别的就完全是呱呱呱的噪声了 但是你虽然听不清那个人究竟在说些什么 你还是可以毫无疑问地了解他说的话的一般内容 他可能是在谴责国尔德斯坦因 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 他也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 这都没有什么不同 不论他说的是什么 你可以肯定每一句话都是纯粹正统的 纯粹英射的 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的嘴巴 忙个不停地在一张一合 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而是一种假人 说话的不是那个人的脑子 而是他的猴头 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是用词组成的 但不是真正的话 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来的闹声 像鸭子呱呱叫一样 塞麦这时沉默了一会儿 他拿着汤匙在桌上一摊 稀糊糊中话来话去 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个人 继续飞快地在哇哇说着 尽管室内喧哗还是可以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 塞麦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叫鸭话 就是像鸭子那样呱呱叫 这种词很有意思 它有两个相反的含义 用在对方这是骂人的 用在你同意的人身上 这是称赞 毫无疑问 塞麦是要化为乌有的 温斯顿又想 他这么想是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悲哀 尽管他明知塞麦瞧不起他 有点不喜欢他 而且完全有可能 只要他认为有理由 就会揭发他是个思想犯 反正塞麦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 他也说不上来 塞麦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 谨慎 超脱 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 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 他相信英社的原则 他尊敬老大哥 他欢庆胜利 他憎恨一端 不仅出于真心诚意 而且有着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情 了解最新的情况 而这是普通党员所得不到的 但是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靠不住的样子 他总是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 他读书太多 又常常光顾隶数咖啡馆 那是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地方 并没有法律 哪怕是不成文的法律 禁止你光顾隶数咖啡馆 但是去那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的 一些遭到谴责的党的创始领导人 在最后被清洗之前常去那个地方 据说 国尔德斯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 那是好几年 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 赛麦的下场是不难预见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赛麦发掘他的温斯顿的隐藏的思想 哪怕只有三秒钟 他也会马上向思想警察告发他 不过 别人也会一样 但是赛麦尤其会如此 光有热情还不够 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 赛麦抬起头来 拍训次来了 他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赛麦抬起头来 拍训次来了 他说 他的话声中似乎有这样的意思 那个可恶的大傻瓜 拍训次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 他真的穿过屋子过来了 他是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 淡黄的头发 青蛙一样的脸 才35岁 他脖子上和腰围上就长出一圈圈的肥肉来了 但是他的动作仍很敏捷 孩子气 他的整个外表像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 以致他虽然穿着制服 你仍然不由地觉得 他像穿着少年侦察队的 蓝短裤 灰衬衫 红领巾一样 你一闭起眼睛来想他 脑海里就出现胖乎乎的膝盖 和卷起袖子的又短又粗的胳膊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 只要一有机会 比如集体远足 或者其他体育活动时 他就总穿上短裤 他愉快地叫着 Hello 向他们两人打招呼 在桌边坐了下来 马上带来一股强烈的汗臭 他的红红的脸上满挂着汗珠 他出汗的本领非凡 在邻里活动中心站 你一看到球拍是湿的 就可以知道刚才他打过乒乓球 赛麦拿出一张纸来 上面有一长列的字 他拿着一支墨水铅笔在看着 你瞧他吃饭的时候也在工作 拍逊斯推一推温斯顿说 工作积极 啊 伙计 你看的是什么 对我这样一个粗人 大概太高深了 史密斯 我告诉你为什么到处找你 你忘记向我缴款了 什么款 温斯顿问 一边自动的去掏钱 每人的工资约有四分之一 得留起来 付各种各样的志愿捐献 明目之多 使你很难记轻 仇恨周的捐献 你知道 按住房分片的 我是咱们这一片的会计 咱们正在做出最大的努力 要做出成绩来 我告诉你 如果胜利大厦挂出来的旗帜 不是咱们那条街上最多的 那可不是我的过错 你答应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了两张 折皱油污的钞票 交给派逊斯 派逊斯用文盲的整齐字体 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还有伙计 他说 我听说我的那个小叫花子 昨天用弹弓打了你 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我对他说 要是他再那样 我就要把弹弓收起来 我想他大概是 因为不能去看吊死人 而有些不高兴 温斯顿说 啊是啊 我要说的就是 这表示他动机是好的 是不是 他们两个都是淘气的小叫花子 但是说到态度积极 那就甭提了 整天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和打仗 你知道上个星期六 我的小女儿到伯克姆斯坦德 去远租市干了什么吗 他让另外两个女孩子 同他一起偷偷地离开了队伍 跟踪一个可疑的人 整整一个下午 他们一直跟着他两个小时 穿过树林 到了阿姆嘎姆后 就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他们为什么这样 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 拍讯斯继续得意洋洋地说 我的孩子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 比方说可能是跳伞空降的 但是关键在这里获洁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他对他的怀疑吗 他发现他穿的鞋子很奇怪 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别人穿这样的鞋子 因此很可能他是个外国人 七岁孩子 怪聪明的 是不是 那个人后来怎样了 温斯顿问 哦 这个我当然说不上来 不过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要是 拍讯斯做了一个步枪瞄准的姿态 嘴里咔嚓一声 好啊 塞麦心不在念地说 仍在看他那小纸条 头也不抬 当然 我们不能麻痹大意 温斯顿按照应尽的本分表示同意 我的意思是 现在正在打仗啊 拍讯斯说 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 他们脑袋上方的垫幕 发出了一阵喇叭声 不过这次不是宣布军事胜利 只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 同志们 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兴奋地说 同志们请注意 我们有个好消息向大家报告 我们赢得了生产战线上的胜利 到现在为止 各类消费品产量的数字说明 在过去一年中 生活水平提高了20%以上 今天上午 大洋国全国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 工人们走出了工厂 办公室 高举旗帜 在街头游行 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 为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表示感谢 根据已完成的统计 一部分数字如下 食品 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一词出现了好几次 这是富裕部最近爱用的话 拍讯色的注意力被喇叭声吸引住了以后 脸上就带着一种一本正经的呆像 一种受到启迪时的乏味神情 坐在那里听着 他跟不上具体数字 不过他明白 这些数字反正是应该使人感到满意的 他掏出一只肮脏的大烟斗 里面已经装了一半烧黑了的烟草 烟草定量供应一星期只有一百克 要装满烟斗很少可能 温斯顿在西胜利盘香烟 他小心地横着拿在手里 下一份定量供应要到明天才能买 而他只剩下四只烟了 这时他不去听远处的闹声 专心听店幕上发出的声音 看来甚至有人游行 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 提高到一星期二十克 他心里想 昨天还刚刚宣布定量 要减低到一星期二十克 相隔才二十四小时 难道他们就能忘掉了吗 是啊 他们硬是忘掉了 派讯斯就是很容易忘掉的 因为他像牲口一样愚蠢 旁边那张桌子上的 那个没有眼睛的人也狂热地热情地忘掉了 因为他热切地希望要把胆敢表示 上星期定量是三十克的人都揭发出来 化为乌有 赛麦也忘掉了 不过他比较复杂 需要双重思想 那么只有他一个人才保持记忆吗 电幕上继续不断地播送神话般的数字 同去年相比 食物 衣服 房屋 家具 铁锅 燃料 轮船 直升机 书籍 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 除了疾病犯罪发疯以外 什么都增加了 逐年逐月 每时每刻 不论什么人 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前进 像赛麦原来在做的那样 温斯顿拿起汤匙 站着桌子上那一滩灰色的黏乎乎 画了一道长线 构成一个图案 他不快地沉思着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直是这样的吗 他的饭一直是这个味道 他环顾食堂四周 一间天花板很低 挤得满满的屋子 由于数不清的人体接触 墙头发黑 破旧的铁桌 铁椅挨得很近 你坐下来就碰到别人的手肘 汤匙弯曲 铁盘凹凸 白缸子都很粗糙 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油腻腻的 每一条缝道里都挤满尘垢 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 劣质咖啡 刷锅水似的炖菜 和脏衣服混合起来的气味 在你的肚子里 在你的肌肤里 总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 一种你被骗掉了 有权利享受的东西的感觉 不错 他从来记不起 还有过什么东西 与现在大不相同 凡是他能够确切记得起来的 不论什么时候 总是没有够吃的东西 袜子和内衣裤总是有破洞 家具总是破旧不堪 房间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不暖 地铁总是拥挤 房子总是东到西歪 面包总是深色 茶总是喝不到 咖啡总是有股脏水味 香烟总是不够抽 除了人造 杜松子酒以外 没有东西是又便宜又多的 虽然这样的情况 必然随着你的体格衰老 而越来越恶劣 但是 如果你因为生活艰苦 污秽肮脏 物质匮乏而感得不快 为没完没了的寒冬 破烂的袜子 停开的电梯 寒冷的自来水 粗糙的肥皂 自己会掉烟丝的香烟 有股奇怪的 难吃味道的食物 而感得不快 这岂不是说明 这样的情况 不是事物的天然规律 除非 你有一种古老的回忆 记得以前事情不是这样的 否则的话 你为什么要觉得 这是不可忍受的呢 他再一次环顾了 食堂的四周 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 即使穿的不是蓝制服 也仍旧会是丑陋的 在房间的那头 有一个个子矮小 奇怪的像个小甲壳虫一样的人 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咖啡 他的小眼睛东张西望 充满怀疑 温斯顿想 如果你不看一下周围 你就会很容易相信 党所树立的模范体格 魁梧高大的小伙子和胸脯高耸的姑娘 金黄的头发 健康的肤色 生气勃勃 无忧无虑是存在的 甚至是占多数 实际上 从他所了解的来看 一号空降场 大多数人是矮小难看的 很难理解 各部 竟近是那种甲壳虫一样的人 又矮又小 没有到年纪就长胖了 四肢短小 忙忙碌碌 动作敏捷 胖胖的 没有表情的脸上 眼睛又细又小 在党的统治下 似乎这一类型的人 繁殖得最快 副育部的公告结束时 又是一阵喇叭声 接着是很轻声的音乐 派逊斯在一连串数字的刺激下 稀里糊涂的感到有些兴奋 从嘴上拿开烟斗 副育部今年工作做得不坏 他赞赏了摇一摇头 我说 史密斯伙计 你有没有刀片 能给我用一用 一片也没有 温斯顿说 我自己六个星期以来 一直在用这一片 哦 那没关系 我只是想问一下伙计 对不起 温斯顿说 隔壁桌上那个呱呱叫的声音 由于副育部的公告而暂时停了一会儿 如今又恢复了 像刚才一样大声 温斯顿不知怎么突然想起 拍讯斯太太来 想到了她的稀疏的头发 脸上皱纹里的成垢 两年之内 这些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 拍讯斯太太就会化为乌友 赛麦也会化为乌友 温斯顿也会化为乌友 奥伯良也会化为乌友 而拍讯斯却永远不会化为乌友 那个呱呱叫的 没有眼睛的家伙 不会化为乌友 那些在各部迷宫般的走廊里 忙忙碌碌的 来来往往的小甲壳虫式的人 也永远不会化为乌友 那个黑发姑娘 那个小说丝的姑娘 她也永远不会化为乌友 她觉得她凭本能就知道 谁能生存 谁会消灭 尽管究竟靠什么才能生存 则很难说 这时 她猛的从沉思中醒了过来 原来隔桌的那个姑娘 转过一半身在看她 就是那个黑头发姑娘 她斜眼看着她 不过眼光盯得很紧 令人奇怪 她的眼光一与她相遇 就转了开去 温斯顿的脊梁上 开始渗出冷汗 她感到一阵恐慌 这几乎很快就过去了 不过留下一种不安的感觉 久久不散 她为什么看着她 她为什么到处跟着她 遗憾的是 她记不得她来食堂的时候 她是不是已经坐在那张桌子边上了 还是在以后才来的 但是不管怎样 昨天在举行两分钟仇恨的时候 她就坐在她的后面 而这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很可能她的真正目的 是要窃听她 看她的叫喊 是否够起劲 她以前的念头又回来了 也许她不一定是思想警察的人员 但是正是业余的特务最为危险 她不知道 她看着她有多久了 也许有五分钟 很可能 她的面部表情没有完全控制起来 在任何公共场所 或者在店幕的事业范围内 让自己的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 最容易暴露的 往往是你不注意的小地方 神经的抽搐 不自觉的发愁脸色 自言自语的习惯 凡是显得不正常 显得要想掩饰什么事情 都会使你暴露 无论如何 脸上表情不适当 例如在听到胜利公告时 露出不信的表情 本身就是一桩英语惩罚的罪行 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 叫做脸罪 那个姑娘又回过头来看她 也许她并不是真的在盯她的烧 也许她连续两天挨着她坐 只是偶然巧合 她的香烟已经熄灭了 她小心地把它放在桌子边上 如果她能使得烟丝不掉出来 她可以在下班后继续抽 很可能 隔桌的那个人 是思想警察的特务 很可能她在三天之内 要到有外部的地下室里去了 但是香烟屁股 却不能浪费 赛麦已经把她的那张纸条叠了起来 放在口袋里 拍讯斯又开始说了起来 我没有告诉过你伙计 她一边说 一边咬着烟斗 那一次 我的两个小叫花子 把一个市场上的老太婆的裙子烧了起来 因为他们看到 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 偷偷地跟着她会后 用一盒火柴放火烧她的裙子 我想把它烧得够厉害的 那两个小叫花子 可是积极地要命 这是他们现在在少年侦察队受到的第一流训练 甚至比我小时候还好 你知道他们给他们的最新配备是什么 插在钥匙孔里偷听的耳机 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 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 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到的大一倍 不过 当然了 这不过是一种玩具 不过 这个主意倒不错 对不对 这时 店幕上的哨子一声尖叫 这是回去上班的信号 三个人都站了起来 跟着大家去挤电梯 温斯顿香烟里剩下的烟丝都掉了下来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1984 由丁丁博奖 温斯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那是在三年前的一个昏暗的晚上 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狭窄的横街上 他站在一盏暗淡无光的街灯下面 靠墙以门而立 他的脸很年轻 粉抹得很厚 吸引我的 其实是那抹的粉 那么白 像个面具 还有那鲜红的嘴唇 党内女人是从来不涂脂抹粉的 街上没有旁人 也没有垫幕 他说两块钱 我就 他一时觉得很难继续写下去 就闭上了眼睛 用手指按着眼皮 想把那不断重现的景象挤掉 他忍不住想拉开嗓门 大声呼喊 口出脏言 或者用脑袋撞墙 把桌子踢翻 把墨水瓶向玻璃窗扔过去 总而言之 不论什么大吵大闹 或者能够使自己感到疼痛的事情 只要能够使他忘却那不断折磨他的记忆 他都肯干 他心里想 你最大的敌人 是你自己的神经系统 你内心的紧张 随时随地 都可能由一个明显的症状泄露出来 他想起几个星期以前 在街上碰到一个人 一个外表很平常的人 一个党员 言约三四十岁 身材瘦高 提着公式皮包 两人相聚 只有几米远的时候 那个人的左边脸上 忽然抽搐了一下 两人擦身而过的时候 他又有这样一个小动作 只不过抽了一下 颤了一下 像照相机快门咔嚓一样的快 但很明显的 可以看出这是习惯性的 他记得当时自己就想 这个可怜的家伙完了 可怕的是 这个动作很可能是不自觉的 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 就他所知 对此无法预防 他吸了一口气 又继续写下去 我同他一起进了门 穿过后院 到了地下室的一个厨房里 靠墙有一张床 桌上一盏灯 灯火撵得低低的 他 他咬紧了牙齿 感到一阵难受 他真想吐口唾沫 他在地下室厨房里 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同时又想起了 他的妻子 Cathleen 温斯顿是结了婚的 反正是结过婚的 也许他现在 还是结了婚的人 因为就他所知 他的妻子还没有死 他似乎又呼吸到了 地下室厨房里 那股闷热的气味 一种臭虫 脏衣服 恶着的廉价香水 混合起来的气味 但是还是很诱人 因为党里的女人 都不用香水 甚至不能想象 他们会那样 只有无产者用香水 在他的心中 香水气味 总是不可分解的 同思通连在一起的 他搞这个女人 是他约摸两年以来 第一次行为尸检 当然 玩妓女是禁止的 但是这种规定 你有时是可以 鼓起勇气来违反的 这事是危险的 但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玩妓女被逮住 可能要判处 强制劳动五年 如果你没有其他过错 仅此而已 而且 这也很容易避免 被当场逮住 贫民区里 竟是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 有的甚至 只要一瓶杜松子酒 因为无产者 是不得买这种酒喝的 暗地里 党甚至鼓励卖银 以此作为发泄 不能完全压制的 本能的出路 一时的荒唐 并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这是偷偷摸摸搞的 没有什么乐趣 而且搞的 只是受鄙视的 下层接近的女人 党员之间的乱搞 才是不可宽恕的罪行 但是很难想象 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 尽管历次大清洗中的被告 都一律公认 犯了这样的罪行 党的目的 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 结成可能 使他无法控制的 世盟关系 党的真正目的 虽然未经宣布 实际上 是要使性行为 失去任何乐趣 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 还是婚姻关系以内 敌人 与其说是爱情 不如说是情欲 党员之间的婚姻 都必须得到 为此目的而设立的 委员会的批准 虽然从来没有说明过 原则到底是什么 如果有关双方 给人以他们在肉体上 互相吸引的印象 申请总是遭到拒绝 唯一得到承认的 结婚目的是 生儿育女 为党服务 性交 被看成是一种 令人恶心的小手术 就像灌场一样 不过 这也是从来没有明确的说过 但是用间接的方法 从小就灌输在 每一个党员的心中 甚至有像少年 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 提倡两性 完全过独身生活 所有儿童 要用人工兽精 新话叫人兽的方法生育 由公家抚养 温斯顿也很明白 这么说并不是很认真歧视的 但是这反正与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 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 如果不能扼杀的话 就要使他不正常 肮脏化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觉得这样是很自然的事 就女人而论 党在这方面的努力 基本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到了凯瑟琳 他们分手大概有九五年 十年快十一年了 真奇怪 他很少想到他 他有时能够一连好几天 忘记掉自己结过婚 他们一起只过了大约十五个月的日子 党不允许离婚 但是如果没有子女 却鼓励分居 凯瑟琳是个头发蛋黄 身高体质的女人 动作干净利落 她长长的脸轮廓鲜明 要是你没有发现这张脸的背后 几乎是空空洞洞的 你很可能称这种脸是高尚的 在他们婚后生活的初期 他很早就发现 尽管这也许是因为 他对他比对他所认识大多数人 更有亲密的了解机会 他毫无例外的 是他所遇到过的人中 头脑最愚蠢 庸俗空虚的人 他的头脑里 没有一个思想不是口号 只要是党告诉他的蠢话 他没有绝对没有不盲目相信的 他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人体录音带 然而要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 他仍是可以勉强 同他一起生活的 那件事情就是性生活 他一碰到他 他就仿佛要往后退缩 全身肌肉紧张起来 搂抱他像搂抱木头人一样 奇怪的是 甚至在他主动抱紧他的时候 他也觉得他同时在用全部力气推开他 他全身肌肉僵硬 使他有这个印象 他常常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既不抗拒也不合作 就是默默忍受 这使人感到特别尴尬 过了一阵之后 甚至使人感到吃不消 但是即使如此 他也能够勉强同他一起生活 只要事先说好不同房 但是奇怪的是 凯瑟琳居然反对 他说他们只要能够做到 就要生个孩子 这样一星期一次 相当经常的 只要不是办不到 这样的情况就要重演一次 他甚至常常在那天早晨就提醒他 好像这是那一天晚上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可不能忘记的一样 他提起这件事来 有两个称呼 一个是生个孩子 另一个是咱们对党的义务 真的 他确实是用了这句话 不久之后 指定的日期一临近 他就有了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 幸而没有孩子出事 最后他同意放弃再世 不久之后 他们俩就分手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口气 他又提起笔来写道 他一头倒在床上 一点也没有什么预备动作 就马上撩起了裙子 这种粗野可怕的样子 是你所想象不到的 我 他又看到了 他在昏暗的灯光中 站在那里 鼻尖里闻到臭虫和廉价香水的气味 心中有一种失败和不甘心的感觉 甚至在这种时候 他的这种感觉 还与对凯瑟琳的白痴的肉体的想念 挣扎在一起 尽管他的肉体 已被党的催眠力量 所永远冰冻了 为什么总得这样呢 为什么他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女人 而不得不隔一两年去找一次这些烂乌货呢 但是真正的情和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党内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清心寡欲的思想 像对党忠诚一样 牢牢的在他们心中扎了根 通过早期的周密的灌输 通过游戏和冷水浴 通过在学校里 少年侦察队里和青年团里 不断向他们灌输的胡说八道 通过讲课 游行 歌曲 口号 军乐等等 他们的天性 已被扼杀得一干二净 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己 一定会有例外的 但是他的内心却不相信 他们都是攻不破的 完全按照党的要求那样 他与其说 要有女人爱他 不如说是更想推倒那道真洁的墙 哪怕毕生只有一次 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 性欲是思想罪 即使是唤起凯瑟琳的欲望 如果他能做到的话 也像是诱奸 尽管他是自己的妻子 不过 剩下的故事 他得把它写下来 他写道 我燃亮了灯 我在灯光下看清他时 在黑暗里待久了 煤油灯的微弱亮光 也似乎十分明亮 他第一次可以好好地看一看的女人 他已经向前走了一步 这时又停住了 心里既充满了欲望 又充满了恐惧 他痛感到 他到这里来所冒的风险 完全有可能在他出去的时候 巡逻队会逮住他 而且他们可能这时已在门外等着了 但是如果他没有达到目的就走 这得写下来 这得老实交代 他在灯光下忽然看清楚的是 那个女人是个老太婆 他的脸上的粉抹得这么厚 看上去就像会折断的硬纸板做的面具那样 他的头发里有几柳白发 但真正可怕的地方是 这时他的嘴巴稍稍张开 里面除了是个漆黑的洞以外 没有别的 他满口没牙 他潦草的积极书写 我在灯光下看清了他 他是个很老的老太婆 至少有五十岁 可是我还是上前照干不务 他又把手指按在眼皮上 他终于把它写了下来 不过这仍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方法并不奏效 要提高嗓门大声叫骂脏话的冲动 比以前更强烈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温斯顿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有希望的话 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的话 希望一定在无产者身上 因为只有在内力 在这些不受重视的 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 在大洋国 这85%的人口中间 摧毁党的力量 才能发动起来 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 他的敌人 如果说有敌人的话 是没有办法纠结在一起 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 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 很可能是存在的 也无法想象 他的团圆能够超过 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 造反 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 声音中的一个变化 最多偶尔一声细语而已 但是无产者则不然 只要能够有办法 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 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 就像一匹马 颠动一下身子 把苍蝇赶跑 他们只要愿意 第二天早上 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 可以肯定的说 他们迟早会想到这么做的 但是 他记得有一次 他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 突然 前面一条横街上 有几百个人的声音 女人的声音 在大声叫喊 这是一种不可轻辱的 愤怒和绝望的大声叫喊 声音又大又深沉 哦 哦 哦 就像钟声一样 回荡很久 他的心 怦怦的跳 开始了 他这么想 发生了骚乱 无产者 终于冲破了羁绊 当他到出事的地点时 看到的却是 两三百个妇女 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 脸上表情凄惨 好像一条沉船上 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 原来是一片绝望 这时又分散成为 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 原来是有一个货摊 在卖铁锅 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憋脚货 但是吹石用具 不论哪种都一直很难买到 卖到后来 货源忽然中断 买到手的妇女 在别人的推嗓拥挤之下 要想拿着买到的锅子 赶紧走开 其他许多没有买到的妇女 就围着货汤叫嚷 责怪摊贩开后门 另外留着锅子不卖 又有人一阵叫嚷 有两个面红耳赤的妇女 其中一个披头散发 都抢着一只锅子 要想从对方的手中躲下来 他们两人抢来抢去 锅吧就掉了下来 温斯顿厌恶地看着他们 可是就在刚才一刹那 几百个人的嗓子的叫声里 却表现了几乎令人可怕的力量 为什么他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 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 就永远不会造反 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他想 这句话简直像从党的教科书里抄下来的 当然党自称 正把无产者从羁绊下解放出来 在革命前 他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迫 他们挨饿挨打 妇女被迫到煤矿里去做工 事实上 如今妇女仍在煤矿里做工 儿童们六岁就被卖到工厂里 但同时 真是不失双重思想的原则 党又教导说 无产者天生低劣 必须用几条简单的规定 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 像牲口一样 事实上 大家很少知道无产者的情况 没有必要知道的太多 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殖 他们的其他活动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由于让他们去自生自长 像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样 他们又恢复到 合乎他们天性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自古以来的方式 他们生了之后 就在街头长大 十二岁去做工 经过短短一个美丽的情窦初开持期 在二十岁就结了婚 上三十岁就开始衰老 大多数人在六十岁就死掉了 重体力活 照顾家庭子女 同邻居吵架 电影 足球 啤酒 而尤其是赌博 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切 要控制他们并不难 总是有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 在他们中间活动 散布谣言 把可能具有危险性的少数人挑出来 消灭掉 但是没有做任何尝试 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 无产者不义有强烈的政治见解 对他们的全部要求是最单纯的爱国心 凡是需要他们同意加班 加点或者降低定量的时候 可以加以利用 即使他们有时候也感到不满 但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 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 他们只能小处着眼 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 大处的弊端 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 大多数无产者家中甚至没有垫幕 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们 伦敦犯罪活动很多 是小偷 匪徒 娼妓 毒贩 各种各样的骗子充斥的国中之国 但是由于这都发生在无产者圈子里 因此并不重要 在一切道德问题上 都允许他们按他们的老规矩办事 党在两性方面的禁欲主义 对他们是不适用的 乱交不受惩罚 离婚很容易 而且如果无产者有此需要 甚至也允许信仰宗教 他们不值得怀疑 正如党的口号所说 无产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下手去 小心地骚骚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 这地方又痒了起来 说来说去 问题总归是 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 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 这是他从 Passionstite那儿借来的 他开始把其中一节 抄在日记本上 从前 在伟大的革命以前 伦敦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 当时伦敦是个黑暗 肮脏 可怜的地方 很少有人食能果腹 衣能蔽体 成千上万的人 穷得足无顽旅 顶无骗瓦 还不及你们大的孩子 就得为凶残的老板 一天工作12小时 如果动作迟缓 就要遭到鞭打 每天只给他们吃 橙面包蟹和白水 但在那普遍贫困之中 却有几所有钱人住的 华丽的宅地 伺候他们的用谱 多达三十几人 这些有钱人叫做资本家 他们又胖又丑 面容凶恶 就像夏夜插图中的 那个人一样 你可以看到 他穿的是叫做大礼服的 长长的黑色上衣 戴的是叫做高礼帽的 像烟囱一样的 亮晶晶的奇怪帽子 这是资本家的制服 别人是不许穿的 资本家占有世上的一切 别人都是他们的奴隶 他们占有一切土地 房屋 工厂 钱财 谁要是不听他们的话 他们就可以把他投入监狱 或者剥夺他的工作 把他饿死 老百姓向资本家说话 得成皇成拱 鞠躬致敬 称他做老爷 资本家的头头叫国王 余下的他都心里有数 下面会提到 穿着细麻僧袍的主教 貂皮法袍的法官 手夹脚铐 踏车鞭斥 市长大人的宴会 跪稳教皇脚丫子的规矩 还有拉丁文叫做出业权的 在儿童教科书中 大概不会提到 所谓出业权 就是法律规定 任何资本家都有权 同在他的场中 做工的女人睡觉 这里边有多少是谎言 你怎么能知道呢 现在一般人的生活 比革命前好 这可能是确实的 唯一相反的证据 是你自己骨髓里的 无声的抗议 觉得你的生活条件 在无法忍受以前 一定有所不同的 这种本能感觉 他忽然觉得 现代生活中 真正典型的一件事情 倒不在于 他的残酷无情 没有保障 而是简单枯燥 暗淡无光 兴致索然 你看看四周 就可以看到 现在的生活 不仅同店幕上 滔滔不绝的谎言 毫无共同之处 而且同党 要想达到的理想 也无共同之处 甚至对一个党员来说 生活的许多方面 都是中性的 非政治性的 单纯的是 每天完成 单调乏味的工作 在地铁中 抢一个座位 捕鱼双破袜子 凯游一片糖精 节省一个烟头 而党所树立的理想 却是一种庞大 可怕 闪闪发光的东西 到处是一片 钢筋水泥 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 各个是骁勇的战士 和狂热的信徒 团结一致的前进 大家都思想一致 口号一致 始终不懈的 在努力工作 战斗 取胜 迫害 三亿人民 都是一张脸孔 而现实 却是城市破败阴暗 人民面有菜色 食不果腹 穿着破鞋 在奔波忙碌 住在十九世纪 东补西破的房子里 总有一股 烂白菜味 和尿骚臭 他仿佛 见到了一幅 伦敦的图景 大而无荡 到处残破 一个由一百万个垃圾桶 组成的城市 在这中间 又有拍讯次太太的 一幅照片 一个面容憔悴 头发稀疏的女人 毫无办法的 再拾着一条 堵塞的水管 他又伸下手 去搔一搔脚脖子 店幕日以继夜的 在你的耳边 刮糟着一些统计数字 证明今天人们 比五十年前吃得好 穿得暖 住得宽敞 玩得痛快 他们比五十年前 活得长寿 工作时间比五十年前短 身体比五十年前高大 健康强壮 日子比五十年前 过得快活 人比五十年前聪明 受到教育 比五十年前多 但没有一句话 可以证明是对的 或者是不对的 例如 党声称今天 无产者成人中 有百分之四十字 而革命前 只有百分之十五 党声称 现在婴儿死亡率 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 而革命前 是千分之三百 如此等等 这有点像两个未知数的 简单等式 很有可能 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 甚至人们毫无质疑的相信的事情 都完全出于虚构 谁知道 也许很有可能 从来没有像出业权那样的法律 或者像资本家那样的人 或者像高礼貌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 过去给抹掉了 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 谎言便变成了真话 他一生之中 只有一次掌握了进行伪造的 无可置疑的具体证据 那是在发生事情以后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这个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 停留了长达30秒钟之久 这大概是在1973年 反正是大概 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 不过真正重要的日期 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实际开始于60年代中期 也就是把革命元老 彻底消灭掉的大清洗时期 到1970年 除了老大哥以外 他们已一个不留了 到那个时候 他们都当作叛徒和反革命 被揭发出来 国尔德·史坦因逃走了 藏匿起来 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至于别人 有少数人就此消失了 大多数人在举行了 轰动一时的公开审判 公认了他们的罪行后被处决 最后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 他们是穷斯 阿龙逊 鲁瑟福 这三个人被捕 大概是在1965年 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 他们销声匿迹了一两年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死下落 接着又突然给带了出来 像灌肠那样的招了贡 他们公认通敌 那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 盗用公款 在革命之前 就开始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 进行破坏活动 造成好几十万人的死亡 在公认了这些罪行之后 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 恢复了党籍 给了听起来很重要 但实际上是挂名的闲差事 三个人都在泰晤士报写了长篇的检讨 检查他们堕落的原因和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 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 见到过他们三个人 他还记得 他当时怀着又惊又怕的心情 偷偷地观察他们 他们比他年纪大得多 是旧世界的遗老 是建党初期 争容岁月中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大人物 他们身上仍旧隐隐有着地下斗争 和内战时代的气氛 他觉得虽然当时对于事实和日期已经遗忘了 他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了 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几年 但是他们也是不法分子 敌人 不可接触者 绝对肯定要在一两年内送命的 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命运 他们不过是等待送回到坟墓中去的 行尸走肉而已 没有人坐在同他们挨着的桌边 在这种人附近出现不是一件聪明人该做的事 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 前面放着有丁香味的杜松子酒 那是那家咖啡馆的特色 这三人中鲁瑟福的外表是温斯顿最有深刻的印象 鲁瑟福以前是有名的漫画家 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曾经鼓舞过人民的热情 即使到了现在 他的漫画偶尔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 不过只是早期风格的模仿 没有生气 没有说服力 使人觉得奇怪 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谈 贫民窟 饥饿的儿童 巷站 带高礼帽的资本家 甚至在接累中资本家也带着高礼帽 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 不停地要想退回到过去中 他身材高大 一头油腻腻的灰发 面孔肉松皮皱 嘴唇突出 他以前身体一定很强壮 可现在却松松垮垮 鼓着肚子 仿佛要像四面八方散架一样 他像一座要倒下来的大山 眼看就要在你面前崩溃 这是十五点 这个寂寞的时间 温斯顿如今已记不得 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时辰 到咖啡馆去的 那地方几乎田无一人 店幕上在轻轻地播放着音乐 那三个人几乎动也不动地 坐在他们的角落里 一句话也不说 服务员自动地送上来 度松子酒 他们旁边桌上有个棋盘 棋子都放好了 但没有人下棋 这时 大约一共半分钟 店幕上忽然发生了变化 正在放着音乐换了调子 突如其来很难形容 这是一种特别的粗雅的 私教的嘲弄的调子 温斯顿心中所要听的黄色的调子 接着店幕上有人唱道 在遮音的栗树下 我出卖了你 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在那里 我们躺在这里 在遮音的栗树下 这三个人听了 闻思不动 但是温斯顿在看鲁瑟福的 疲惫的脸时 发现他的眼眶里满盈泪水 他第一次注意到 阿龙逊和鲁瑟福的鼻子 都给打瘪了 他心中不禁打了一阵寒碜 但是却不知道 为什么打寒碜 以后不久 这三个人又都被捕了 原来他们一放出来后 就马上又在搞新的阴谋 在第二次审判时 他们除了新罪行以外 又把以前的罪行招供一遍 新账老账一起算 他们被处决后 他们的下场记录在党史里 以敬后代校友 大约五年以后 即1973年 温斯顿在把契利书送馆 吐在他桌子上的 一叠文件打开的时候 发现有一张纸片 那显然是无意中夹在中间 而被遗忘的 他一打开 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 这是从十年前的一份 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 是该报的上半页 因此上面有日期 上面是一幅 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的集会上 代表们的照片 中间地位突出的是 琼斯、阿隆逊、鲁瑟福三人 一点也没有错 是他们三个人 反正照片下面的说明中 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 这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会上都共认 那一天 他们都在欧亚国境内 他们在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上起飞 到西伯利亚某个秘密地点 同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见面 把重要的军事机密泄露给他们 温斯顿的记忆中 很清楚的有那个日期的印象 因为那正好是中夏日 但是在无数的其他地方 一定也有这件事的记载 因此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 这些供词都是驱打成招的 当然 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 即使在那个时候 温斯顿也从来没有认为 在清洗中被扫除的人 确实犯了控告他们的罪行 但是 这张报纸却是具体的证据 这是被抹掉的过去的一个碎片 好像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 突然在不该出现的断层中出现了 推翻了地质学的某一理论 如果有办法公布于是 让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 这是可以使党化为积粉的 他原来一直在工作 一看到这张照片是什么 有什么意义 就马上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住 幸好他打开它时 从垫幕的角度来看 正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草稿本放在漆上 把椅子往后推一些 尽量避开垫幕 要保持面部没有表情不难 只要用一番功夫 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 但是你无法控制心脏跳动的速度 而垫幕却很灵敏 能够收听得到 他等了一会儿 估计大约有十分钟之久 一边却担心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将自己暴露 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过一阵风 然后他连那盖着的纸接也不接 就把那张照片和一些其他废纸 一股脑丢到忘怀洞里去 大概再过一两分钟 就会化为灰烬了 这是十年 不十一年以前的事 要是在今天 他大概会保留这张照片的 奇怪的是 今天这张照片 同他所记录的事件一样 也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事了 可是在手中遗留片刻这件事 在他看来仍旧似乎 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似的 他心里寻思 由于一直不再存在的证据 一度存在过 党对过去的控制 是不是不那么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 即使这张照片 有办法从死灰中复活 也可能不再成为证据了 因为在他发现照片的时候 大洋国已不再同欧亚国打仗 而这三个死人 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祖国的 从那时以后 曾有几次变化 两次 三次 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很可能 供词已一再改写 到最后 原来的日期和事物已毫无意义 过去 不但遭到了篡改 而且不断地在被篡改 最是他有噩梦感的是 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理解过 为什么要从事伪造 伪造过去的眼前利益比较明显 但最终动机却识人不解 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懂得方法 我不懂得原因 他心中寻思 他自己是不是个疯子 这 他已想过好几次了 也许所谓疯子 就是个人少数派 曾经有一个时候 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 是发疯的症状 而今天 相信过去不能更改 也是发疯的症状 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如果如此 他就是个疯子 不过 想到自己是疯子 并不使他感到可怕 可怕的是 他自己可能也是错的 他捡起儿童历史教科书 看一看卷手的老大哥相片 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 注视着他 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 压着你 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 压迫你的脑子 吓破你的胆子 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 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 到最后 党可以宣布 二加二等于五 你就不得不相信他 他们迟早会做此宣布 这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所处的地位 必然要求这样做 他们的哲学 不仅不言而喻的否认经验的有效性 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 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 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不那么想而要杀死你 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 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 二加二等于四呢 怎么知道地心引力发生作用呢 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 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 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 那怎么办 可是不行 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发的坚强起来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奥伯良的脸 这并不是明显的联想所引起的 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的知道 奥伯良站在他的一边 他是在为奥伯良 对奥伯良写日记 这像一封没有完的信 没有人会读 但是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 因而有了生气 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 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 他一想到他所面对的庞大力量 一想到党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 都能轻而易举地驳导他 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论点 他不仅不能理解 因此更谈不上反驳 心不觉一沉 但是他是正确的 他们错了 他是对的 必须捍卫显而易见 简单真实的东西 不言自明的一切道理是正确的 必须坚持 客观世界存在 他的规律不变 石头硬 水师 悬空的东西 掉向地球中心 他觉得他是在向奥伯良说话 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 于是写道 所谓自由 就是可以说 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承认这一点 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博奖 在一条小巷尽头的什么地方 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向街上传来 这是真咖啡 不是胜利牌咖啡 温斯顿不自觉地停下步来 大约有两秒钟之久 他又回到了他那遗忘过半的童年世界 接着是门砰的一响 把这香味给突然切断了 好像他是声音一样 他在人形变道上已经走了好几公里 静脉曲张发生溃疡的地方又在发痒了 三星期以来 今天晚上是他第二次没有到邻里活动中心站去 这是一件很冒失的事 因为可以肯定 你参加中心站活动的次数 都是有人仔细记下来的 原则上 一个党员没有空下的时间 除了在床上睡觉以外 总是有人作伴的 凡是不在工作 吃饭 睡觉的时候 他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的文艺活动 凡是表明有离群所居的爱好的事情 哪怕是独自去散步 都是有点危险的 新话中对此有个专门的词 叫孤生 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僻 但是今天晚上 他从布里出来的时候 四月的芬芳空气引诱了他 蓝色的天空是他今年以来 第一次看到比较有些暖意 于是突然之间 他觉得在中心站度过这个喧闹荣常的夜晚 玩那些令人厌倦吃力的游戏 听那些报告讲话 靠杜松子九 维持勉强的同志关系 都叫他无法忍受了 他在一时冲动之下 从公共汽车站走开 漫步走进了伦敦的迷魂镇寺的大街小巷 先是往南 然后往东 最后又往北 迷失在一些没有到过的街道上 也不顾朝什么方向走去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过 如果有希望的话 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他不断地回想起这句话 这说明了一个神秘的真理 明显的荒谬 他现在是在从前 曾经是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地方 以北和以东的一片褐色贫民窟里 他走在一条鹅卵石铺的街上 两旁是小小的两层楼房 破落的大门就在人行道旁 有点奇怪的 使人感到像耗子洞 在鹅卵石路面上 到处有一滩滩脏水 黑悠悠的门洞的里里外外 还有两旁的狭隘的漏像里 到处是人 为数之多令人吃惊 鲜花盛开一般的少女 嘴上涂着鲜艳的唇膏 追逐着他们的少年 走路摇摇摆摆的肥胖的女人 使你看到这些姑娘们 十年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 迈着八字脚来来往往的 驼背弯腰的老头 衣衫蓝缕的赤脚顽童 他们在污水潭中嬉戏 一听到他们母亲的怒吓又四散逃开 街上的玻璃窗 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打破的 用木板钉了起来 大多数人根本不理会温斯顿 有少数人小心翼翼的好奇的看她一眼 有两个粗壮的女人 两条像砖头一般发红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 在一个门口站着闲谈 温斯顿走近的时候 听到了他们谈话的片言之语 是啊 我对他说 这样好是好 我说 不过 要是你是我 你就也会像我一样 说别人很容易 我说 可是我要操心的事 你可没有 啊 另一个女人说 你说的对 就是这么一回事 刺耳的说话突然停止了 那两个女人在她经过的时候 怀有敌意的看着她 但是确切的说 这谈不上是敌意 只是一种警觉 暂时的僵化 像在看到不熟悉的野兽经过一样 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 党员的拦制服不可能是常见的 的确 让人看到自己出现在这种地方是不明智的 除非你有公务在身 如果碰上巡逻队 他们一定要查问的 给我看一看你的证件 好呀 同志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什么时候下班的 这是你平时回家的路吗 如此等等 并不是说有什么规定 不许走另一条路回家 但是如果思想警察知道了这件事 你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之间 整条街道骚动起来 四面八方都有报警的惊叫声 大家都像兔子一般窜进了门洞 有个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 从一个门洞中窜了出来 一把拉起一个在水潭中嬉戏的孩子 用围裙把他围住 又窜了回去 这一切动作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 与此同时 有个穿着一套像六脚手风琴似的黑衣服的男人 从一条小巷出来 他向温斯顿跑过来 一边紧张地指着天空 蒸汽机 他嚷道 小心手掌 头上有炸弹 快握倒 蒸汽机是无产者 不知为什么叫火箭炸弹的外号 温斯顿马上扑倒在地 碰到这种事情 无产者总是对的 他们似乎有一种直觉 在好几秒钟之前 能预知火箭射来 尽管火箭飞行的速度 照说要比声音还快 温斯顿双臂抱住脑袋 这时一声轰隆 仿佛要把人行道掀起来似的 有什么东西像阵雨似的吊在他的背上 他站起来一看 原来是附近窗口飞来的碎玻璃 他继续往前走 那颗炸弹把前面两百米外的一些房子炸掉了 空中高悬着一股黑烟柱 下面一片强灰腾空而起 大家已经开始团团围住那堆瓦砾了 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 也有一堆强灰 他可以看到中间有一道星红色的东西 他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只奇腕炸断的手 除了进手腕处血污一片 那只手完全苍白 没有血色 像石膏质的一样 他把它踢到边上 然后躲开人群 拐到右手的一条小巷里 三四分钟以后 他就离开了挨炸的地方 附近街道上人来人往 一如往常 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这时已快到二十点了 无产者光顾的小酒店里挤满了顾客 黑黑的弹簧门 不断地推开又关上 飘出来一阵阵尿骚臭 巨木屑 沉啤酒的味 有一所房子门口突出的地方 角落里有三个人紧紧地站在一起 中间一个人手中拿着一份折叠好的报纸 其他两个人伸着脖子 从他身后瞧那报纸 温斯顿还没有走近 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 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多么的全神贯注 他们显然在看一条重要的新闻 他走到 距他们只有几步远的之后 这三个人突然分了开来 其中两个人发生了激烈争吵 看上去 他们几乎快要打了起来 你他妈的不能好好的听我说吗 我告诉你 一年零两个月以来 莫尾是七的号码 没有中过彩 中过了 不 没有中过 我家里全有 两年多的中彩号码 全都记在一张纸上 我一次不插 一次不漏 都记下来了 我告诉你 莫尾是七的号码 没有 中过了 七字中过了 我可以把他妈的那个号码告诉你 407 最后一个数目是七 那是在二月里 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操你奶奶的二月 我都记下来了 白纸黑字 一点不差 我告诉你 哎 别吵了 别吵了 第三个人说 他们是在谈论彩票 温斯顿走到30米开外 又回头看 他们仍在争论 一脸兴奋认真的样子 彩票每星期开奖一次 奖金不少 这是无产者 真正关心的一件大事 可以这么说 对好几百万无产者来说 彩票如果不是他们仍旧活着的唯一理由 也是主要的理由 这是他们人生乐趣 他们的一时荒唐 他们的止痛药 他们的脑力刺激剂 一碰到彩票 即使是目不时钉的人 也似乎运算娴熟 记忆惊人 有整整一大帮人 就靠介绍押宝方法 预测中奖号码 都受吉利信物为生 温斯顿 温斯顿同经营彩票无关 那是富裕部的事 但是他知道 党内的人都知道 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 实际付的只是一些末奖 头二三等奖的得主 都是不存在的人 由于大洋国各地之间 没有相互联系 这件事不难安排 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话 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你的死抱住这一点 你把他用话说出来 听起来就很有道理 你看一看人心道上 走过你身旁的人 这就变成了一种信仰 他拐进去的那条街 往下坡走 他觉得他以前 曾经来过这一带 不远还有一条大街 前面传来了一阵叫喊的声音 街道转了一个弯 尽头的地方是一个台阶 下面是一个低洼的小巷 有几个摆摊的 在卖发尼尔的蔬菜 这时温斯顿记起了 他身在什么地方 这条小巷通到大街上 下一个拐角 走不到五分钟 就是他买那个空白本子 当做日记本的旧货铺了 在不远的一家文具铺里 他曾经买过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停了一会儿 小巷的那一头 是一家昏暗的小酒店 窗户看上去结了霜 其实只不过是急了沉够 一个年纪很老的人 虽然腰板挺不起来 动作却很皎洁 白色的胡子向前挺着 好像鸣虾的胡子一样 他推开了弹簧门 走了进去 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 忽然想起这个老头 已经至少有80岁了 革命的时候已入中年 他那样的少数几个人 现在已成了同消失了的资本主义 世界的最后联系了 思想在革命前已经定型的人 在党内已经不多 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清洗时期 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灭掉 少数侥幸活下来的 也早已吓怕 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 活着的人中 能够把本世纪初期的情况 向你做一番如实的介绍的 如果有的话 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 突然之间 温斯顿的脑海里 又浮现了他从历史教科书上 抄在日记中的一段话 他一时冲动 像发疯一样 他要到那酒店里去 同那个老头搭讪 询问他一个究竟 他要这么对他说 请你谈谈你小时候的事 那时候的日子怎么样 比现在好 还是比现在坏 他急急忙忙的走下台阶 穿过狭窄的小巷 唯恐晚了一步 心中害怕起来 当然 这样做是发疯 案里并没有具体规定 不许同无产者交谈 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店 但是这件事太不平常 必然会有人注意到 如果巡逻队来了 他可以说是因为 感到突然头晕 不过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 他推开门 迎面就是一阵 走气啤酒的干烙一般的恶臭 他一进去 里面谈话的嗡嗡声 就低了下来 他可以觉察到 背后人人都在看他的蓝制服 屋里那一头 原来有人在玩的投标游戏 这时也停了大约有三十秒钟 他跟着进来的那个老头 站在柜台前 同酒宝好像发生了争吵 那个酒宝是个体格魁梧的年轻人 长着阴沟鼻 胳膊粗壮 另外几个人手中拿着啤酒杯 围着看他们 我不是很客气地问你吗 那个老头说 狠狠地挺起腰板 你说这个老神子鬼地方 没有一瓶托装的杯子 他妈的什么叫一瓶托 酒宝说 手指尖按着柜台 身子向前靠 听他说的 亏他是个当酒宝的 却不知道一瓶托有多少 告诉你 一瓶托是四分之一夸特 四夸特等于一加轮 再下去就得教你ABC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 酒宝愤愤地说 一公升半公升 我们是按这样计算的 你前面架子上的玻璃杯就是 我要喝一瓶托 那个老头坚持说 你给我倒一瓶托还不容易 我年轻的时候 可不用他妈的公升 你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住在树上 那酒宝瞥一眼旁人说 接着是一阵哄笑 温斯顿进来时 造成的不安之感似乎消失了 那老头竟是白胡子茶的脸 顿时泛起了红色 他喃喃地自言自语 转过身去 一头撞在温斯顿身上 温斯顿轻轻地掺住他的胳膊 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他问 你是个上等人 那老头说 又挺起了腰板 他好像没有注意到 温斯顿的蓝制服 一瓶托 他气势汹汹地对酒宝说 一瓶托啤酒 那酒宝在柜台下面水桶里 涮了两个厚玻璃杯 然后各倒了半公升的深褐色啤酒 在无产者酒店里 你只能喝到啤酒 照理 无产者是不许喝杜松子酒的 但是实际上 他们很容易搞到 投标游戏又开始了 在柜台前面的人 又开始谈论其彩票来 温斯顿的出场 给暂时忘却了 在窗户底下 有一张松木板桌子 他和那个老头 可以在那里说话 不怕别人听到 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 但是无论如何 酒店里没有垫幕 这是他一进来就弄清楚的 他满可以给我倒一瓶托的 那个老头拿着啤酒杯坐下后 还嘟嘟囔囔的说 半公升不够 不过瘾 一公升又太多 尽撒尿了 更别提钱了 从你年轻时候起 你一定见过不少变化了 温斯顿试探的说 老头的淡蓝色眼睛 从投标板转到柜台 又从柜台转到厕所门 好像他是等待酒店里 发生变化似的 那时啤酒可以现在好 他最后说 价钱也便宜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淡啤酒 我们叫咕噜 四便是一品托 那当然是在占钱 哪一次占钱 温斯顿问道 不管哪一次占钱 老头含糊地说 他拿起酒杯 又挺起腰板 祝你健康 他咕噜咕噜地喝着 瘦瘦的脖子上 喉结上下移动 速度惊人 一会儿后 啤酒就喝光了 温斯顿到柜台那里 又拿回两杯半公升的啤酒来 老头似乎忘记了自己 不愿喝足一公升的话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你的年龄比我大多了 温斯顿说 我还没有生下来 你一定已长大了 你一定记得 革命前的日子是怎样的 像我这般年龄的人 对那个时候 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 我们只能从书本里看到 而书本子里讲的不一定对啊 我很想听你说说 历史书上说 革命前的生活 同现在很不一样 那时候 大家都吃苦受罪 那种日子 你想也想象不出 在伦敦这里 很多的人一辈子 没有吃饱过肚子的时候 有一半的人打赤脚 没有鞋子穿 他们一天做工12个小时 9岁就离开学校 一间屋子睡10个人 但却有很少数人 只有少数几千人 他们叫资本家的 有钱又有事 什么好东西都是他们的 他们住在高楼大厦里 有30个仆人伺候他们 出入都坐汽车 或者四驾马车 喝的是香槟酒 带的是高礼帽 老头突然眼睛一亮 高礼帽 他说道 说来奇怪 你提到高礼帽 我昨天还想到他 不知为什么 我忽然想到 我已有多少年 没有见到高礼帽了 过时了 高礼帽 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 是参加我小姨子的葬礼 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可惜我说不好是哪一年了 至少是50年前的事了 当然了 你知道 我只是为了参加葬礼 才去租来带的 倒不是高礼帽有什么了不起 温斯顿耐心的说 问题是 那些资本家 他们还有少数一些 靠他们为生的律师 牧师等等的人 是当家做主的 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处 你 一个普通老百姓 工人 是他们的奴隶 他们对你们这种人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们可以把你们 当做牲口一样 运到加拿大去 他们高兴的话 还可以跟你们的闺女睡觉 他们可以叫人 用九尾鞭打你们 你们见到他们 得脱帽鞠躬 资本家每人都带着一帮走狗 老头眼睛又一亮 走狗 他说道 这个名称 我可有好久没有听到了 走狗 这常常叫我想起从前的事来 我想起 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 我有时星期天下午 常常到海的公园 去听别人在那里讲话 救世君 天主教 犹太人 印度人 各种各样的人 有一个家伙 我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可真会讲话 他讲话一点也不对他们客气 走狗 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 统治阶级的狗腿子 还有一个名称是寄生虫 还叫猎狗 他真的叫他们猎狗 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公道 温斯顿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我要想知道 他说 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比那个时候更自由 他们带你更像人 在从前有钱人上层的人 跪于足远 老头缅怀往事的说 好吧 就说贵族愿吧 我要问的是 那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钱 而你没有钱 可以把你看作敌人一等 比如说 你碰到他们的时候 你得叫他们老爷 脱帽鞠躬 是不是这样 老头似乎在苦苦思索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 才作答 是啊 他说 他们喜欢你见到他们脱帽 这表示尊重 我本人是不赞成那样做的 不过我还是经常这样做 你不得不这样 可以这么说 那些人和他们的人 是不是常常把你从人行道上推到马路中间去 这只不过是从历史书上看到 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 老头说 我还记得很清楚 仿佛是昨天一般 那是举行滑艇赛的晚上 在滑艇赛的晚上 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 我在沙夫斯柏雷街上 遇到了一个年轻人 他是个上等人 穿着白衬衫 戴着高礼帽 外面一件黑大衣 他有点歪歪斜斜的在人行道上走 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 他说 你走路不长眼睛吗 我说 你这人行道又不是你的 他说 你在顶嘴 我宰了你 我说 你喝醉了 我给你半分钟时间 快滚开 说来不信 他举起手来朝我当胸一推 几乎把我推到一辆公共汽车的鼓入下面 那时候我还年轻 我气上心来 正想还手 这时 温斯顿感到无可奈何 这个老头的记忆里 只有一堆细枝末节的垃圾 你问他一天 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党的历史书可能仍是正确的 也许甚至是完全正确的 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可能我没有把话说清楚 他说 我要说的是 你年纪很大 有一半是在革命前经过的 比方说 在1925年的时候 你已几乎是个大人了 从你所记得的来说 你是不是可以说 192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 还是坏 要是可以任你挑选的话 你愿意过当时的生活 还是过现在的生活 老头沉思不语 看着那头标板 他喝完啤酒 不过喝得比原来要慢 等他说话的时候 他有一种大度安详的神情 好像啤酒使他心平气和起来一样 我知道你要我说的是什么 他说 你要我说想烦老还童 大多数人如果你去问他 都会说想烦老还童 年轻的时候 身体健康 劲儿又大 到了我这把年纪 身体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 我的腿有毛病 膀胱又不好 每天晚上要起床六七次 但是年老有年老的好处 有的事情 你就不用担心发愁了 同女人没有来往 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有快三十年 没有同女人睡觉了 你信不信 而且我也不想找女人睡觉 温斯顿向窗台一靠 再继续下去 没有什么用处 他正想要再去买杯啤酒 那老头忽然站了起来 烈烈切切的快步向屋子边上 那间发出尿骚臭的厕所走去 多喝的半公升 已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 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 发呆地看着他的空酒杯 后来也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双腿已把他送到了外面的街上 他心里想 最多再过二十年 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 这个简单的大问题就会不再需要答复了 事实上 即使现在 这个问题也是无法答复的 因为 从那古代世界过来的 零零星星少数几个幸存者 没有能力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 他们只记得 许许多多没有用处的小事情 比如说 同伙伴吵架 寻找丢失的自行车打气筒 早已死掉的妹妹脸上的表情 七十年前 一天早晨刮风时卷起的尘土 但是 所有重要有关的事实 却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 他们就像蚂蚁一样 可以看到小东西 却看不到大的 在记忆不到 而书面记录又经常 篡改伪造的这样的情况下 党声称 他已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你就得相信 因为不存在 也永远不会存在 任何可以测定的比较标准 这时他的思路忽然中断 他停下步来 抬头一看 发现自己是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 两旁的住房之间 零零星星 有几家黑油油的小铺子 他的头顶上面 挂着三个褪了色的铁球 看上去 以前曾经是度过金的 他觉得认识这个地方 不错 他又站在买那本 日记本的旧货铺门口了 他心中感到一阵恐慌 当初买那本日记本 本来是件够冒失的事 他心中曾经发誓 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 可是他一走神 就不知不觉地走到这个地方来了 他开始记日记 原来就是希望以此 来提防自己发生这种自杀性的冲动 他同时注意到 虽然时间已经快到21点了 这家铺子还开着门 他觉得 还是到铺子里面去好 这比在外面人星道上徘徊 可以少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他就进了门去 如果有人问他 他满可以回答 他想买刮胡子的刀片 店主人刚刚点了一盏煤油挂灯 发出一阵不干净的 然而友好的气味 他年约60 体弱背驼 鼻子很长 眼光温和 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 他的头发几乎全已发白 但是眉毛仍旧浓黑 他的眼镜 他的轻轻的忙碌的动作 还有他穿的那件 必旧的黑平容衣服 使他隐隐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味 好像他是一个文人 或者音乐家 他讲话的声音很轻 好像道了嗓子似的 他的口音 不像普通无产者那么垮 你在外面人行道上的时候 我就认出了你 他马上说 你就是那位 买了那本年轻太太的 纪念本子的先生 那本子真不错 纸张很美 以前叫做奶油纸 哎 我敢说 五十多年来 这种纸张早已不再生产了 他的眼光 从镜价上面透过来看温斯顿 你要买什么东西吗 还是随便瞧瞧 我路过这里 温斯顿含糊地说 我只是进来随便瞧瞧 我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买 那么也好 他说 因为我想我也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他的软软的手 做了一个道歉的姿势 你也清楚 铺子全都空了 我跟你说句老实话 旧货买卖快要完了 没有人再有这个需要 也没有货 家具 瓷器 玻璃器皿 全都慢慢破了 还有金属的东西 也都回炉烧掉 我已多年 没有看到黄铜烛台了 实际上 这家小小的铺子里 到处塞满了东西 但是几乎没有一件东西 是有什么价值的 铺子里陈列的面积有限 四面墙根 都靠着许多挤满尘土的 相框画架 橱窗里放着一盘盘 罗姆罗钉 旧凿子 破千刀 一眼望去就知道 已经停了不走的旧手表 还有许许多多没用的废品 只有在墙角的一个小桌子上 放着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 漆器鼻炎侠 玛脑式针等等 看上去好像 还有什么引人发生兴趣的东西 在里面 温斯顿在向桌子漫步过去时 他的眼光 给一个圆形光滑的东西吸引住了 那东西在灯光下面发出淡淡的光辉 他把它剪了起来 那是一块很厚的玻璃 一面成弧形 一面平滑 几乎像个半球形 不论在颜色或者质地上来说 这块玻璃都显得特别柔和 好像雨水一般 在中央 由于弧形的缘故 看上去像放大了一样 有一个奇怪的粉红色的 攀取的东西 使人觉得像朵玫瑰花 又像海葵 这是什么 温斯顿很有兴趣地问 那是珊瑚 老头说 这大概是从印度洋来的 他们往往把它嵌在玻璃里 这至少有一百年了 看上去还要更久一些 很漂亮的东西 温斯顿说 确实很漂亮的东西 对方欣赏地说 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识货了 他咳嗽着 如果你要 就算四元钱吧 我还记得那样的东西 以前可以卖八磅 而八磅 我也算不出来 但总是不少钱 可是现在碰到真正的古董 哪怕剩下不多了 有谁能识货 温斯顿马上付了四元钱 把这心爱的东西揣在口袋里 吸引他的倒不是那东西的美丽 而是因为他似乎有着一种 不属于这一个时代 而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气息 这种柔和的 雨水般的玻璃 不像他见过的任何玻璃 这件东西 尤其可贵的 是在于他看上去 似乎没有什么用处 尽管他可以猜得出来 以前一定是 把它当作镇纸来用的 放在口袋里很沉 不过性而还好 体积不大 没有显得鼓鼓囊囊的 一个党员手中 有这样一件东西 可以说是很古怪的 甚至容易招罪的 任何东西 只要是古旧的东西 尤其是美丽的东西 总容易招移 那个老头 收下了四元钱后 显得很高兴 温斯顿意识到 要是给他三元 甚至两元钱 他也会收下的 楼上还有一间屋子 你也许愿意瞧一瞧 他说 东西不多 只有几件 如果上楼 我就去掌一盏灯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乔治·奥维尔的 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 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他另外点了一盏灯 弯着腰 慢慢地走在前面 上了一道 抖抖的 磨光了的扶梯 走过一条 狭窄的过道 到了一间屋子里 那屋子不临接 窗口外面 是个铺鹅卵石的院子 和许许多多 房顶的烟囱 温斯顿注意到 屋子里的陈设 仍是要住人似的 地上有一条地毯 墙上有一两张画 壁炉前面 有一把深陷的 邋遢的安乐椅 炉架上面 有一只老式的玻璃钟 在滴答走着 中面的数字 还是按12个小时分的 窗户下面 是一张大床 几乎占了屋子 四分之一的面积 上面仍旧 放着一条床垫 我老伴死去以前 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老头有点欠然说 我把家具 一点一点卖掉了 这是一张 很好的红木床 如果你能把臭丛 搞掉的话 不过我想 你也许会觉得 它太笨重 他把灯举得高高的 好照清整个屋子 在温暖的昏暗的灯光下 说来奇怪 这地方是很招人喜欢的 温斯顿心中不由地想 如果他敢冒险的话 大概很容易用几块钱 一星期 就把这屋子租下来 可是这念头 完全是胡思乱想 一出现 就马上得放弃 不过这屋子 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种 怀旧的心情 一种古老的记忆 他觉得 他完全知道 坐在这样一间屋子里 有什么滋味 在熊熊的炉火旁边 坐在安乐椅中 双脚搁在炉架上 炉子上吊着一个水壶 截然一身 安全无恙 没有人看着你 没有声音在你耳边刮糟 除了壶里的支支水声 和时钟的滴答以外 没有任何别的声音 没有垫幕 他不由得喃喃自语道 哦 老头说 这种东西 我从来没有治过 太贵了 反正 我也从来没有 觉得有这种需要 那边角落里 有一张很好的折叠桌 不过 你如果要支起来 你得安上新的脚量 另一角落里 有一支小书架 温斯顿已经给吸引着 向那边走去 架子上除了废物以外 什么也没有 在无产者区 像在别的地方一样 搜书烧书 也搞得一样彻底 大洋国不论什么地方 都不可能有一本 在1960年以前印的书 老头仍举着灯 站在壁炉旁边 对着床的墙上挂着的 用花梨木镜矿箱的 一幅画面前 要是你对以前的 老画片有兴趣 他开始委婉地说 温斯顿过来 看那幅画 这是一幅石刻板画 画的是个 椭圆形的建筑 上面有长方形的窗户 前面有个小塔 建筑物周围 有铁栏杆围着 后方似乎是个雕像 温斯顿凝视了片刻 那个建筑物看上去 似曾相识 只是他记不起 那个雕像了 画框是镶嵌在墙上的 老头说 不过我可以把它卸下来 我认识这所房子 温斯顿终于说 现在已经败落了 这是在正义宫外面的 一条街上 不错 就在法院外面 给炸掉了 哎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原来曾经是个教堂 名字叫做 圣克里门特的丹麦人教堂 他带着歉意的微笑道 好像自己觉得 说的话有点可笑 又补充说 圣克里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橘子和柠檬 那是什么 温斯顿问 哦 圣克里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橘子和柠檬 那是我小时候唱的一个歌谣 歌谣里说些什么 我已记不得了 不过我还记得最后一句是 这里有只蜡烛照你上床 这里有把斧子砍你脑袋 一边唱一边跳舞 大家伸出胳膊 让你在下面钻过去 一唱到这里 有把斧子砍你的脑袋 就突然放下手来 把你逮住 这支歌里 尽是一些教堂的名字 伦敦的许多教堂都在里面 我是说主要的大教堂 温斯顿胡乱地想着 不知这个教堂属于哪一个世纪 要断定伦敦一所建筑的年代 总是很困难 凡是雄伟的大建筑 只要外表还新 就总是说是革命后修建 看上去显然比着早的 就归于称为中世纪的那个黑暗时期 资本主义的几个世纪 一般都认为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你从书本上固然学不到历史 从建筑上也学不到历史 雕塑 名文 纪念碑 街道的名字 凡是可以说明过去情况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统统改掉了 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个教堂 他说 其实 留下来的还不少 老头说 不过都派了别的用场 哦 我记起来了 那只歌谣是怎么唱的 圣克里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橘子和柠檬 圣克里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你欠我三个铜板 可惜 我只记得这两句了 一个铜板是最小的腐壁 外表铜一分钱差不多 圣马丁教堂在哪里 温斯顿问 圣马丁教堂 那还在 在胜利广场 画廊旁边 是座门廊成三角形 前面有圆柱和很高的台阶的房子 温斯顿对那地方很熟悉 那是一所博物馆 用来陈列各种宣传品的 火箭弹和水上堡垒的模型 反映敌人暴行的蜡像等等 以前叫做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 老头补充说 不过我已记不得那个地方 曾经有过什么田野了 温斯顿没有把那幅画买下来 有这东西比那玻璃正纸还不合适 而且无法带回家 除非从画框上卸下来 不过他还是逗留了一些时候 同那个老头说着话 那个老头的名字 不是叫维克斯 从店铺门前的招牌来看 你很可能认为他就是叫这个名字 却叫雀林顿 雀林顿先生63岁 是个官夫 住在这家铺子里已有30年了 他一直想把橱窗上的铺名改掉 可是总没有动手改 他们一边说着话 温斯顿的脑海里 一边在哼着那望了一半的歌谣 圣克里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橘子和柠檬 圣克里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你欠我三个铜板 很奇怪 你一边哼 一边就真的觉得听到了钟声 那是一个仍旧在什么地方存在着的 但是有人伪装和被人遗忘的 失去了的伦敦的钟声 他似乎从一个个阴沉的尖塔中 听到了钟声的传来 但是从他能记事的时候起 他在实际生活中 可从来没有听到过教堂的钟声 他离开雀林顿先生 独自下了楼 免得那个老头看到他在出门之前 偷偷地看一眼街上有没有旁人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隔开适当的时间 比如说一个月以后 他要冒险到这家铺子再来一次 可能这并不比逃避 邻里活动中心站更危险 真正严重的危险还是 在买了那个日记本以后 也不知道那个铺子老板是不是可靠 竟然又到这家铺子来 但是 他又想 是啊 他是要再来的 他要再买一些美丽而没有实用的小东西 他要买那幅圣克里门特的丹麦人教堂 十个版画 把他从画框上卸下来 塞在蓝制服的上衣里面带回家去 他要从去林顿先生的记忆中 把那首歌谣全部都挖出来 甚至把楼上房间租下来 这个疯狂的念头 也一度又在他脑海中闪过 大概有五秒钟之久 他兴高采烈地忘乎所以 他事先也没有从玻璃窗里 看一眼外面街上就走了出去 他甚至临时编了一个小调哼了起来 圣克里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橘子和柠檬 圣克里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你欠我三个铜板 他忽然心里一沉 吓得屁滚尿流 前面人行道上 不到十公尺的地方 来了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 那是小说司的那个黑头发姑娘 路灯很暗 但是不难看出是他 他抬头看了他一眼 就装得好像没有见到他一样 很快地走开了 温斯顿一时吓得动弹不得 好像瘫了一样 然后他向右转弯 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 也不知道走错了方向 无论如何 有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再有什么疑问 那个姑娘是在侦查他 他已经跟着他到了这里 因为他完全不可能是偶然 正好在同一个晚上 到这同一条不知名的小街上来散步的 这条街距离党员住的地方 都有好几公里远 这不可能是巧合 他究竟是不是思想警察的特务 还是过分热心的业余侦探 那没有关系 光是他在监视他 这一点就已经够了 他大概也看到了他进那家小酒店 现在走路也很费劲 他口袋里那块玻璃 在他没走一步的时候 就碰一下他的大腿 他简直要想把他掏出来扔掉 最糟糕的是他肚子痛 他好几分钟都觉得 如果不赶紧找个厕所 他就憋不住了 可是在这样的地方是找不到公共厕所的 接着肚子痛过去了 只留下一阵麻木的感觉 这条街道是条死胡同 温斯顿停下步来 站了几秒钟 不知怎么才好 然后又转过身来往回走 他转身的时候 想起那姑娘碰到他还只有三分钟 他跑上去可能还赶得上他 他可以跟着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然后用一块石头猛击他的脑袋 他口袋里的那块玻璃也够沉的 可以干这个事 但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 因为即使这样的念头也叫他受不了 他不能跑 他不能动手打人 何况他年纪轻 力气大 一定会自卫 他又想到赶紧到活动中心站去 一直待到关门 这样可以有人做旁证 证明他那天晚上在那里 但是这也办不到 他全身酸软无力 他一心只想快些回家 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他回家已二十二点了 到二十三点三十分 店门总闸就要关掉 他到厨房去 喝了足足一茶室的杜松子酒 然后到壁堪前的桌边坐下来 从抽屉里拿出日记 但是他没有马上打开来 店幕上一个低沉的女人声音 再唱一支爱国歌曲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 看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 徒劳无功地 要想把那歌声 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 他们是在夜里来逮你的 总是在夜里 应该在他们逮到你之前就自杀 没有疑问 有人这样做 许多失踪的人实际上是自杀了 但是在一个完全弄不到枪械 或者随便哪种能够迅速致命的毒物的世界里 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 他奇怪地发现 痛楚和恐惧在生物学上完全无用 人体不可捉摸 因为总是在需要他做特别的努力的时候 他却僵化不动了 他当初要是动作迅速 本来是可以把那黑发姑娘灭口的 但是正是由于他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 却使他失去了采取行动的毅力 他想到碰到危急状态 你要对付的从来不是那个外部的敌人 而是你自己的身体 即使到现在 尽管喝了杜松的酒 肚子里的瘾痛 也使他不可能有条理的思索 他想 在所有从外表看来 似乎是英雄或悲剧的场合 情况也是这样的 在战场上 在刑防里 在沉船上 你要维持奋斗的原则 往往被忘掉了 因为身体膨胀起来 充满了宇宙 即使你没有吓得瘫痪不动 或者痛得大声嚎叫 生命 也不过是对饥饿 寒冷 失眠 对肚子痛 或牙齿痛的 一场暂时的斗争 他打开日记本 必须写下几句话来 电幕上 那个女人开始唱一首新歌 他的声音 好像碎玻璃片一样 刺进他的脑海 他努力想奥伯良 这本日记就是为他 或者对他写的 但是他开始想到的 却是思想警察 把他带走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要是马上杀你 那倒没有关系 被杀 是你预料到的 但是在死前 没有人说这种事情 但是人人都知道 却有例行的逼供要过场 趴在地上求饶 折断骨头 打掉牙齿 头发结成血块 既然下场总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要吃着苦呢 为什么不可能早几天 早几个星期送命呢 从来没有人能逃脱侦查 也从来没有人不招供的 你一旦犯了思想罪 可以肯定到一定日子 你就得死 既然这种恐怖 反正改变不了什么 为什么还要放在前面 等着你呢 他要想起奥伯良的形象来 现在比刚才 略为有些成功 奥伯良对他说 我们将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 他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或者自以为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黑暗的地方是想象中的未来 你永远看不到 只是由于预知先见而神秘的能够分享 但是由于电幕上的声音 在他耳旁刮糟不休 他无法再照这个思路想下去 他把一支香烟放在嘴里 一半烟丝就掉在舌上 这是一种发苦的粉末 很难吐干净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老大哥的脸 代替了奥伯良的脸 正如他几天前所做的那样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腐壁来瞧 腐壁上的脸也看着他 线条粗犷 神色镇静 令人宽心 但是藏在那黑胡子背后的 是什么样的一种笑容 像沉闷的钟声一样 那几句话又在他耳边响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及力量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进常务时候 他走进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右臂挂着绷带 远处不大看得清 因为颜色与他穿的制服 不相同 大概是他在转那儿构想小说情节的大万花筒时压伤了手 那是小说司常见的事故 他们相距四米的时候 那个姑娘半了一跤 几乎扑倒在地上 他发出一声呼痛的尖叫 他一定又跌在那条受伤的手臂上 温斯顿马上停步 那姑娘已经跪了起来 他的脸色一片蜡黄 嘴唇显得更红了 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他 球员的神色 与其说是出于痛楚 不如说是出于害怕 温斯顿心中的感情很是奇特 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要想杀害他的敌人 然而也是一个受伤的 也许骨折的人 他出于本能 已经走上前去要援助他 他一看到他跌着的地方 就在那条扎着绷带的手臂上 就感到好像痛在自己身上一样 你摔痛了没有 他问道 没什么 摔痛了胳膊 一会儿就好了 他说话时好像心在砰砰地乱跳 他的脸色可真是苍白得很 你没有摔断什么吗 没有 没事 痛一会儿就会好的 他把没事的手伸给他 他把它掺了起来 他的脸色恢复了一点 看上去好多了 没事 他又简短地说 我只是把手腕摔痛了一些 谢谢你 同志 他说完 就朝原来的方向走去 动作轻快 好像真的没事的一样 整个事情不会超过半分钟 不让自己的脸上 现出内心的感情 已成为一种本能 而且在刚才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他们正好站在一个店幕的前面 尽管如此 他还是很难不露出一时的惊异 因为就在他掺他起身时 那姑娘把一件不知什么东西塞在他的手里 他是有心这样做的 这也毫无疑问 那是一个扁平的小东西 他进厕所门时 把他揣在口袋里 用手指摸摸它 原来是折成小方块的一张纸条 他一边站着小便 一边设法就在口袋里用手指 把他打了开来 显然 里面一定写着要同他说的什么话 他一时冲动之下 想到单间的马桶间里 去马上打开它 但是这样做太愚蠢 这他也知道 没有任何别的地方使你更有把握 因为店幕在连续不断地监视着人们 他回到了他的小办公室 坐了下来 把那张纸片随便放在桌上的一堆纸里 戴上了眼镜 把听写器拉了过来 他对自己说 五分钟 至少至少要等五分钟 他的心 砰砰地在胸口跳着 声音大得令人吃惊 幸而 他在做的那件工作 不过是一件例行公式 纠正一常列的数字 不需要太多的注意力 不论那张纸片上写的是什么 那一定是有些政治意义的 他能够估计到的 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的可能较大 即那个姑娘是思想警察的特务 就像他所担心的那样 他不明白 为什么思想警察要用那种方式送信 不过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理由 纸片上写的也许是一个威胁 也许是一张传票 也许是一个要他自杀的命令 也许是一个不知什么的圈套 但是还有一种比较荒诞不惊的可能性 不断的抬头 他怎么也压不下去 那就是 这根本不是思想警察那里来的 而是某个地下组织送来的信息 也许兄弟团真的是确有其事的 也许那姑娘是其中的一员 没有疑问 这个念头很荒谬 但是那张纸片一接触到他的手 他的心中就马上出现了这个念头 过了一两分钟以后 他才想到另外一个比较可能的解释 即使现在 他的理智告诉他 这个信息可能就是死亡 但是他仍旧不信 那个不合理的希望仍旧不散 他的心脏仍在蓬蓬地跳着 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 在对着听写器低声说一些数字时 使自己的声音不致发缠 他把做完的工作卷了起来 放在输送馆里 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分钟 他端正了鼻梁上的眼镜 叹了一口气 把下一批的工作拉到前面 上面就有那张纸片 他把它摊平了 上面写的是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 我爱你 他吃惊之余 一时忘了把这容易招罪的东西 丢进忘怀洞里 等到他这么做时 他尽管很明白 表露出太多的兴趣是多么危险 还是禁不住要再看一遍 哪怕只是为了弄清楚 上面确实写着这几个字 这天上午 他就无心工作了 要集中精力 做那些琐事的工作固然很难 更难的是要掩藏 他的激动情绪 不让店幕察觉 他感到好像肚子里 有一把火在烧一样 在那人生嘈杂 又挤又热的食堂里吃饭 成了一件苦事 他原来希望 在吃中饭的时候能清静一会儿 但是不巧的是 那个笨蛋Pashions 又一屁股坐在他旁边 他的汗臭 把一点点菜箱都压过了 嘴里还没完没了的 在说着仇恨周的准备情况 他对他女儿的侦察队 为仇恨周 做的一个硬纸板老大哥头部模型 特别说得起劲 那模型足有两公尺宽 讨厌的是 在嗡嗡的人生中 温斯顿一点也听不清 Pashions在说些什么 他得不断地 请他把那些蠢话再说一遍 只有一次 他看到了那个姑娘 他同两个姑娘 坐在食堂的那一头 他好像没有瞧见她 他也就没有再向那边望一眼 下午比较好过一些 午饭以后送来的一件工作 比较复杂困难 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 必须把别的事情都暂时撇在一边 这项工作是要篡改两年前的一批产量报告 目的是要损害核心党内一个重要党员的微信 这个人现在已经蒙上了阴影 这是温斯顿最拿手的事情 两个多小时里 他居然把那个姑娘完全置住脑后了 但是接着 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他的面容 引起了不可克制的 要找个清静地方的炙烈欲望 他不找个清静的地方 是无法把这桩新发生的事 理出一个头绪来的 今晚又是他该去参加 邻里活动中心站活动的晚上 他又马马虎虎的在食堂里 吃了一顿无味的晚饭 匆匆到中心站去 参加讨论组的讨论 这是一种一本正经的蠢事 打两局乒乓球 喝几杯杜松子酒 听半小时提叫 英社与象棋的关系的报告 他内心里厌烦透了 可是他第一次 没有要逃避中心站活动的冲动 看到了我爱你三个字以后 他要活下去的欲望猛烈高涨 为一些小事担风险太不划算了 一直到了23点 他回家上床以后 在黑暗中 他才能连贯地思考问题 在黑暗中 只要你保持静默 你是能够躲开店幕的监视 而安然无视的 要解决的问题是个实际问题 怎样同那姑娘联系 安排一次约会 他不再认为 他可能是在对他布置圈套了 他知道不会是这样 因为他把纸片递给他时 毫无疑问显得很激动 显然他吓得要命 谁都要吓坏的 他的心里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拒绝他的垂青 五天以前的晚上 他还想用一块铺路的鹅卵石 击破他的脑袋 不过这没有关系 他想到他的赤裸的年轻的肉体 像在梦中见到的那样 他原来以为 他像他们别人一样 也是个傻瓜 头脑里尽是些谎言和仇恨 肚子里尽是些冰块 一想到 他可能会失掉它 他的年轻白嫩的肉体 可能从他手里滑掉 他就感到一阵恐慌 他最担心的是 如果他不同他马上联系上 他可能就此改变主意 但是要同他见面 具体的困难很大 这就像在下棋的时候 你已经给僵死了 却还想走一步 你不论朝什么方向 都有垫幕对着你 实际上 从他看到那字条起 五分钟之内 他就想遍了所有 同他联系的方法 现在有了考虑的时间 他就逐个逐个的再检查一遍 好像在桌上摆开一排工具一样 显然 今天上午那样的相遇 是无法一样画葫芦再来一遍的了 要是他在纪录司工作 那就简单得多 但是小说司 在大楼里的坐落情况 他只有个极为模糊的概念 他也没有什么借口 可到那里去 要是他知道他住在哪 和什么时候下班 他就可以想法在他回家的路上去见他 但是要跟在他后面回家并不安全 因为这需要在真理部外面荡来荡去 这一定会被人家注意到的 至于通过邮局写信给他 那根本办不到 因为所有的信件在邮递的过程中 都要受到检查 这样一种必须的手续 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实际上很少人写信 有时万不得已要传递信息 就用印好的明信片 上面印有一长串现成的字句 只要把不适用的话滑掉就行了 反正他也不知道那个姑娘的姓名 更不用说地址 最后他决定 最安全的地方是食堂 要是他能够和他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 是接近他 地点又是在食堂中央 距离店幕不要太近 周围人声嘈杂 只要这样的条件持续有那么三十秒钟 也许就可以交谈几句了 在这以后的一个星期里 生活就像在做辗转反侧的梦一样 第二天 在他要离开食堂时 他才到来 那时已吹哨了 他大概换了夜班 他们两人擦肩而过时 连看也不看一眼 接着那一天 他在平时到食堂的时候 在食堂中出现 可是有三个姑娘在一起 而且就坐在店幕下面 接着三天 他都没有出现 这使他身心紧张 特别敏感脆弱 好像一碰即破似的 他的任何一举一动 不管是接触还是声音 不管是他自己说话 还是听人家说话 都成了无法忍受的痛苦 即使在睡梦中 他也无法完全逃避 他的形象 他在这几天里 没有去碰日记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 能使他忘怀的话 那就是他的工作 有时可以一口气 十分钟忘掉他自己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一无所知 也不能去打听 他可能已经化为乌有了 也可能自杀了 也可能掉到 大洋国的另外一头去了 最糟糕 也是最可能的是 他可能改变了主意 决定避开他了 第二天 他又出现了 胳膊已去了悬吊的绷带 不过手腕上贴着橡皮膏 看到他 使他高兴地 禁不住直挺挺地 盯着他看了几秒钟 下一天 他差一点同他说成了话 那是当他进食堂的时候 他坐在一张 距墙很远的桌子旁 周围没有旁人 时间很早 食堂里的人不怎么多 队伍慢慢前进 温斯顿快到柜台边的时候 忽然由于前面有人说 他没有领到一片糖精 而又停顿了两分钟 但是 温斯顿领到他的一盘饭菜 开始朝那姑娘的桌子走去时 他还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若无其事地朝他走去 眼光却在他后面的一张桌子那边探索 当时 距离他大概有三公尺远 菜锅两秒钟 就可到他身旁了 这时 他的背后忽然有人叫他 史密斯 他假装没有听见 那人又喊了一声 史密斯 声音比刚才大一些 再假装没有听见 也没有用了 他转过头去一看 是个头发金黄 面容愚蠢的年轻人 名叫维尔西 此人他并不熟 可是面露笑容 要他到他桌边的一个空位子上 坐下来 拒绝他是不安全的 在别人认出他以后 他不能再到一个孤身的姑娘的桌边坐下 这样坐太会引起注意了 于是他面露笑容坐了下来 那张愚蠢的脸也向他笑容相迎 温斯顿恨不得提起一把斧子 把他砍成两半 几分钟之后 那姑娘的桌子也就坐满了 但是 他一定看到了他向他走去 也许他领会了这个暗示 第二天 他很早就去了 果然 他又坐在那个老地方附近的一张桌边 又是一个人 队伍里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 个子矮小 动作敏捷 像个甲壳虫一般 他的脸形平板 眼睛很小 目光多疑 温斯顿端起盘子离开柜台时 他看到那个小个子 向那个姑娘的桌子走去 他的希望又落空了 再过去一张桌子 有个空位子 但那小个子的神色 表露出他很会照顾自己 一定会挑选一张最空的桌子 温斯顿心里一阵发凉 只好跟在他后边 走过去再说 除非他能单独与那姑娘在一起 否则是没有用的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呼啦一声 那小个子四脚朝天 跌在地上 盘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汤水和咖啡流满一地 他爬了起来 不高兴地看了温斯顿一眼 显然怀疑是他故意伴他跌跤的 不过不要紧 五秒钟以后 温斯顿心怦怦地跳着 他坐在姑娘的桌旁了 他没有看他 他放好盘子就很快吃起来 应该趁还没有人到来以前马上说话 但是他忽然一阵疑惧心 打通上次他向他有所表示以来 已有一个星期了 他很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 他一定已经改变了主意 这件事要搞成功是不可能的 实际生活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要不是他看到那个长发诗人 安普尔福斯端着一盘饭菜 到处勋寻 要想找个座位坐下 他很可能根本不想开口的 安普尔福斯对温斯顿 好像有种说不出的感情 如果看到温斯顿 肯定是会到他这里就坐的 现在大约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要行动就得迅速 这时温斯顿和那姑娘都在吃饭 他们吃的东西是用菜豆做的炖菜 实际上同汤一样 温斯顿这时就低声说起来 他们两人都没有抬起头来看 一边把稀溜溜的东西送到嘴里 一边轻声地交换几句必要的话 声色不露 你什么时候下班 十八点三十分 咱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见面 胜利广场 纪念碑附近 那里尽是店幕 人多就不要紧 有什么暗号吗 没有 看到我混在人群中的时候 才可以过来 眼睛别看我 跟在身边就行了 什么时间 十九点 好吧 安普尔福斯没有见到温斯顿 在另外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 那姑娘很快地吃完了饭就走了 温斯顿留了下来抽了一支烟 他们没有再说话 而且也没有相互看一眼 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旁 这可不容易做到 温斯顿在约定时间之前 就到了胜利广场 他在那个大笛子般的圆柱底座周围徘徊 圆柱顶上老大哥的塑像 向南方天际凝视着 他在那边曾经在一号空降场战役中 歼灭了欧亚国的飞机 而在几年之前则是东亚国的飞机 纪念碑前的街上有个骑马人的塑像 据说是奥利福·克伦威尔 在约定时间五分钟以后 那个姑娘还没有出现 温斯顿心中又是一阵疑惧 她没有来 她改变了主意 她慢慢地走到广场北面 认出了圣马丁教堂 不由得感到有点高兴 那个教堂的钟声 当她还有钟的时候 曾经敲出过你欠我三个铜板的歌声 这时 她忽然看到那姑娘 站在纪念碑底座前面在看 或者说装着在看 上面贴着的一张招贴 在没有更多的人 聚在她周围之前 上去走近她 不太安全 纪念碑四周尽是垫幕 但是这时忽然发生一声喧哗 左边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重型车辆的声音 突然人人都奔过广场 那个姑娘清洁地在底座的雕尸旁边跳过去 混在人群中去了 温斯顿跟了上去 她跑去的时候 从叫喊声中听出来 原来是由挤车欧亚国的俘虏经过 这时 密密麻麻的人群 已经堵塞了广场的南边 温斯顿平时碰到这种人头唧唧的场合 总是往边上靠的 这次却又推又嗓 向人群中央挤去 她不久 就到了离那姑娘伸手可及的地方 但中间 夹了一个魁梧的无产者 和一个同样肥大的女人 大概是无产者的妻子 他们形成了一道无法越过的肉墙 温斯顿把身子侧过来 猛地一挤 把肩膀插在他们两人的中间 打开了一个缺口 可是五脏六腑 好像被那两个壮实的躯体挤成肉酱一样 但她出了一身大汗 终于挤了过去 她现在就在那姑娘身旁了 他们肩挨着肩 但眼睛都呆呆地直视着前方 这时 有一长队的卡车慢慢地开过街道 车上每个角落都直挺挺地站着 手持轻机枪 面无表情的警卫 车上蹲着许多身穿草绿色破旧军服的人 脸色发黄 互相挤在一起 他们的悲哀的蒙古种的脸 木然望着卡车的外面 一点也没有感到好奇的样子 有时卡车稍有颠簸 车上就发出几声铁链叮当的声音 所有的俘虏都带着脚料 一车一车地愁容满脸的俘虏开了过去 温斯顿知道他们不断地在经过 但是他只是时段时序地看到他们 那姑娘的肩膀和他手肘以上的胳膊都碰到了他 他的脸颊挨得这么近 使他几乎可以感到他的温暖 这时 他马上掌握了局面 就像在食堂那次一样 他又口也不张 用不露声色的声音开始说话 这样细声低语 在人生宣杂和卡车隆隆中 是很容易掩盖过去的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 星期天下午你能调休吗 能 那么听好了 你得记清楚 到巴丁顿车站去 他逐一说明了他要走的路线 清楚明确 犹如军事计划一样 使他感到惊异 坐半小时火车 然后出车站往左拐 沿公路走两公里 到了一扇顶上没有横梁的大门 穿过了田野中的一条小径 到了一条长满野草的路上 灌木丛中又有一条小路 上面横着一根长了青苔的枯木 好像他头脑里有一张地图一样 他最后低声说 这些你都能记得吗 能 你先左拐 然后右拐 最后又左拐 那扇大门顶上没有横梁 知道 什么时间 大约十五点 你可能要等 我从另外一条路到那里 你都记清了 记清了 那么马上离开我吧 这不需要他告诉他 但是他们在人群中 一时还脱不开身 卡车还在经过 人们还都永不知足地呆看着 开始有几声嘘叫 但这只是从人群中间的党员那里发出来的 很快就停止了 现在大家的情绪完全是好奇 不论是从欧亚国或东亚国来的外国人 都是一种奇怪陌生的动物 除了俘虏 很少看到他们 即使是俘虏 也只是匆匆一瞥 而且你也不知道 他们的下场如何 只知其中有少数人 要作为战犯吊死 别的就无影无踪了 大概送到了强迫劳动营 圆圆的蒙古种的脸过去之后 出现了比较像欧洲人的脸 肮脏憔悴 满面胡须 从毛茸茸的面颊上露出的目光 射到了温斯顿的脸上 有时紧紧地盯着 但马上就一闪而过了 车队终于走完 他在最后一辆卡车上 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满脸毛茸茸的胡须 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双手插在胸前 好像久已习惯于 把他的双手靠在一起了 温斯顿和那姑娘 该到了分手的时候了 但就在这最后一刹那 趁四周人群还是很挤的时候 他伸过手来 很快地捏了一把他的手 这一捏不可能超过十秒钟 但是两只手好像握了很长时间 他有充裕的时间摸熟了 他的手的每一个细部 他摸到了线长的手指 椭圆的指甲 由于操劳而摸出了老茧的掌心 手腕上光滑的皮肤 这样一摸 他不看也能认得出来 这时他又想到 他连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也不知道 可能是棕色 但是黑头发的人的眼睛 往往是蓝色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他 未免太愚蠢了 他们两人的手握在一起 在拥挤的人群中是不易发觉的 他们不敢相互看一眼 只是直挺挺地看着前面 而看着温斯顿的不是那姑娘 而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俘虏 他的眼光悲哀地从毛发丛中 向他凝视着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温斯顿从西书的树荫中 穿过那条小路 在树枝分开的地方 就映入了金黄色的阳光 在左边的树下 地面白茫茫地长着风信子 空气润湿 好像在轻轻地吻着皮肤 这是五月的第二天 从树林深处传来了 班纠的英明 他来得稍微早了一些 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那个姑娘显然很有经验 使她不像平时那么害怕了 大概可以信赖她 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一般的来说 你不能想当然地以为 在乡下一定比在伦敦更加安全 不错 在乡下没有垫幕 但是总有碰上窃听器的危险 把你的说话声录下来 此外 一个人出门 要不引起注意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百公里之内 不需要拿你的通行证 去申请许可 但是有时火车站附近有巡逻队 要检查在那里碰到的党员的身份证 询问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 但是那天没有碰到巡逻队 在出车站以后 她一路上不时回头看 确信没有人盯她的烧 火车上都是无产者 因为天气和暖 个个都高高兴兴的 她搭的硬座车厢 坐满了一个大家庭 从老掉了牙的老奶奶 到才满月的婴孩 他们是到乡下亲戚家中去串门 弄一些黑石黄油 他们很坦率地这么告诉温斯顿 这条路慢慢地开阔起来 不久他就到了 他告诉他的那条小径上了 那是牛群在灌木丛中踩踏出来的 他没有代表 但是知道还不到十五点 脚下到处是封信子 要不踩的上面是绊不到的 他蹲了下来 摘了一些 一半是消遣时间 但是也磨磨糊糊地想到 要在同那姑娘见面时 献给他一束花 他摘了很大的一束 正在嗅着他的一股不好闻的 淡淡的香味时 忽然听到背后 有人踩踏枯枝的脚步声 不禁吓得动弹不得 他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继续摘花 很可能就是那姑娘 但也可能还是有人盯上了他 回过头去看 就是做贼心虚 他一躲又一躲地摘着 这时有一只手 轻轻地落到了他的肩上 他抬头一看 原来是那姑娘 他摇摇头 显然是警告他不要出声 然后拨开树枝 沿着那条狭窄的小径 很快地引着路走到树林深处去 显然他以前去过那里 因为他躲闪坑坑洼洼 非常熟练 好像出于习惯一样 温斯顿跟在后面 手中仍紧握着那束花 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感到放心 但是他看着前面 那个苗条健康的身子 上面竖着那条心红的腰带 宽紧适当 露出了他的臀部的曲线 他就沉重地感到了自残行贿 即使事到如今 他回头一看 仍很可能就此打退堂鼓 甜美的空气和葱脆的树叶 使他感到气馁 在从车站出来的路上 五月的阳光 已经使他感到了全身肮脏 脸色苍白 完全是个过惯室内生活的人 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里 都嵌满了伦敦的霉烟尘土 他想到 至今为止 他大概从来还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 见到过他 他们到了他说过的那根枯木的旁边 他一跃过去 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灌木丛中 拨开树枝 温斯顿跟着他走到一个天然的小空地 那块小小的多草的土墩周围 都是高高的柚树 把它严密地遮了起来 那姑娘停了步 转过身来说 咱们到了 她面对着他 相距只有几步远 但是她仍不敢向他靠近 我在路上不想说什么话 她继续说 万一什么地方藏着话筒 我想不至于 但仍有可能性 他们那些畜生 总可能有一个认出你的声音来 这里就没事了 他仍没有勇气靠近他 这里就没事了 他愚蠢地重复说 是的 你瞧这些树 这些树都是小春树 从前给砍伐过 后来又长了新苗 都是细长的杆 没有一棵比手腕还粗 没有一棵大的可以藏住话筒 再说 我以前来过这里 他们只是在没话找话说 他已经想法走近了他一些 他挺着腰 站在他前面 脸上的笑容 隐隐有股嘲笑的味道 好像在问他 为什么迟缓地不动手 封信子掉到了地上 好像是自己掉下来似的 他握住他的手 你能相信吗 他说 到现在为止 我还不知道你眼睛的颜色 他注意到 它们是棕色的 一种比较淡的棕色 睫毛却很浓 现在你既然已经看清了我 你还能多看一眼吗 能 很容易 他又说 我39岁 有个摆脱不了的妻子 我换静脉曲张 还有五个假牙 我都不在乎 那姑娘说 接着 也很难说 究竟是谁主动 她已经在她的怀里了 起初 她除了感到 完全不可相信之外 没有任何感觉 那个年轻的身躯 靠在她的身上 有些紧张 一头黑发 贴在她的脸上 说真的 她真的抬起了脸 她开始吻她红润的 宽阔的嘴 她的双臂 搂紧了她的脖子 轻轻地叫她亲爱的 宝贝 心肝 她把她拉到地上 她一点也不抗拒 听任她的摆布 她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 肌肤的相亲 并没有使她感到 肉体上的刺激 她所感到的 仅仅是不可相信 和骄傲 她很高兴 终于发生了这件事情 但是她没有肉体上的欲望 事情来得太快了 她的年轻 她的美丽 使她害怕 她已习惯过 没有女人的生活 她也不知道什么缘故 那个姑娘坐了起来 从头发里剪出一朵封信子 她靠着她坐着 伸手搂住她的腰 没有关系 亲爱的 不用急 整个下午都是咱们的 这地方很隐蔽 是不是 有一次集体远足 我迷了路才发现的 要是有人过来 一百米以外就可以听到 你叫什么名字 温斯顿问 丘利亚 我知道你叫什么 温斯顿 温斯顿史密斯 你怎么打听到的 我想 打听这种事情 我比你有能耐 亲爱的 告诉我 在那天我递给你条子以前 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她没有想到 要对她说谎话 一开始 就把最坏的想法告诉她 这甚至也是爱的表示 我一见你就恨你 她说 我想强奸你 然后再杀死你 两个星期以前 我真的想在地上 捡起一块石头 打破你的脑袋 要是你真的想知道 我以为你同思想警察 有联系 那姑娘高兴地大笑起来 显然认为 这是对她伪装巧妙的恭维 思想警察 你真的那么想吗 哎 也许不完全是这么想 但是从你的外表来看 你知道 就只是因为你又年轻 又肉感 又健康 我想 也许 我想我是个好党员 言行纯洁 旗帜 游行 口号 比赛 集体交游 老是搞这样的事情 你想我 一有机会就会揭发你是思想犯 把你干掉 是的 几乎就是那样 好多好多年轻的姑娘 都是那样 这个你也知道 前来这个 他一边说 一边把少年反性同盟的新红色腰带扯了下来 扔在一根树枝上 接着他想起了一件事情 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巧克力 一掰成两块 给了温斯顿一块 他没有吃 就从香味中知道这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巧克力 颜色很深 晶晶发亮 用银纸包着 一般的巧克力都是暗棕色的 吃起来像垃圾堆烧出来的烟味 这是最相近的形容 但是有的时候 他也吃到过像他给他的那种巧克力 第一阵闻到的香味勾起了他的模糊记忆 但是记不清是什么了 尽管这感觉很强烈 久久不去 你从哪搞到这玩意儿的 他问黑市 他毫不在乎的说 你瞧 我实际上就是那种女人 我擅长玩把戏 在少年侦察队里 我做过队长 每星期三个晚上 给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活动 我没完没了的 在伦敦到处张贴他们的胡说八道的宣传品 游行的时候 我总是举大旗 我总是面带笑容 做事从来不退缩 总是跟着大伙一起喊 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 温斯顿舌尖上的第一口巧克力已经融化 味道很好 但是那个模糊的记忆 仍在他的意识的边缘上徘徊 一种你很明显的感觉到 但是却又确定不了 是什么具体形状的东西 好像你从眼角上看到的东西 他把它撇开在一旁 只知道这是使他很后悔 而又无法挽救的一件事的记忆 你很年轻 他说 你比我小十几岁 像我这样一个人 你看中什么 那是你脸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 我决定冒一下险 我很能发现谁是不属于他们的人 我一看到你 我就知道你反对他们 他们 看来是指党 尤其是指核心党 他说起来用公开的嘲讽的口气 这种仇恨的情绪使温斯顿感到不安 尽管他知道 如果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话 他们现在待的地方肯定是安全的 他身上有一件事 使他感到很惊讶 那就是他满嘴粗话 党员照说不能说骂人的话 温斯顿自己很少说骂人的话 至少不是高声说 但是丘利亚却似乎一提到党 特别是核心党 就非得用小胡同里墙上 粉笔涂抹的那种话不可 他并不是不喜欢 这不过是他反对党和党的一切做法的一种表现而已 而且似乎有点自然健康 像一头马嗅到了烂草打喷体一样 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空地 又在稀疏的树荫下走回去 只要小径够宽 可以并肩走 就互相搂着腰 他觉得去了腰带以后 他的腰身现在柔软多了 他们说话很低声 丘利亚说 出了那块小空地最好不出声 他们不久就到了小树林的边上 他叫他停了步 别出去 外面可能有人看着 我们躲在树枝背后就没事 他们站在真树荫里 阳光透过无数的树叶 照在他们的脸上 仍是热的 温斯顿向远处田野望去 发现这个地方是他认识的 不禁觉得十分惊异 他一眼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古老的牧场 草给啃得滴滴的 中间弯弯曲曲的有一条小径 到处有燕鼠洞 在对面高高矮矮的灌木丛里 可以看到榆树枝在微风中摇摆 树叶像女人的头发一样细细的飘动 尽管看不到 肯定在附近什么地方有一条溪流 绿水潭中有鲤鱼在游泳 这里附近是不是有条小溪 他轻轻地问道 是啊 有一条小溪 在那边 那块田野的边上 里面有鱼 很大的鱼 你可以看到它们 在柳树下面的水潭里浮沉 摆动着尾巴 那是黄金香 就是黄金香 他喃喃地说 黄金香 没什么 亲爱的 那是我有时在梦中见到的景色 瞧 丘利亚轻声叫道 一只化眉 停在不到五米远的 一根高度几乎同它们的脸一般起的树枝上 也许他没有看到它们 它是在阳光中 它们是在树荫里 他展开翅膀 又小心地收了起来 把头低了一会儿 好像向太阳致敬 接着就开始唱起来 英明不绝 在下午的寂静中 他的音量是很惊人的 温斯顿和丘利亚 紧紧地挨在一起 听得入了迷 这样一分钟 接着一分钟 那只化眉 名叫不已 变化多端 从来没有前后重复的时候 好像是有心 表现他的精湛记忆 有时候 他也暂停片刻 舒展一下斥意 然后又收敛起来 挺起色斑点点的胸脯 又放怀高唱 温斯顿 怀着一种 崇敬的心情看着 那只鸟 是在喂谁 为什么歌唱 并没有配偶 或者情敌在听它 它为什么要牺牲 在这个孤寂的树林的边上 物资放怀歌唱 它心里想 不知附近 有没有安装的窃听器 它和丘利亚 说话很低声 窃听器 是收不到它们的声音的 但是却可以收到 画梅的声音 也许 在窃听器的另一头 有个甲壳虫般的小个子 在留心窃听 听到的 却是鸟鸣 可是 画梅鸣叫不止 逐渐把她的一切猜测和怀疑 驱除得一干二净 这好像醍醐灌顶 同树叶缝中露下来的阳光 合在一起 她停止了思想 只有感觉在其作用 她怀里的姑娘的腰支 柔软温暖 她把她的身子挪转一下 从而使她俩面对着面 她的肉体 似乎融化在自己的肉体里了 她的手摸到哪里 哪里就像水一样不加抗拒 它们的嘴唇贴在一起 同刚才的硬邦邦的亲吻大不一样 它们在挪开脸的时候 两个人都深深地叹口气 那只鸟也吃了一惊 扑斥飞走了 温斯顿的嘴唇贴在她的耳边 轻轻说 马上 可不能在这里 她轻轻回答 回到那块空地去 那里安全些 它们很快地回到那块空地 一路上折断了一些树枝 一回到小树丛中之后 它就转过身来对着它 它们很快地回到那块空地 一路上折断了一些树枝 一回到小树丛中之后 它就转过身来对着它 两个人都呼吸急促 但是它的嘴角上又现出了笑容 它站着看了它一会儿 就伸手拉它制服的拉链 是的 这几乎同它梦中所见的一样 几乎同它想象中的一样快 它脱掉了衣服 扔在一旁 也是用那种美妙的姿态 似乎把全部文明都抛至脑后了 它的肉体 在阳光下显得十分白皙 但它一时没有去看它的肉体 它的眼光 被那露出大胆微笑的雀斑脸庞给吸引住了 它在它前面跪了下来 把它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以前干过吗 当然干过 几百次了 至少几十次了 同党员一起 是的 总是同党员一起 同核心党的党员一起 那可没有 从来没有同那些畜生一起 不过它们如果有机会 有不少人会愿意的 它们并不像它们装的那样 道貌岸然 它的心跳了起来 它已经干了几十次了 它真希望是几百次几千次 任何腐化堕落的事 都使它感到充满希望 谁知道呢 也许在表面的底下 党是腐朽的 它提倡艰苦朴素 只不过是一种 掩饰罪恶的伪装 如果它能使它们 都传染上麻风和梅毒 它一定十分乐意这么做 凡是能够腐化 削弱破坏的事情 它都乐意做 它把它拉下身来 两人面对着面 你听好了 你有过的男人越多 我越爱你 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 我恨纯洁 我恨善良 我都不希望 哪里有什么美德 我希望大家都腐化透顶 那么亲爱的 我应该很配你 我腐化透顶 你喜欢这玩意儿吗 我不是指指我 我指这件事本身 我热爱这件事 这就是它最想听的话 不仅是一个人的爱 而是动物的本能 简单的 不加区别的欲望 这就是能够把党 搞垮的力量 它把它压倒在草地上 在掉落的风信子的中间 这次没有什么困难 不久 他们的胸脯的起伏 恢复到了正常的速度 性进后分开躺在草地上 阳光似乎更加暖和了 两人都有了睡意 他伸手把制服拉了过来 盖在他身上 接着 两人就马上睡着了 大约睡了半个小时 温斯顿先醒过来 他坐起身来 看着那张仍旧睡着 枕在他的手掌上的雀斑脸 除了他的嘴唇以外 你不能说他美丽 如果你细看 眼角有一两条皱纹 短短的黑发 特别浓密柔软 他忽然想到 他还不知道他姓什么 住在哪里 睡着的无依无靠的 年轻健康的肉体 引起了他一阵怜悯的 保护的心情 但是却不完全是 刚才站在真树下 听那画眉鸣叫时 所感到的那种盲目的柔情 他把制服拉开 看他的洁白如枝的肉体 他想 要是在从前 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肉体 就动了欲念 事情就是那么单纯 可是如今 已没有纯真的爱 或纯真的欲念 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 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 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 高潮就是一次胜利 这是对党的打击 这是一次政治行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乔治·奥威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威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博奖 这里我们可以再来一次 丘利亚说 随便哪个地方 只用两次还是安全的 不过 当然 在一两个月之内 却不能用 她一醒来 神情就不同了 她又变得动作干净利落起来 她穿上了衣服 腰上系起了星红的腰带 开始安排回去的行程 把这种事情教她去办 似乎很自然 她显然 在实际生活方面很有办法 而这正是温斯顿所欠缺的 而且她对伦敦周围的乡间 十分熟悉 了如指掌 这是她从无数次 集体郊游中 积累起来的知识 她给她安排的路线 与她来的路线大不相同 要她到另外一个车站 回伦敦 她说 千万不要走 同一条路线回家 好像是阐明一条 重要的原理似的 她先走 温斯顿等半小时以后 才在她后面走 她还说了一个地方 她们可以在四天以后下班时 在那里相会 那是一条比较穷苦住宅区的街道 那里有一个露天市场 一般都很拥挤喧闹 她将在那里的货摊之间徘徊 假装是寻找鞋带或者线团 如果她认为平安无事 她见她走近就摁鼻子 否则她就得装着不认识走过去 但是如果运气好 她们就可以在人群中间 太平无事地说上一刻中的话 安排下一次的约会 现在我得走了 一等到她记住了她的吩咐 她就说道 我得在十九点三十分回去 我要为少年反性同盟 近两小时的义务 发传单等等的事情 你说可恶不可恶 给我梳一下头发好不好 头发里有梳液吗 肯定没有 那么再见 亲爱的 再见 她投在她的怀里 狠狠地吻她 一会儿后 她就推开右竖 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树林中了 到现在 她还不知道她姓什么 住在哪里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她们不可能在室内相会 或者交换什么信件 后来 她们一直没有再到树林中 那块空地里去过 五月份 她们只有一次机会 真的做了爱 那是在丘利亚告诉她的 另外一个隐蔽的地方 在三十年前 曾经有颗原子弹 掉在那里 几乎成了一片荒野的所在 有一个炸毁的教堂 那地方就在教堂的钟楼里 只要你能走到那里 那个地方很不错 但是 要到那里 却很危险 其余的时间 她们只能在街上相会 每次都换地方 每次都从来没有超过半小时 在街上 一般是能够说些话的 她们在人头寂寂的人行道上 慢慢走 一前一后 从来不互相看一眼 却能奇怪地进行 时段时序的谈话 就像灯塔 一亮一灭一样 如果看到 有穿党员制服的人走近 或者附近出现一个店幕 就突然哑声不言 几分钟以后 又把刚才说的半句话 继续说下去 但是 到了约定分手的地方 又突然中断 到了第二天晚上 又没头没脑地继续下去 丘利亚似乎很习惯于这种谈话方式 她称为分期谈话 她说话 不动嘴皮 技巧娴熟 令人惊奇 他们每天晚上见面 几乎快有一个月 在这过程中 他们只有一次 坐到亲了个吻 那是他们在一条横街上 不言不语地走着的时候 丘利亚一离开大街 就从来不说话 突然响起一声震耳的轰鸣 地面震动 空中一片乌黑 温斯顿跌倒在地 又痛又怕 一定是附近 吊了一个火箭 突然之间 她发现丘利亚的脸 就近在几厘米旁边 面无血色 像白粉一样 甚至她的嘴唇也发白 她已经死了 她把她搂过来 却发现自己吻的是个 活人的温暖的脸 但是 她的嘴唇 接触到一种粉末状的东西 原来 两人的脸上 竟是厚厚的一层灰泥 也有一些晚上 他们到了约好的地方 却不得不连招呼也不打 就走开了 因为正好街角 有个巡逻队过来 或者头顶上 有直升机巡逻 即使不那么危险 要找时间相会也很困难 因为温斯顿一周 工作60个小时 丘利亚的工作时间更长 他们倒休的日子 因工作盲闲而异 并不经常吻合 反正 丘利亚从来没有一个晚上 是完全有空的 她花了不少时间 参加听报告和游行 为少年反性同盟散发传单 为仇恨周做旗帜 为节约运动募捐 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 她说 这样做有好处 这是一种伪装 小地方你如果守规矩 大地方你就能打破规矩 她甚至说服温斯顿 参加那些热心的党员 都尽义务参加的 加班军火生产 这样又牺牲了 她的一个晚上的时间 因此 每星期有一个晚上 温斯顿就得花四个小时 干令人厌倦的工作 在一个灯光暗淡的 透风的车间里 在垫幕音乐和锤子敲打的 单调声中 把小零件悬在一起 这大概是炸弹的导管 他们在教堂的钟楼相会时 若断若续的谈话 所遗留的空隙就填满了 那是个炎热的下午 钟楼上那间四方的小屋子里 空气闷热停滞 有股强烈的歌芬味 他们坐在尘土很厚 嫩枝遍地的地板上 谈了好几小时的话 过一会儿 两人之中就有一个人 站了起来到窗缝里 去瞭望一眼 看有没有人走近 丘利亚二十六岁 同其他三十个姑娘 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 总是生活在女人臭里 我真恨女人 她补充说 不出她的所料 她在小说司 管小说写作器 她很喜欢她的工作 这主要是管理维修一台 功率很大 但很不易伺候的奠基 她并不聪明 但是喜欢动手 搞机器就感到自在 她能够介绍给你 怎样创作一部小说的 全部过程 从计划委员会发出的总指示 到改写小组的最后润事 但是她对成品没有兴趣 她说 她不怎么喜欢读书 书本只不过是要生产的商品 就像果酱或鞋带一样 她对六十年代早期以前的事 都记不得什么了 她所认识的人中 唯一经常谈到革命前日子的人 是她八岁时不再见到的爷爷 她上学时是驱棍球队队长 连续两年获得体操奖杯 当过少年侦察队的小队长 青年团支部书记 最后参加了少年反性同盟 她得到的鉴定一直很出色 她甚至被送到小说司里的 色情文学处工作 这是某人名声可靠的 毫无质疑的标志 因为该处的工作 就是为无产者生产廉价的色情文学 据她说 在里面的工作人员称她为垃圾厂 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 协助生产像最佳故事选 或女学校的一页 等密封即发的书籍 无产者青少年偷偷摸摸地买去消遣 像买禁书一样 这些书写些什么 温次顿好奇地问 哦 完全是胡说八道 实际上都很无聊 他们一共只有六种情节 互相抄来抄去 当然 我只是在管万花筒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改写组 要我动笔可不行 亲爱的 水平不够 她精益地获悉 除了头头以外 色情文学处的工作人员 全是姑娘 他们所根据的理论是 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不易控制 因此更有可能遭到 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淫秽作品的腐蚀 他们甚至不要已婚的女人到那里去工作 他还说 一般总认为姑娘都很纯洁 这里就有一个不是那样 他第一次同男人发生关系 是在16岁的时候 对象是个60岁的党员 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 他干得很干净 丘利亚说 否则 他一招供 他们就会知道我的名字 从此以后 他又有过好几起 在他看来 生活很简单 你想快快活活过日子 他们 指的就是党 都不让你快活 你就尽量打破他的规矩 他似乎认为 他们要剥夺你的快活 就像你要避免被逮住一样 是很自然的事 他憎恨党 而且用很粗的话这么说 但是他对党 却没有一般的批评 对于党的理论 除非触及他的生活 他一概没有兴趣 他注意到 他从来不用心话 只有一两句 在日常生活中 已经流行的除外 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兄弟会 不相信有这个组织的存在 任何有组织的反叛党的尝试 都注定要失败的 因此他认为 都是愚蠢至极 聪明人该做的事 是打破他的规矩 而不危及你的生命 他隐隐地想 在年轻一代中间 不知有多少像他那样的人 这一代人 是在革命后的世界中长大的 不知有别的世界 把党视为万事不易的东西 就像头上的天空一样 对他的权威绝不反抗 只是千方百计加以回避 就像兔子躲开猎狗一样 他们没有谈到结婚的可能性 这事太渺茫了 连想也不知一想 即使能有办法除掉 温斯顿的妻子Casley 也没有一个委员会 会批准这样一桩婚事 即使做白日梦 也是没有希望的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的妻子 丘利亚文 他是 你知道新话中有个词 叫思想好的吗 那是说天生的正统派 根本不可能有坏思想的念头 我不知道这个词 不过我知道那号人 太知道了 他就把他婚后生活情况告诉他 奇怪的是 他似乎早已知道了其中的主要环节 他好像亲眼看到过 或者亲身经历过的一样 像他一一描述 他一碰到Casleen Casleen的身体就僵硬起来 即使他的胳膊紧紧地搂住了他 他似乎仍在使劲推开它 同丘利亚在一起 他觉得谈到这种事情 一点也不感到困难 反正Casleen 早已不再是一种痛苦的记忆了 而成了一种可厌的记忆了 要不是为了这一点 我还是可以忍受的 他说 接着他把Casleen 每星期一次 在同一天的晚上 迫着他像办例行公事似的 干那件事的情况告诉他 他不愿干这件事 但又没有什么东西 能使他不这么干 他曾经把它叫做 你猜也猜不到 咱们对党的义务 丘利亚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的 亲爱的 我也上过学 在学校里 对16岁以上的姑娘 每个月有一次性教育讲座 在青年团里也有 他们常年累月地 这样向你灌输 在许多人身上 大概生了笑 但是 当然 谁也说不准 人人都是伪君子 他开始在这个题目上 发挥起来 在丘利亚身上 一切的事情 都要推述到 他自己在性方面的强烈意识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一触及到这个问题 他就显得特别敏锐 不像温斯顿 他了解党在性方面 搞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 这只是因为性本能 创造了他自己的天地 非党所能控制 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 尤其重要的是 性生活的剥夺 能够造成歇斯底里 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 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 他是这么说的 你做爱的时候 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 事后你感到愉快 天塌下来也不顾 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 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 什么游行 欢呼 挥舞旗帜 都只不过是变了痣 发了酸的性欲 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 那么你有什么必要 为老大哥 三年计划 两分钟仇恨 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 感到兴奋 他想 这话说得有理 在禁欲和政治上的正统性之间 却有一种直接的紧密的关系 因为除了意志 某种强烈的本能 把它用来作为推动力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能够把党在党员身上 所要求的恐惧 仇恨 盲目信仰 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呢 性的冲动 对党是危险的 党就加以利用 他们对人们 要想做父母的本能 也耍弄了同样的手段 要废除家庭 实际是做不到的 相反 还鼓励大家 要钟爱自己的子女 这种爱护几乎是一种极其老实的方式 另外一方面 却有计划的叫子女反对父母 教他们侦查他们的言行 密告他们的偏离正统的倾向 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扩大 用这种方法 可以用同你十分接近的人做告密者 日日夜夜的监视着你 他又突然想到了凯瑟琳 凯瑟琳太愚蠢 没有识破她的见解的不合正统 要不然的话 早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了 再在这会儿 使她想起她来的 还是由于下午空气的闷热 使她额上冒了汗 她就开始向丘利亚 说到十一年前 也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下午 所发生的事 或者不如说 没有能够发生的事 那是在他们婚后三四个月的时候 他们到肯特去集体远足 迷了路 他们掉在大队的后面只不过几分钟 不过拐错了一个弯 到了一个以前的白厄土矿场的边缘上 悬崖有十米到二十米深 底下尽是大石块 附近没有人可以问路 凯瑟琳一发现迷了路 就十分不安起来 离开吵吵嚷嚷的远足伙伴 哪怕只有一会儿 也使她感到做了错事 她要顺着原路走回去 朝别的方向去寻找别人 但是这时 温斯顿看到他们脚下悬崖的石缝里 长着几处黄莲花 其中一处有品红和橘红两种颜色 显然出于同根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因此她把凯瑟琳叫过来看 瞧 凯瑟琳 瞧这几朵花 靠近矿底的那一处 你瞧清楚了没有 是两种颜色 她本来已经转了身要走了 这时勉强回来看了一眼 她甚至在悬崖上伸出脖子 去看她指的地方 她站在她后面不远 把手扶着她的腰 这时她忽然想到 附近没有一个人影 只有他们两个 连树叶也纹丝不动 更没有一声鸟语 在这样一个地方 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即使有 也只能录到声音 这时是下午最热最困的时候 阳光向他们直晒 她的脸上流下了汗珠 她突然想到了这个念头 你为什么不推她一把 丘利亚说 换了我就会推的 是的 你会推的 要是换了现在的我 我也会推的 也许 不过我说不好 你后悔没有推吗 是的 可以说我后悔没有推 他们并排坐在尘土后级的地板上 她把她拉得近一些 她的脑袋 围在她的肩上 她头发上的香气 盖过了鸽子粪臭 她想 她很年轻 对生活仍有期望 她不懂得 把一个碍事的人 推下悬崖去 不解决任何问题 实际上 不会有什么不同 她说 那么你为什么 后悔 没有推呢 那只是因为我 赞成积极的事情 不赞成消极的事情 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里 我们是无法取胜的 只不过有几种失败 比另一种失败好一些 仅此而已 她感到她的肩膀 因为不同意而动了一下 她说这种话时 她总是不同意的 她不能接受个人总要失败 乃是自然规律的看法 她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 她本人命运已经注定 思想警察迟早就要逮住她 杀死她 但是她的心里又认为 仍有可能构筑一个秘密的天地 按你的意愿生活 你所需要的不过是运气 狡猾大胆 她不懂得 世界上没有幸福这回事 唯一的胜利 在于你死了很久以后的 遥远的将来 而从你向党宣战开始 最好把自己当作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者 她说 我们还没有死 丘利亚具体地说 肉体上还没有死 六个月 一年 五年 这是可以想象的 我害怕死 你年轻 所以大概 比我还害怕死 显然 我们要尽量把死推迟 但是 没有什么不同 只要人 仍保持人性 死于生是一回事 哦 胡说八道 你愿意同谁睡觉 同我 还是同一句骷髅 你不喜欢活着吗 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 这是我 这是我的手 这是我的腿 我是真实的 实在的 活着的 你不喜欢吗 她转过身来 用胸脯压着她 隔着制服 她感到她的乳房 丰满而结实 她的身体 好像把青春和活力 灌注到了她的身上 是啊 我喜欢这个 她说 那么不要再说死了 现在听我说 亲爱的 我们得安排 下次的约会 我们也可以回到 树林中的 那个地方去 因为我们已经 长久没有去那里了 但是这次 你一定得走 另外一条路 我已经计划好了 你搭火车 你瞧 我给你画出来 她以她特有的 实际作风 把一些尘土 扫在一起 用鸽子窝里的 一根小树枝 开始在地上 画出一张地图来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乔治奥威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威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温斯顿看一看 却林顿先生的 店铺楼上的 那简陋的小屋 窗户旁边的那张大床 已经用粗毛毯铺好 枕头上没有盖的 壁炉架上 那口飙着 12个小时的老式坐中 在滴答地走着 角落里 在那折叠桌子上 上次买的玻璃阵纸 在半暗半明中 发出柔和的光芒 壁炉围栏里 放着一只破旧的 铁皮煤油炉 一只锅子 两只杯子 这都是 却林顿先生准备的 温斯顿点了火 放一锅水 在上面烧开 他带来了一只信封 里面装了 胜利盘咖啡 和一些糖精片 钟上的指针是7点20分 应该说是19点20分 他说好19点30分来 蠢事啊 蠢事 他的心里不断地这么说 自觉的 无缘无故的 自遭灭亡的蠢事 党员可能犯的罪行中 属治罪 是最不容易隐藏的 实际上 这一念头当初浮现在 他的脑海里 是由于折叠桌光滑的桌面 所反映的玻璃阵脂 在他的心目中 所造成的形象 不出所料 却林顿先生毫不留难地出租了这间屋子 他显然很高兴能到手几块钱 当他知道温斯顿要这间屋子是为了优惠 他也不觉得吃惊或者反感 相反 他装作视而不见 说话泛泛而谈 神情非常微妙 使人觉得他好像有一半已经引了身一样 他还说 清静独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人人都想要找个地方可以偶尔图个清静 他们只要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别人知道了也最好不要声张 这是骑马的礼貌 他甚至还说 这座房子有两个入口 一个经过后院通向一条小巷 这么说时 他好像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一样 窗户底下有人在唱歌 温斯顿躲在薄纱窗帘后面偷偷看出去 六月的太阳还很高 在下面充满阳光的院子里 有一个又肥又大的女人 像诺曼圆柱一样壮实 胳膊通红 腰部系着一条粗布围裙 迈着笨重的脚步 在洗衣桶和晾衣绳之间来回走着 晾出一批方形的白布 原来是婴儿的尿布 他的嘴里还咬着晾衣服的夹子时 就用很大嗓门的女低音歌唱着 这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吃响 消失起来像春天一样快 可是一句话 一个颜色却叫我胡思乱想 失魂落魄 这只歌在伦敦已经流行了好几个星期了 这是音乐司下面的一个科 为无产者出版的许多这种类似歌曲中的一首 这种歌曲的歌词 是由一种名叫写诗器的装置编写出来的 不需要一点点人力 但是那女人唱得那么动听 使得这些胡说八道的废话听起来几乎非常悦耳 她可以听到那个女人一边唱着歌 一边鞋子在石板上磨来擦去 街头孩子们的叫喊 远远什么地方隐隐约约的诗声 但是屋子里仍异样的禁忌 那是由于没有垫幕 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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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想了起来 不可想象 他们能够几个星期来此优惠一次而不被发掘 但是要想在室内 而且近在咫尺的地方 有一个自己的秘密的地点 这个诱惑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太大了 在他们去了教堂钟楼那次以后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办法安排一个相会的地方 为了迎接仇恨周 工作时间大大延长了 到仇恨周还有一个月 但是繁杂的准备工作使大家都要加班加点 最后他们两人终于弄到在同一个下午休息 他们原来商量好 再到树林中那块空地去 在那天的前一个晚上 他们在街头见了一面 当他们两人混在人群中相遇时 温斯顿像平时一样很少看丘里亚 但匆匆一瞥 使他觉得他的脸色似乎比平时苍白 吹了 他看到情况比较安全时 马上低声说 我是说明天的事 什么 明天下午我不能来 为什么不能来 又是那个 这次开始的早 他猛一下感到很生气 在认识他一个月之内 他对他的欲望的性质已经有了变化 开始时很少真实的感情 他们第一次的做爱 只不过是意志行为 但第二次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他头发的气味 嘴唇的味道 皮肤的感觉 都似乎钻到了他的体内 弥漫到周围的空气中 他成了一种生理上的必须 成了一种他不仅需要 而且感到有权享有的东西 他一说他不能来 他就觉得他在欺骗他 正当这个时候 人群把他们一挤 他们的手无意中碰了一下 他把他的手指尖很快捏了一把 引起的似乎不是欲望 而是情爱 他想到 你如果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 这种失望大概是不断发生的正常的事 因此突然对他感到了一种深厚的柔情 这是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 他真希望 他们是一对结婚已有十年历史的夫妇 他真希望 他们两人像现在那样在街上走着 不过是公开的 不带恐惧谈着琐碎的事 买着家用的杂物 他尤其希望 他们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单独在一起 而不必感到每次相会非作爱不可 他想到租 却连顿先生的屋子的念头 到并不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而是在第二天 他向丘利亚提出后 他出乎意料的马上同意了 他们两人都明白 这样做是发疯 好像是两人都有意向坟墓跨进一步 他一边在床边坐着等待他 一边又想起了有爱部的地下室 命中注定的恐怖 在你的意识中实现实隐 真是奇怪的事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 这种恐怖必然会在死前发生 就像九十九必然是在一百之前一样 你无法躲避 不过也许能够稍加推迟 但是你却经常有意识地 有意志地采取行动 缩短他未发生前的一段间隙时间 就在这个档 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丘利亚冲了进来 她提着一个棕色帆布工具包 这是她经常看到 她在上下班时带着的 她走向前去搂她 但是她急忙挣脱开去 一半是因为她手中还提着工具包 等一会儿 她说 我给你看我带来了一些什么 你带了那恶心的胜利盘咖啡没有 我知道你会带来的 不过你可以把它扔掉了 我们不需要它 瞧这里 她跪了下来 打开工具包 掏出面上的一些班子 玄鑿 下面是几个干净的纸包 她递给温斯顿的第一个纸包 给她一种奇怪而有点熟悉的感觉 里面是一种沉甸甸的细纱一样的东西 你一捏 她就陷了进去 不是糖吧 她问 真正的糖 不是糖精 是糖 这里还有块面包 正规的白面包 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次货 还有一小罐果酱 这里是一罐牛奶 不过瞧 这才是我感到最得意的东西 我得用粗布把它包上 因为 但是 她不用告诉他 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 因为香味已弥漫全是 这种浓烈的香味 好像是从她海提时代发出的一样 不过即使到了现在 有时也偶尔闻到 在一扇门 还没有关上的时候 飘过过道 或者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 神秘的飘来 你闻了一下 就又闻不到了 这是咖啡 她喃喃地说 真正的咖啡 这是核心党的咖啡 这里有整整一公斤 她说 这些东西你怎么弄到的 这都是核心党的东西 这些混蛋没有弄不到的东西 没有 但是当然 服务员 勤务员都能砍一些油 瞧 我还有一小包 茶叶 温斯顿在他身旁蹲了下来 他把那个纸包撕开一脚 这是真正的茶叶 不是黑莓叶 最近茶叶不少 他们攻占了印度之类的地方 他含含糊糊地说 但是我告诉你 亲爱的 我要你转过背去 只要三分钟 走到床那边去坐着 别到窗口太近的地方 我说行了 才转过来 温斯顿心不再蔫地 看着薄纱窗帘的外面 院子里那个胳膊通红的女人 仍在洗衣桶和晾衣绳之间 来回的忙碌着 她从嘴里又取出两只夹子 深情地唱着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看来这个女人 把这支废话连篇的歌 背得滚瓜烂熟 她的歌声随着夏天的甜美空气 飘了上来 非常悦耳动听 充满了一种愉快的悲哀之感 你好像觉得 如果六月的傍晚无休无止 要洗的衣服没完没了 她就会十分满足地 在那里待上一千年 一边晾尿布 一边唱情歌 她想到 她从来没有听到过 一个党员独自地自发地在唱歌 真有点奇怪 这样做就会显得有些不正统 古怪的有些危险 就像一个人自言自语 也许只有当你吃不饱肚子的时候 才会感到要唱歌 你现在可以转过身来了 丘利亚说 她转过身去 一时几乎认不出是她了 她原来以为会看到她脱光了衣服 但是她没有裸出身子来 她的变化比赤身裸体还使她惊奇 她的脸上涂了胭脂 抹了粉 她一定是到了无产者区小铺子里 买了一套化妆用品 她的嘴唇涂得红红的 脸颊上抹了胭脂 鼻子上铺了粉 甚至眼皮下也涂了什么东西 使得眼睛显得更加明亮 她的化妆并不熟练巧妙 但温斯顿在这方面的要求并不高 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或者想过一个党内的女人 脸上涂脂抹粉 她的面容的美化十分惊人 这里抹些红 那里涂些白 她不仅好看多了 而且更加女性化了 她的短发和男孩子气的制服 只增加了这种效果 她把她搂在怀里时 鼻孔里充满了一阵阵 人造紫罗兰香气 她想起了在地下室厨房里的 半明半暗中 那个老掉牙的女人的嘴 她用的也是这种香水 但是现在这一点 却似乎无关紧要 还用了香水 她说 是的 亲爱的 还用了香水 你知道 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吗 我要去弄一件 真正的女人衣裙 不像这老绳子的裤子 我要穿丝袜 高跟鞋 在这间屋子里 我要做一个女人 不做党员统治 他们脱掉了衣服 爬到红木大床上 这是她第一次 在她面前脱光了衣服 在此以前 她一直对自己 苍白瘦小的身体 感到自残行贿 还有小腿上的 突出的青筋 膝盖上变色的窗疤 床上没有床单 但是他们身下的毛毯 也没有毛 很光滑 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 这床又大 又有弹性 一定尽是臭宠 但是谁在乎 丘利亚说 除了在无产者家中以外 你已很少看到双人大床了 温斯顿幼时曾经睡过双人大床 丘利亚根据记忆所及 从来没有睡过 接着他们就睡着了一会儿 温斯顿醒来时 时钟的指针 已悄悄地移到快九点钟了 她没有动 因为丘利亚的头 枕在她的手臂上 她的胭脂和粉 大部分已经擦到 她的脸上或枕头上了 但淡淡的一层胭脂 仍显出了她脸颊的美 夕阳的淡黄的光线 映在床脚上 照亮了壁炉 锅里的水开得正欢 下面院子里的 那个女人已不再唱了 但自远方街头 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喊声 她隐隐约约地想到 在那被抹去了过去 在一个夏日的晚上 一男一女一丝不挂 躺在这样的一张床上 愿意做爱就做爱 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 没有觉得非起来不可 就是那样躺在那里 静静地听着外面 视警地喧闹 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正常 肯定可以说 从来没有一个 这种事情是正常的时候 丘利亚醒了过来 揉一揉眼睛 撑着手肘抬起身子来 看一眼没有炉 水烧干了一半 她说 我马上起来做咖啡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 你家里什么时候 断电熄灯 23点30分 宿舍里是23点 不过你得早些进门 因为 嘿 去你的 你这个脏东西 她突然扭过身 去到床下地板上 拾起一只鞋子 像男孩子似的 举起胳膊 向屋子角落扔去 动作同她看到 她在那天早上 两分钟仇恨时间里 像古尔德斯坦因 扔字典完全一样 那是什么 她吃惊地问 一只老鼠 我瞧见 她从板壁下面 钻出鼻子来 那边有个洞 我把她吓跑了 老鼠 温斯顿喃喃自语 在这间屋子里 到处都有老鼠 丘利亚又躺了下来 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宿舍里 甚至厨房里也有 伦敦有些地方 尽是老鼠 你知道吗 他们还咬小孩 真的 他们咬小孩 在这种街道里 做妈妈的连两分钟 也不敢离开孩子 那是那种褐色的大老鼠 可恶的是这种 害人的东西 别说下去了 温斯顿说 紧闭着双眼 亲爱的 你的脸色都发白了 怎么回事 你觉得不好过吗 世界上所有可怕的东西中 最可怕的是老鼠 他挨着他 双致双腿都勾住他 好像要用他的体热来抚慰他 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 有好几分钟之久 他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他这一辈子 不断做过的噩梦之中 梦中的情况总是一样 他站在一道黑暗的墙前 墙的那一边是一种不可忍受的 可怕的使你不敢正视的东西 他在这种梦中 总是深感到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 因为事实上 他知道黑暗的墙后是什么 他只要拼命努力一下 就可以把这东西 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 就像从自己的脑子里 掏出一块东西来一样 他总是还没有弄清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就醒来了 不过这东西 有些同刚才他打断丘利亚的时候 他正说的东西有关 对不起 他说 没有什么 我只是不喜欢老鼠而已 别担心 亲爱的 咱们不让他们待在那里 咱们等一会儿走之前 用破布把洞口塞上 下次来时 我带些石灰来 把洞好好的堵上 这时 莫名的恐惧已经忘掉了一半 他感到有些难为情 靠着床头坐起来 丘利亚下了床 穿好了衣服 做了咖啡 锅子里飘出来的香味浓郁 而带刺激性 他们把窗户关上 生怕外面有人闻到 打听是谁在做咖啡 加了糖以后 咖啡有了一种光泽 味道更好了 这是温斯顿吃了多年糖精以后 几乎忘记了的东西 丘利亚一手插在口袋里 一手拿着一片 抹了果酱的面包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随便看一眼书架 指出最好怎么修理折叠桌 一屁股坐在破沙发里 看看是不是舒服 有点好玩的 仔细观察一下 坐中的十二小时钟面 他把玻璃正纸 拿到床上来凑着光线看 他把它从他手中取回来 又给他的柔和的 雨水般的色泽吸引住了 你认为这是什么东西 丘利亚问 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东西 我是说 我认为从来没有人把它派过用处 我就是喜欢这一点 这是他们忘掉篡改的一小段历史 这是从一百年以前传来的信息 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辨认 还有那边的画片 他朝着对面墙上的石刻画点一点头 那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吧 还要更久 大概有两百年了 我说不好 如今什么东西 你都无法知道有多久的历史了 他走过去瞧 那只老鼠 就是在这里伸出鼻子来的 他踢一踢画下的板壁说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这是一个教堂 至少以前是个教堂 名字叫做圣克里门特的丹麦人 却林顿先生教他的那只歌 有几句又浮现在他的脑迹 他有点留恋地唱道 圣克里门特教堂的钟声说 橘子和柠檬 使他感到惊奇的是 他把这句歌词唱完了 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 你欠我三个铜板 老巴莱特教堂的钟声说 你什么时候归还 这下面怎么唱 我已忘了 不过反正我记得最后一句是 这里有只蜡烛照你上床 这里有把斧子砍你脑袋 这好像是一个分成两半的暗号 不过在老巴莱教堂的钟声下面 一定还有一句 也许恰当地提示一下 可以从却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是谁教给你的 他问 我爷爷 我很小的时候 他常常教我唱 我八岁那年 他气死了 反正他不见了 我不知道柠檬是什么 他随便又说一句 我见过橘子 那是一种皮很厚的圆形黄色的水果 我还记得柠檬 温斯顿说 在五十年代很普通 很酸 闻一下也叫你的牙齿发软 那幅画片后面一定有个老鼠窝 丘利亚说 哪一天我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 咱们现在该走了 我得把粉擦掉 真讨厌 等会儿我再擦掉你脸上的唇膏 温斯顿在床上 又赖了一会儿 屋子里慢慢地黑了下来 他转身对着光线 懒洋洋地看着玻璃正直 使人感到无限兴趣的 不是那块珊瑚 而是玻璃内部本身 这么深 可是又像是空气一般透明 玻璃的弧形表面 仿佛就是苍穹 下面包藏着一个小小的世界 连大气层都一并齐全 他感到他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中去 事实上他已经在里面了 还有那红木大床 折叠桌 坐钟 铜板石刻画 还有那镇纸本身 那镇纸就是他所在的那间屋子 珊瑚是丘利亚和他自己的生命 有点永恒地嵌在这个水晶球的中心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由丁丁播讲 塞麦消失了 一天早上 他没有来上班 有几个没头脑的人谈到了他的矿工 第二天就没有人提到他了 第三天 温斯顿到纪录司的前厅去看布告板 上面有一张布告 开列着象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 塞麦过去是委员 这张名单看上去几乎同以前一模一样 上面并没有谁的名字给划掉 但是名单上少了一个人 这就够了 塞麦已不再存在 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天气十分酷热 在迷宫般的布里 没有窗户 装有空调的房间 保持着正常的温度 但是在外面 人行道热得烫脚 上下班时间 地铁里臭气熏人 仇恨周的准备工作 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各部工作人员都加班加点 游行 集会 军事检阅 演讲报告 蜡像陈列 电影放映 电幕节目 都得组织起来 模拟人像 感知出来 口号起草出来 歌曲编写出来 谣言传播出去 照片伪造出来 小说斯里丘利亚所在的那个单位 已不再制造小说 而在感知许多暴行小册子 温斯顿除了经常工作以外 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 检查太武士报过期的旧报存档 把要在演讲和报告中 引用的新闻篡改修饰 深夜里喧闹的无产者群众在街头闲逛 整个城市奇怪的有一种狂热的气氛 火箭掉下的次数更多了 有时候远处有大声爆炸 谁也不知什么缘故 谣言却很纷纭 《仇恨周》主题歌 也叫做《仇恨歌》的新曲已经谱出 电幕上正在没完没了的播放 歌曲的旋律像野兽的吼叫 很难叫做音乐 而有点像击鼓 配着进军的步伐 有几百个男生大声合唱 听起来怪怕人的 无产者很喜欢它 在夜半的街头 同仍旧流行的 这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吃香 竟相媲美 Paisons家的孩子 用一只蜂窝和一张大便纸 白天黑夜的吹奏着 使人无法忍受 温斯顿每天晚上都比以前排得更晚了 Paisons组织的志愿人员 在为这条街道准备仇恨周 缝旗子 画招贴 在屋顶上竖旗杆 在街上架铁丝 准备挂横幅 Paisons吹嘘说 单单胜利大厦挂出的旗 夹起来就有四百米 他兴高采烈 得其所在 天气热 再加上干体力活 使他有了借口 在晚上也穿着短裤和长领衬衫 他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忙碌不堪 推啊拉的 缝啊敲的 出主意想办法 用童子间劝告的口吻 鼓动每个人 身上无处 不散发出似乎无穷无尽的恶竹的汗臭 伦敦到处突然出现了一幅新的招贴 没有文字说明 画的只是一个欧亚国士兵的庞大身躯 有三四米高 蒙古肿的脸毫无表情 跨着大军靴向前迈步行进 腰上一挺清机枪 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的招贴 机枪的枪口总是对准着你 由于透视的原理 枪口很大很大 这张招贴画贴在每道墙上的每个空位上 甚至比老大哥画像的数目还要多 无产者一般不关心战争 这时却被鼓动起来 迸发出他们一时的爱国热情 好像是为了要配合流行的情绪 火箭炸死的人比平时更多了 有一枚落在斯坦普奈一家满座的电影院里 把好几百人埋在废墟下面 附近的居民都出来送病 行列之长数小时不断 实际上成了抗议示威 还有一枚炸弹 落在一个当作游戏场的闲置空地上 有好几十个儿童被炸得血肉横飞 于是又举行了愤怒的示威 把古尔德斯坦因的模拟像当众焚毁 好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招贴给撕了下来一起烧掉 在一片混乱之中 有一些店铺遭到喜结 接着有谣言说 有间谍在用无线电指挥火箭的头扔 有一对老年夫妇只因为有外国血统之嫌 家屋就被纵火焚毁 两位老人活活烧死 在却林顿先生铺子的楼上 丘利亚和温斯顿只要有机会去 就在窗户底下的空床上并排躺着 为了涂凉快身上拖得光光的 老鼠没有再来 但在炎热中臭虫却猛增 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 不论是脏还是干净 这间屋子无疑是天堂 他们一到就到处撒上黑市上买来的胡椒 脱光衣服留着汗做爱 完了就睡一觉 醒来时臭虫又开始猖獗 聚集起来进行反攻 在六月份里 他们一共优惠了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温斯顿已没有一天到晚喝杜松子酒的习惯 他似乎已经不再有此需要了 他长胖了 静脉曲张溃疡消退 只是在脚踝上方的皮肤上 留下一块棕斑 他早起的咳嗽也好了 生活上的一些琐事 也不再使他觉得难以忍受了 他已不再有什么冲动 要向店幕做鬼脸表示厌恶 或者拉开嗓门大骂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固定的优惠地点 几乎像是自己的家 因此 即使只能偶遗相会 时间也才只一两个小时 但这也无所谓了 重要的是居然有旧货铺楼上那一间屋子 直到有它安然存在 也就跟到了里面差不多 这间屋子本身就自成一个天地 过去世界的一块飞地 现以绝迹的动物 可以在其中迈步 温斯顿觉得 确林顿先生也是一个现以绝迹的动物 他有时在上楼的时候停下步来 同确林顿先生聊一会儿 那个老头似乎很少外出 甚至根本不外出 此外 他也几乎没有什么顾客 他在黑暗的小殿堂 与甚至更小的后厨房之间 过着幽灵一般的生活 他在那间厨房里自己做饭 厨房里还有一台老掉了牙的唱机 上面按着一个大喇叭 能有机会与人说话 他似乎很高兴 他的鼻子又尖又长 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 穿着一件平容上衣 弯着背 在那些不值一钱的货物之间夺来夺去 神情活像一个收藏家 不像一个救货商 他有时会略带热情地摸摸这些破烂 或者那件破烂 瓷器做的平三 破鼻烟弧的右膝盒 镀巾 胸针盒 里面装着几根早已夭折的婴孩的头发 从来不要求温斯顿买东西 只是请他欣赏欣赏 听他说话 就像听一架老掉牙的八音盒一样 他从他的记忆中又挖掘出来一些早已为人所遗忘的歌谣片段 有一只歌是关于二十四只乌鸦的 还有一只歌是关于一头折了脚的母牛的 还有一只歌是关于科克罗宾的惨死的 我想你也许会觉得有兴趣 他每次想起一个片段 就会有点不以为然的笑道 但是不管哪一只歌谣 他记得的只有一两句 他们两个人都知道 也可以说这个念头一直盘缓在他们的心中 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长久的 有时候死亡的临近 似乎比他们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还要现实 他们就只好紧紧地搂在一起 这是一种绝望的肉欲 就像一个快死的人 在临死前五分钟 享受他最后一点的快感一样 但也有一些时候 他们却有不仅感到安全 而且感到长远的幻觉 他们两人都感到 只要他们实际处身于那间屋子 就不会有灾难临头 要到那里去倒是又困难又危险 但是那间屋子却是个避难所 当文斯顿凝视着那镇纸的中央的时候 他感到 要到那水晶世界里面去是办得到的 一旦到了里面 时间就能停止了 他们常常担逆于逃避现实的白日梦 他们的运气会永远好下去 他们可以在这一辈子永远这样偷偷摸摸搞下去 而不会被发觉 或者凯瑟琳会死掉 温斯顿和丘利亚就可以想个巧妙的方法结婚 或者他们一起自杀 或者他们躲了开去 改头换面 学会无产者说话的枪叫 到一家工厂去做工 在一条后街小巷里过一辈子 而不被人发觉 他们两人都知道 这都是吃人说梦 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出路的 甚至那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即自杀 他们也无意实行 过一天算一天 过一星期算一星期 虽然没有前途 却还是尽量拖长现在的时间 这似乎是一种无法压制的本能 就像只要有空气 人肺就总要呼吸一样 有时候 他们也谈到搞实际活动来反党 但是却不知道怎样采取第一步 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却有歧视 要参加进去还有困难 他告诉他 在他和奥伯良之间存在着 或者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亲切感 他有时就感到有这样的冲动 要到奥伯良面前去对他说 自己是党的敌人 要求他的帮助 很奇怪 他并不觉得这样做太冒失 他善于从相貌上看人 温斯顿只根据眼光一闪 就认为奥伯良是个可靠的人 他似乎觉得是很自然的事 此外 他也想当然地认为 大家 几乎每个人 内心里都是仇恨党的 只要安全无师 都会打破规矩的 但是 他不相信 有普遍的 有组织的反对派存在 或者有可能存在 他说 关于古尔德斯坦因 及其地下军的传说 只不过是党 为了他自己的目的 而捏造出来的胡说八道 你不得不假装相信 在党的集会和自发的示威中 他还无数次拉开嗓门高喊着 要把那些他从来没有听到过 而且他也一点也不相信 他们犯了什么罪行的人处于死刑 在公审大会上 他参加青年团的队伍 在法庭外面 从早到晚高喊 打倒卖国贼 在两分钟仇恨中 他咒骂古尔德斯坦因 总抢在别人之先 但是 古尔德斯坦因是谁 他的主张是什么 他却一无所知 他是革命后成长的 年纪太轻 不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 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像独立的政治运动这样的事 他是无法理解的 而且不论怎么说 党是不可战胜的 他将永远存在 永远是那个样子 你的反抗只能是暗中不服从 或者至多是孤立的暴力行为 例如杀掉某个人 或者炸掉某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 他比温斯顿还精 还不易相信党的宣传 有一次谈到同欧亚国打仗时 他随口说 他认为根本没有在打仗 这叫他大吃一惊 他说 每天落的伦敦的火箭 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 目的只是为了要吓唬人民 这个念头 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 他也使他感到有些忌妒 因为他说在两分钟仇恨中 他最大的困难 还是要忍住不致大声笑出来 但是他对党的领导有怀疑 只是在这些教导 触及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他经常是容易相信官方的无疾之谈的 那只是因为在他看来 真假之间的区别关系不大 例如他相信飞机是党发明的 这是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学到的 温斯顿记得 在他上小学的时候 那是在五十年代后期 党自称由他发明的还只有直升机 十多年以后 丘利亚上小学时就是飞机了 再隔一带就会说 蒸汽机也是他发明的了 当他告诉他 在他出生之前 早在革命发生之前 就已有了飞机的存在时 他对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发生兴趣 说到底 飞机究竟是谁发明的 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 比较使他吃惊的 却是有一次随便聊天时 他发现 他不记得四年之前 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 同欧亚国和平相处 不错 他认为整个战争都是假的 但显然 他甚至没有注意到 已经换了敌人的名字 他含糊的说 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 这使他感到有点吃惊 飞机的发明 是在他出生以前很久的事 而战争对象的转换 却才只有四年 是他早已长大成人以后的事 他同他辩论了大约有半个小时 最后他终于使他记起来说 他隐约记得 有一阵子敌人是东亚国 而不是欧亚国 但是他认为 这一问题无所谓 他不耐烦地说 谁管他 总是不断地打仗 一个接着一个 反正你知道 所有的消息都是谎话 有时 他同他说到纪录斯 和他在那里干的 大胆伪造的工作 他对这种事情 似乎并不感到奇怪 他并没有因为 一想到谎话变成了真理 而感觉到脚下打开了深渊 他告诉他 关于琼斯 阿隆逊 鲁瑟福的事 和有一次 那张意义重大的纸条 划过他的手指尖的事 但他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 说真的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无法领会这件事的意义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他问 不是 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是核心党员 而且他们的年纪 比我大多了 他们是老一辈的人 革命以前的时代的人 我只认得他们的脸 既然这样 那有什么可以发愁的呢 一直不断有人被杀掉 是不是 他要想使他明白 这个问题不同一般 这不是谁被杀死的问题 你知道不知道 从昨天开始往回推算 所有的过去都给抹掉了 如果说有什么地方 还存在过去的话 也只存在于少数几样 实在的东西里 但没有文字说明 就像那块玻璃一样 关于革命和革命前的事 我们已经几乎一无所知了 每一项记录都已销毁和篡改掉了 每一本书都已改写过了 每一幅画都已重画过了 每一个塑像 街道大楼都已改了名字 每一个日期都已改动过了 而且这个过程还天天 随时随刻的在进行 历史已经停止 除了党永远是正确的 无休无止的现在 任何东西都不存在 当然 过去遭到篡改 我是知道的 但我永远无法加以证明 哪怕在我进行篡改伪造的时候 这种事情做了以后 什么证据都不遗留 唯一证据存在于我的脑中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把握 有任何另外一个人 也有我的同样记忆 在我一辈子中 就只有那一次 在事件发生了多年以后 我居然的确掌握了 实际的具体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 那没有什么用 因为我几分钟以后 就把它扔了 要是今天再发生这样的事 我就要把它留下来 我可不 丘利亚说 我敢冒险 但只为值得冒险的事冒险 绝不会为几张旧报纸冒险 即使你留了下来 你又能拿它怎么样 也许没有多大用处 但这毕竟是证据 可能在这里或者那里 撒布一些怀疑的种子 那是假定我敢拿去给别人看 我认为在我们这一辈子 要改变任何现状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可以想象 有时在某个地方会出现反抗的小集团 一小批人集合在一起 人数慢慢增加 甚至还留下一些痕迹 下一代的人可以接着干下去 我对下一代没有兴趣 亲爱的 我只对我们自己有兴趣 你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 他对他说 他觉得这句话十分风趣 高兴地伸开胳膊搂住他 他对党的理论和细枝末节毫无兴趣 他一开始谈到英社的原则 双重思想 过去的默默无声和客观现实的抹杀 或者一开始用新话的词 他就感到厌倦混乱 说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事情 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废话 因此操这个心干什么 他只知道什么该高兴 什么该不高兴 这样就够了 如果他老是谈这种事情 他往往就睡着了 这个习惯真叫他没有办法 他是那样的一种人 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 在同他说话中 他发现假装正统 而又不知正统为何意 是件十分容易的事 可以说 在没有理解能力的人身上 党把他的世界观灌输给他们最为成功 最明显不过的 违反现实的东西 都可以使他们相信 因为他们从来不理解 对他们的要求是何等荒唐 因为他们对社会大事不发生兴趣 从来不去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是由于缺乏理解 他们没有发疯 他们什么都一口吞下 吞下的东西对他们并无害处 因为没有残渣遗留 就像一颗玉米粒不加消化的通过一只鸟的体内一样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1984 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英国著名作家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1984 由丁丁播讲 这件事终于发生了 期待中的信息传了过来 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在等待这件事的发生 他正走在布里大楼的长长的走廊里 快到丘利亚上次把那纸条塞到他手中的地方 他才意识到身后跟着一个个子比他高的人 那个人不知是谁 轻轻地咳了一声 显然是表示要说话 温斯顿猛然站住 转过身去 那人是奥伯良 他们终于面对着面 他的唯一冲动似乎是要逃走 他的心猛跳着说不出话来 但是奥伯良仍继续走着 一只友好的手按了一下温斯顿的胳膊 这样他们两人就并肩向前走了 他开始用他特别彬彬有礼的口气说话 这是他与大多数核心党员不同的地方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同你谈谈 他说 前不久我读到你在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用新话写的文章 我想你对新话颇有学术上的兴趣吧 温斯顿已恢复了他的一部分自信 他说 谈不上什么学术上的兴趣 我是个外行 这不是我的专业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一语言的实际创作工作 但是你的文章写得很漂亮 奥伯良说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最近同你的一位朋友谈过 他肯定是个专家 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温斯顿的心里又是一阵难过 不可想象 这不是提到赛麦 但是赛麦不仅死了 而且是给抹掉了 是个非人 提到他会有丧命的危险 奥伯良的话显然一定是个信号 一个暗号 由于两人共同参与了这个小小的思想罪行 它使他们成了同谋犯 他们原来是在走廊里慢慢地继续走着 这时奥伯良指了步 他整了一整鼻梁上的眼镜 这个姿态总使人有一种奇怪的亲切之感 接着他说 我其实想要说的是 我在你的文章中 注意到你用了两个现在已经过时了的词 不过这两个词是最近才过时的 你有没有看过第十版的新画词典 没有 温斯顿说 我想这还没有出版吧 我们纪录斯仍在用第九版 是啊 第十版要过几个月才发行 但是他们已发了几本样书 我自己就有一本 也许你有兴趣看一看 很有兴趣 温斯顿说 马上领会了这个意思 有些新发展是极其聪明的 减少动词数目 我想你对这点是会有兴趣的 让我想派个通讯员把词典送给你 不过这种事情我老是容易忘了 还是你有空到我住的地方来取吧 不知你方便不方便 请等一下 我把地址写给你 他们正好站在一个店幕的前面 奥伯良有些心不在念的摸一摸他的两只口袋 摸出了一本皮面的小笔记本 和一只金色的墨水笔 他就在店幕下面写了地址 撕了下来交给温斯顿 这个地位使得在店幕另一边的人 可以看到他写的是什么 我一般晚上都在家 他说 如果正好不在 我的勤务员会把词典给你的 说完他就走了 留下温斯顿站在那 手中拿着那张纸片 这次他没有必要把它藏起来了 但是他还是仔细地把上面写的地址背熟了 几个小时以后 就把它同其他一大堆废纸一起扔进了忘怀洞 他们在一起顶多只讲了两分钟的话 这件事只可能有一个含义 这样做是为了让温斯顿知道奥伯良的地址 所以有此必要是因为除了直接询问以外 要知道谁住在哪里是不可能的 什么电话簿 地址路都是没有的 奥伯良对他说的就是 你如果要看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也许那本词典里夹着一封信藏着一句话 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所梦想的密谋确实存在 他已经碰到了他外层的边缘了 他知道他迟早要用奥伯良的召唤而去找他 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要搁很久 他也说不定 刚才发生的事 只不过是多年前已经开始的一个过程的实现而已 第一步是个秘密的不自觉的念头 第二步是开始写日记 他已经从思想进入到了语言 现在又从语言进入到了行动 最后一步则是将在有碍部里发生事情了 他已经决定接受这个结局 史既是忠 忠欲于始 但是这有点使人害怕 或者确切地说 这有点像预先尝一下死亡的滋味 有点像少活几天 甚至在他同奥伯良说话的时候 当所说的话的含义慢慢明显以后 他全身感到一阵发冷 打了个寒着 他有了一种踏进潮湿寒冷的坟墓的感觉 并不因为他早已一直知道坟墓就在前面等候他 而感到好过些 温斯顿醒来时 眼里充满了泪水 丘利亚睡意很浓地挨近他 嘴里喃喃地说着大概是怎么回事之类的话 我梦见 他开始说道 马上又停住了 这梦境太复杂了 说不清楚 除了梦本身之外 还有与梦有关的记忆 那是在醒来以后几秒钟之内浮现在他心中的 他闭上眼睛躺着 仍进沉在梦境中的气氛里 这是一场光亮夺目 场面很大的梦 他的整个一生 好像夏日傍晚雨后的景色一样 展现在他的前面 这都是在那玻璃阵纸里面发生的 玻璃的表面成了苍穹 苍穹之下 什么东西都充满了柔和清澈的光芒 一望无际 这场梦 也可以由他母亲的手臂的一个动作所概括 实际上 也可以说 是他母亲的手臂的一个动作所构成的 这个动作在三十年后 他又在新闻片中看到了 那就是那个犹太妇女 为了保护她的小孩 不受子弹的扫射而做的一个动作 但是仍不能防止直升机把他们母子俩炸得粉碎 你知道吗 他说 以前我一直以为 我母亲是我害死的 你为什么要害死你的母亲 丘利亚问道 仍旁旧在睡梦之中 我没有害死他 没有在肉体上 害死他 在梦中 他记起了他对他母亲的最后一瞥 醒来以后 围绕着这梦境的一切细枝末节都涌上了心头 这个记忆 他在许多年来 是一直有意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的 他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了 不过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他大概至少已有十岁了 也可能是十二岁 他父亲在这以前消失了 在这以前究竟多久 他已记不得了 他只记得当时生活很不安定 朝不保夕 经常发生空袭 在地下铁道车站中躲避空袭 到处都是瓦砾 街头贴着他所看不懂的公告 穿着同样颜色衬衫的成军少年 面包房前长长的队伍 远处不断响起的机枪声 尤其是总是吃不饱 他记得每天下午要花许多时间 同其他一些孩子在垃圾桶 废物堆里捡破烂 什么菜帮子 菜叶子 土豆皮 有时甚至还有陈面包片 捡到这些 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把炉渣扒掉 有时还在马路上等卡车开过 他们知道这些卡车有固定路线 装的是喂牛的饲料 在驶过坑坑洼洼的路面时 就会撒出一些豆饼来 他父亲失踪的时候 他母亲并没有表示奇怪或者剧烈的悲痛 但是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 他好像精神上完全垮掉了一样 甚至连温斯顿也感到他是在等待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 一切该做的事 他都照样在做 烧饭 洗衣 缝补 铺床 扫地 胆土 但是总是动作迟缓 一点多余的动作也没有 好像艺术家的人体模型自己在走动一样 这使人觉得奇怪 他的体态动人的高大身子 似乎自然而然地陷于静止了 他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 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边 给他的小妹妹喂奶 他的小妹妹是个体弱多病 非常安静的婴儿 只有两三岁 脸上瘦得像只猴子 他偶然会把温斯顿紧紧地搂在怀里 很久很久不说话 他尽管年幼无知 只管自己 但也明白这同样发生的 但是从来没有提到的事情有关 他记得他们住的那间屋子 黑暗狭隘 一张白床单 铺盖的床 占了一半的面积 屋子里有个煤气罩 一个食物柜 外面的台阶上 有个棕色的陶瓷水池 是几家合用的 他记得他母亲高大的身子 弯在煤气罩上 搅动着锅里的什么东西 他尤其记得他老是肚子饿 吃饭的时候总要吵个不休 他常常一次又一次 哼哼唧唧地问他母亲 为什么没有更多吃的 他常常向他大喊大闹 他甚至还记得他自己的嗓门 由于大喊大叫过早地变了音 有时候洪亮的有些奇怪 他也常常为了要分到一些吃的而伪装可怜相 他母亲是很乐意多分给他一些的 他认为他是个男孩 分得最多是当然之理 但是不论他分给他多少 他总是嫌不够 每次吃饭时 他总求他不要自私 不要忘了小妹妹有病 也需要吃的 但是没有用 他如果不给他多盛一些 他就气得大喊大叫 把锅子和勺子从他手中夺过来 或者把他妹妹盆中的东西抢过来 他也明白这么做 他母亲和妹妹得挨饿 但是他没有办法 他甚至觉得自己有权这么做 他肚中的碌碌机场 似乎就是他的理由 两餐之间 如果他母亲防卫不严 他还常常偷吃食物柜上 一点点可怜的储藏 有一天 发了巧克力的定量供应 过去已经有好几个星期 好几个月没有发了 他还十分清楚地记得 那珍贵的一点点巧克力 二两种的一块 三人分 应该分成等量的三块 但是突然之间 仿佛有人在指使他似的 温斯顿听到自己 生如红中的要求 把整块巧克力都给他 他母亲叫他别贪心 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 哼哼唧唧 又是叫又是哭 眼泪鼻涕 劝戒责骂 讨价还价 他的小妹妹双手紧抱着他母亲 活像一只小猴子 坐在那里 从他母亲的肩后望过来 眨着大眼睛 悲伤地看着他 最后 他母亲把那块巧克力 掰了四分之三 给了温斯顿 把剩下的四分之一 给了他妹妹 那小姑娘拿着巧克力 呆呆地看着 好像不知它是什么东西 温斯顿站着看了一会儿 接着他突然跃身一跳 从他妹妹手中 把那块巧克力一把抢走 就跑到门外去了 温斯顿 温斯顿 他母亲在后面叫他 快回来 把你妹妹的那块巧克力 还给他 他停了下来 但是没有回来 他母亲的焦虑眼光 盯着他的脸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也在想 那就要发生的事 即使他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 他妹妹这时意识到 有东西给抢走了 软弱地哭了几声 他母亲搂紧了他 把他的脸 贴在自己的胸口上 这个姿势 使温斯顿意识到 他妹妹快要死了 他转过身去 逃下了楼梯 巧克力捏在手中 快要化了 有点黏糊糊的 他以后 没有再见到他母亲 他吃了巧克力以后 觉得有点惭愧 在街头闲荡了几个小时 激活中烧 才驱使他回家 他一回去 就发现母亲不在了 那个时候 这已成了正常的现象 屋子里除了他母亲 和妹妹以外 什么都不缺 他们没有拿走衣服 甚至也没有拿走 他母亲的大衣 到今天 他还没有把握 他母亲 是不是已经死了 完全有可能 他只是给送到 强迫劳动营去了 至于他妹妹 很可能像他自己一样 给送到一个孤儿院里去了 他们把他叫做保育院 这是在内战后 像雨后春笋似的出现的 他也很可能 跟他母亲一起去了 劳动营 也很可能 给丢在什么地方 无人过问 就这么死了 这个梦 在他心中 仍栩栩如生 特别是那个 胳膊一搂的保护姿态 似乎包含了 这个梦的全部意义 他又回想到 两个月前的 另外一个梦 她的母亲 同坐在铺着白床单的床边 抱着孩子一样 这次是坐在一条沉船里 掉在她的下面 逐渐往下沉 但仍从越来越发黑的海水中 抬头朝她看 她把她母亲失踪的事 告诉了丘利亚 她眼也不睁开 就翻过身来 蜷缩在她怀里 睡得更舒服一些 你在那时候 大概真是头畜生 她含糊地说 孩子们全是畜生 是的 但是这件事的真正意义是 从她呼吸声听来 显然她又睡着了 她很想继续谈谈她的母亲 从她所记得的 关于她的情况来看 她想她并不是个不平常的女人 更谈不上聪明 但是她有一种高贵的气派 一种纯洁的素质 这只是因为 她有自己的行为标准 她有自己的爱憎 不受外界的影响 她从来没有想到过 没有效用的事就没有意义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就爱他 当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时 你仍把你的爱给他 最后一块巧克力给抢走时 她母亲怀里抱着孩子 这没有用 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并不能变出一块巧克力来 并不能使那孩子 或她自己逃脱死亡 但是她仍抱着他 似乎这是很自然的事 那条沉船上的 那个逃难的女人 也用她的胳膊 护着她的孩子 这像一张纸一样单薄 抵御不了枪弹 可怕的是党所做的事 却是使你相信 仅仅冲动 仅仅爱憎 并无任何意义 但同时 却又从你身上 剥夺掉一切 能够控制物质世界的力量 你一旦处在党的掌握之中 不论你有感觉 还是没有感觉 不论你做一件事 还是不做一件事 都无关紧要 不论怎么样 你还是要消失的 不论是你或你的行动 都不会再有人提到 历史的潮流里 也没有你的踪影 但是在两代之间的人们看来 这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他们并不想篡改历史 他们有自己的 不加质疑的爱憎 作为行为的准则 他们重视个人的关系 一个完全没有用处的姿态 一个拥抱 一滴眼泪 对将死的人说一句话 都有本身的价值 他突然想到 无产者仍旧是这样 他们并不忠于一个政党 或者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思想 他们却相互忠于对方 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不再轻视无产者 或者只是把他们看成是 一种有朝一日 会爆发出生命 来振兴全世界的 这幅的力量 无产者仍有人性 他们没有麻木不仁 他们仍保有原始的感情 而他自己 却是需要做出 有意识的努力 才能重新学会这种感情 他这么想时 却毫不相干地 记起了几星期前 他看到人心道上的 一只断手 他把他踢在马路边 好像这是个白菜头一样 无产者是人 他大声说 我们不是人 为什么不是 丘利亚说 又醒了过来 他想了一会儿 你有没有想到过 他说 我们最好是趁早 从这里出去 以后不再见面 想到过 亲爱的 我想到过好几次了 但是我还是不想那么做 我们很幸运 他说 但是运气不会很长久 你还年轻 你的外表正常纯洁 如果你避开我这种人 你还可以活上五十年 不 我已经想过了 不论你做什么 我都要跟着做 别灰心丧气 我要活命 很有办法 我们可能还可以在一起待六个月 一年 谁知道 最后 我们还是要分手的 你没有想到 我们将来完全是孤独无缘的 他们一旦逮住了我们 我们两个人是没有办法 真的一点也没有办法 给对方帮什么忙的 如果我招供 他们就会枪毙你 如果我拒绝招供 他们也会枪毙你 不管我做什么 说什么 或者不说什么 都不会推迟你的死亡五分钟 我们不会知道对方是死是活 我们将完全束手无策 有一点是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不要出卖对方 尽管这一点也不会造成任何不同 如果你说的是招供 他说 那我们还是要招供的 人人都总是要招供的 你没有办法 他们会拷打你 我不是说招供 招供不是出卖 无论你说的 或做的是什么都无所谓 有所谓的是感情 如果他们能使我不再爱你 那才是真正的出卖 他想了一会儿 这他们做不到 他最后说 这是他们唯一做不到的事 不论他们可以使你说些什么话 但是他们不能使你相信这些话 他们不能钻到你肚子里去 不能 他比较有点希望的说 不能 这话不错 他们不能钻到你肚子里去 如果你感到保持人性是值得的 即使这不能有任何结果 你也已经打败了他们 他想到通宵不眠 进行窃听的店幕 他们可以日以继夜地侦查你 但是如果你能保持头脑清醒 你仍能胜过他们 他们尽管聪明 但仍无法掌握怎样探知 别人的脑袋里怎样再想的办法 但当你落在他们手中时 也许不是这样 有爱不理的情况究竟如何 谁也不知道 但不妨可以猜一猜 考打 麻醉药 测量你神经反应的精密仪器 不给你睡觉 和观单独紧闭 造成你精神崩溃 不断地训问 无论如何 事实是保不了密的 他们可以通过训问 可以通过考打 弄清楚 但是 如果目标不是活命 而是保持人性 那最终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不能改变你的爱憎 而且即使你要改变 你自己也无法改变 他们可以把你所做的 或者说的 或者想的 都视无巨细地暴露无遗 但是你的内心 仍是攻不破的 你的内心的活动 甚至对你自己来说 也是神秘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乔治·奥维尔的长篇小说 《1984》 感谢您的收听